他有一个独特的癖好 就是喜欢触摸别人的身体 只要成功触摸 就能复制他人全部能力 于是他便对贴身护卫下了黑手 在获得孙大力的力大无穷后 为了找人再次验证 他便来到了品香阁 据大力所说 其中有未懂授予的头牌 在和老板娘几番拉着讲 也是如愿见到了头牌秋香 还不等女人反应 他便一把抓住了女人的手蜜 就在这时 眼前突然弹出了加载劲度 可就在加载到90% 这后房门却被一脚踹开 他看着加载失败的提示 立马回头怒骂 究竟是哪个哈提名 坏了本大爷的好事 只见一位身材挺拔的女子处在眼前 并对其大喝 灵秀赶紧给我滚回去 而他却一脸懵 原来就在一天前 突然天降陨石砸死了原宠 男人浑穿而来成了现在的灵秀 还获得了能复制他人能力的金手指 但这优盘拷贝到了99% 结果却被人强行拔了的感觉 家人们谁懂啊 此刻灵秀的心情就好比吃了一斤响 于是他立马回怨道 你是哪来的母老虎 我凭什么听你的 女人文言就是一记飞踢 你给老娘装饰吧 这可把灵秀吓坏了 连忙呼救并爬向门外 可还是没能逃过女人的手道 看着昏死过去的灵秀 女人嘴里喃喃道 要不是看在你是我未来姐夫的份上 我才懒得管你 时至深夜 灵秀才被大力叫醒 却发现自己的棚骨遭重 于是连忙询问 孙大力 我怎么回来的 为何我的钉这么痛 是二小姐扛你回来的 屁股也是二小姐踹的 灵秀文言立马怒斥 孙大力 你还是不是我的护卫 你就眼睁睁看着我被那个母老虎打 然而大力也很无奈 要知道二小姐可是天接兵之艺术 况且您还与他姐姐有婚约 此时灵秀一脸蒙蔽 婚约 什么婚约 他到底是谁 少爷 打你的是赵家二小姐赵灵英 而你从小就和他姐姐有婚约 灵秀文言直接当场实话 我堂堂二十一世纪海王 居然被人包办婚姻了 不行这婚约必须解除 绝不能让他影响到 我日后策马奔腾的幸福生活 就在这时 却发现手掌周围有一股蓝色能量缠绕 灵秀健壮大喜 原本只想复制兽与能力 却没想到因祸得福复制了兵之艺术 可又有一个难题摆在眼前 光有艺术却不知如何使用 于是便开口询问大力 你可知如果想修行艺术 该去什么地方 少爷说的是艺术院吧 但是您根本没觉醒艺术 而且也过了年纪 灵秀文言暗自下定决心 这艺术院必须得想办法进去 只有这样才能复制更多的艺术 不过还得再去一趟品相隔 如若能获得兽与能力 就算再被小姨子揍一顿也值了 次日一早 灵秀便又来到了秋香归房 这一次相当的顺利 仅仅用了两分半钟就复制了兽与能力 可当出门顿赶一阵寒意起来 果然小姨子就站在人群之中 只见她正黑着脸盯着灵秀 下一秒 她的脸就和墙壁来了次亲密互动 赵灵音怒斥 你竟然还敢来逛青王 灵秀委屈地回答 我四七敢整四滴 什么正式王室 你若再这样 我就让父亲取消你与姐姐的婚约 灵秀一听欣喜若狂 还有这种好事 择日不如壮日 要不今天就取消婚约吧 给你的台阶你就下事补 还敢替退魂 我姐姐什么地方配不上你 说罢便要赏她一记大笔洞 却不料被灵秀一把抓住 赵灵音看着手腕凝结的薄冰 顿时惊恶不已 已经觉醒了艺术 灵秀看着逐渐逼近的赵灵音 缩在墙角瑟瑟发抖 哪知她并没有继续动手 反而笑着说道 既然你已觉醒艺术 那就好好修炼 若再被我抓到你逛青楼 就打断你的第三条腿 说罢便哼着小曲转身离去 只留下满脸问号的灵秀 我觉醒艺术她高兴个递 画面一转 灵秀已走到自家门口 却被大力冲过来一把抱住 少爷 老爷和夫人回来了 这时母亲开口道 秀儿 你总算回来了 灵秀闻言立马就慌了 只能继续装傻 你们是 母亲大惊 秀儿脑抽了 竟然连我们都不认识了 幸好大力及时解围 告知了二老流星之事 出错二人这才放心下来 秀儿人没事就好 失忆就失忆吧 这时母亲端给灵秀一碗鸡汤 可把她感动坏了 因为前世作为孤儿的她 从来没有感受过家的温暖 接着便狂炫了起来 可放下碗后她又阴摸了起来 可惜 你们是另一个灵秀的父母 而不是我的 随后夫妇二人谈起了婚约仪式 鉴于两家身份悬殊 父亲准备解除婚约 本以为灵秀会极其难过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灵秀不仅不难过 还嘱咐这婚约应尽快解除 这一回答也让二老极其开心 说着就要给灵秀找老婆 这可把她吓坏了 直接撒腿就跑 我不要 我才十八岁 秀儿你跑什么 要知道你娘十八岁时 你已经在我肚子里了 正当灵秀在为提升艺术范难时 赵灵音推门而入 吓得灵秀直接躲到侍女身后 心想这母老虎该不会又来揍我了吧 哪知赵灵音大喝 灵秀 跟我走麻溜点 原来赵灵音脱关系 给她走了个后门 让其成为了艺术院的一员 灵秀见状大喜 本还想该怎么进入艺术院 没想到却被小姨子实现了 此时灵秀开始幻想 母老虎做这一出 定是想给我点好处 好让我跟她姐姐解除婚约 然而赵灵音压根没提这事 反而安慰灵秀的 赵家一诺千金 无论发生什么事 婚约依旧 虽然你的艺术觉醒都晚 但乾坤未定谁人都可以是黑马 不过姐姐已经觉醒第五次了 想配上他你就得勤家练习 若是敢偷懒 我就打死你 两天后 灵秀开始初步修行 根据书中所说 艺术的每一次觉醒 不仅实力会显著提升 还可以解锁全新的技能 只要积蓄足够多的原力就能觉醒 可灵秀辛苦了两天 才堪堪修炼出一滴原力 但他只碰了茶壶一下 茶壶就已经碎裂 原来只要修炼其中一种艺术 其他艺术也会跟着提升 就在灵秀大喜之际 赵灵音却又找上门来 进门的第一句话 便是让灵秀脱衣服 不太好吧 我还是处男呢 而且你是我小姨子 我们这样 还不等他说完 赵灵音直接甩出树道冰锥 煞世间 灵秀上衣瞬间四分五裂 一个大男人这么啰嗦 一个时辰后 赵灵音满意地走出房门 表现得不错 明日我再来 这时灵秀颤颤巍巍地走到门口 慢走了您 赵灵音刚走 大力立马凑到灵秀身旁 嘿嘿嘿 少爷你玩得可真话 你该不会是想要姐妹双收吧 灵秀文言抬手就是一记大笔动 就知道瞎臂臂 小姨子是来帮我修炼的 不过你明天得陪我去唐清丽丝 总不能一直吃空想 至少得去认个门 原来这个官职是父亲给他安排养老用的 次日一早 灵秀便来到了清丽丝门口 刚走进大堂 便听见有人在喊约 请大人为小女做主啊 平女死在官宦家中 可男人一口咬定她是自杀 在场之人无人敢言 就连九品县令也判男人无罪 原来男人是薄秦府之子秦聪 可正义并不会迟到 只见灵秀走到众人眼前 指着尸体说道 王氏并非自以身亡 你们看其双脚将直且指天 说明他在上吊前就已经死亡 而且自已死的人 会舌尖外露面固亲子 反观王氏并没有这些特征 此言一出 围观百姓议论纷纷 此女肯定是被人谋害致死的 一旁秦聪心慌不已 这时县令立马开案 宿静 鉴于此案一点众多 将秦聪暂时收押 退堂 可他还嘴硬吗 无所谓 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呢 灵秀虽想为民申冤 但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两个时辰后 灵秀刚来到艺术院前 就被秦聪拦住去路 平安波灵婷的儿子懂得不少啊 拜你所赐 竟然害我被多关了两个时辰 断你两根肋骨不过分吧 此时灵秀心慌不已 你想干什么 艺术院内可是禁止斗殴的 呵呵 愿归是有这一条 但你忘了这可是院外 说罢便朝灵秀挥拳而去 却发现脚已经被牢牢冻住 随后只见冰锥以蔓延制当 秦聪立马回头怒骂 赵灵英 艺术院内禁止斗殴 赶紧放开我 赵灵英则一脸坏笑 是吗 按你刚才说的 这里好像是艺术院外吧 大鹰刚落 只见骑一脚踹在秦聪腹部 秦聪也应声道飞出数百米 这次是警告 若下次你就没这么好运 然而秦聪却死鸭子嘴翼 灵秀 你就永远站在女人身后吧 别让我逮到你落单 可灵秀不仅丝毫不担心 反而打起了她艺术的主意 在赵灵英的告知下 得知秦聪觉醒的是地阶时之艺术 此时灵秀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抓紧时间变强 在这个世界唯有实力强才能当霸卫 画面一转已至深夜 灵秀和大力正走在大街上 忽然一枚飞镖朝灵秀脑袋射来 危机关头 大力用其身体挡下 可他身后却出现一黑衣杀手 在躲过攻击后 大力立马爆发力之艺术 将其当场击毙 刚准备嘚瑟两句 却直接倒地不起 原来是之前的飞镖有毒 回到家中 看着掩掩一息的大力 灵秀陷入了沉思 究竟是谁要谋害自己 难道是秦聪 就在这时 太医院的白霜霜及时赶到 仅仅只用了两份半钟 大力的毒镜被禁术驱除 在送走白霜霜后 赵灵英竟也赶了过来 吓得灵秀好似丢了魂 连忙出言解释 我刚刚被人刺杀 大力为救我身中剧毒 刚刚的白骨粮是来救人的 我可绝对没有沾花惹草 我知道啊 我只是来确认下你的安全 接着灵秀询问 你说 会是秦聪弄的手吗 然而赵灵英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刺杀权贵可是重罪 赵目前来看 就只能是穿越前灵秀得罪的人所为 与此同时 被打成猪头的秦聪刚回到房间 却发现一位不速之客坐在床前 还不等他过多言语 直接撒手人寰 次日一早 灵秀和赵灵英便被换到公堂 此时他心中暗响 不愧是小姨子未给自己出气 直接满胸把这撕给赶了 这时武座说道 此人死亡时间是昨日半夜 是被人一见封喉 同时县令也走了过来 你们的嫌疑已经排除 应该是那个女人所为 灵秀满脸疑惑 是哪个女人 是一名觉醒了隐秘艺术的女刺客 来去无踪 不过每次杀人都会留下几片花瓣 灵秀闻严厉马露出坏笑 隐身杀人那不是和阿克一样 若是被我复制过来 嘿嘿 这时县令继续说道 这恐怕是之前王室的案子 引起了他的注意 才会夜闯秦府 反而秦聪死的就冤了 昨日一名盗贼主动投案 说是他入室盗窃时 见色起义 失守杀了王室 但这次课本就专杀 那些犯了罪却逃脱刑责的权贵 灵秀听完叹了口气 可惜了王室 人都死了却还要蒙受不白之躯 最后因案子涉及到艺术 县令便将此案交给了艺术司处理 灵秀刚走出衙门 却被一群民众围住 原来正是之前王室的老父亲老王 为了感谢灵秀为其女儿说话 更是拿出了家中所有的地瓜干 就连和老王交好多年包子铺的老板 都送来众多包子 灵秀此时也很无奈 为了不辜负大家心意 也只能收下 介于自己根本吃不下这么多 便把其分给了其他同事 这时叫灵音开口道 灵秀 其实你是个好人 被突然发好人卡的他触不及防 要知道换在以前 都是自己给别人发的 与此同时 县令看着乡亲们送来的包子 不禁有感而发 当即下令 将把杀害王室的人当众处死 这样就能还王室一个清白了吧 两天后 灵秀已经修炼得有所小巢 赵灵音刚走 母亲就为他准备了一桌饭菜 而灵秀却眼饭泪花 要知道以前自己不是泡面就是外卖 从火两世才第一次吃到母亲做的饭菜 这让他情不自禁地叫了声 娘 次日灵府客房 之前受伤的大力已恢复如初 就在两人闲扯之际 屋外却传来 夫人 老爷 就让我们留下来吧 灵秀赶忙跑到屋外询问原有 原来夫妇二人在清算工钱时 却发现如今已经工不起了 于是便准备遣散他们 但老仆们的回答却一致等一 他们都愿意不要工钱 只求有个归踏之地 灵秀见状甚是感动 这也让他蒙发起赚钱念头 可在街上瞎赚许久 还是没能找到赚钱之法 这时缩着傍兵的路人 让灵秀灵机一动 现在是夏天定然缺兵 而自己的艺术却能造兵 于是便来到了商会之中 并向其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再和掌柜一顿拉着线 最后以每日五十两个价格 为其供兵来解决家中燃眉之急 两人刚走出商会 就碰到了赵灵英 他好奇地说道 你很缺钱 你要多少银子我给 灵秀大惊 这母老虎竟然不是来打自己的 竟然还给自己钱 你就算贪财 也要想想自己的身份 这样会让别人看不起灵家的 灵秀文言立马接过钱带倒 我凭自己的本事 赚钱一点也不寒颤 至于别人怎么想我不在乎 说罢便扭头就走 赵家既然看不上 我这小市民做派 就赶紧解除婚约吧 可就在其回府路中 却遇见一位大娘 在央求路人 舅舅其怀中刚满约的孩子 灵秀健壮 毫不犹豫赠其一定银两 并询问这些购骂 大娘接过银两 连忙鞠躬感谢 谢谢恩人 谢谢恩人 这下有救了 可赵灵英却反问灵秀 在王都像这样的人 十有八九都是骗子 你觉得值吗 这有什么值不值的 要知道这一定银子 都不够大吃一顿的 但却有可能就一条性命 怎么想都值了 接着灵秀又为仆人 买了上好的丝绸 准备为他们换身行头 这通操作让赵灵英心服口服 你放心我一定会说服父亲 等姐姐回王都 就安排你们两人完婚 可次日一早 大力电慌张地敲着灵秀房门 原来是宫里派人来了 他有一个独特的癖好 就是喜欢触摸别人的身体 只要成功触摸 就能复制他人全部能力 在获得小姨子的兵之艺术后 更是和他开启了每日双修之旅 可就在两人双修之际 大力却急匆匆地敲着房门 原来是当今陛下宣灵秀即刻进宫 然而找他的目的是 让他当个工具人为后宫妃子之兵 灵秀文言难难道 宁宁母老虎能力更强 却抓了我这个壮丁 果然一等猴之女就是高贵 就是可惜了摘月楼的生意 这时公公却猛然回头 太什么气呢 为宫里做事你不愿意 灵秀连忙解释 公公怕是误会了 我只是担心自己原力低微 支不了多少兵 这个你且放心 陛下自有安排 在为皇后制完兵后 灵秀等人便来到了长春宫 只见公公乖巧地向其打起了招呼 奴才见过贵妃娘娘 女人虽生的国色天香 但脾气却不怎么好 看你们的样子 是刚从永明宫过来的吧 皇后就是了不起 不但第一个有兵用 怕是分离也比本宫多一倍吧 去吧动作快些 要是吓到了南南 本宫宰了你们 灵秀听得满脸冷汗 则 看来这位贵妃不是个善茬 得快点完事赶紧溜 之后灵秀又来到了千秋宫 再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努力 灵秀身体成功被掏空 就在这时 一位侍女端着一盘葡萄走来 这是淑妃娘娘赏赐的 辛苦灵公子在这治兵了 灵秀文言开心不已 这淑妃可比刚刚贵妃好多了 说罢便品尝了起来 却发现竟然比前世 买来哄妹子的都要好吃 那当然 这可是西域的供体 平常妃子们都吃不到 也就只有淑妃娘娘 会把这葡萄用来赏人 几位跟着我跑前跑后也辛苦 不如大家一起吃吧 再替淑妃治完兵后 灵秀便询问 李总管 不知接下来要去哪座宫殿 如果有要注意的地方 您得提前跟我说说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瑞东宫 如今是明河公主住着 灵公子小心别惹怒公主即可 很快两人便见到了明河公主 灵秀见其生的俏皮可爱 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就在两人对视过后 明河却对丫鬟说道 彩儿 你看那个男的 怎生的如此令人讨厌 公主殿下 咱还是先把你的言意收一收 随后女人白了一眼灵秀 你们赶紧去办正事 此时她百感交集 今天是水逆吗 怎么脑遭女人白眼 在询问李总管后 才知道原来公主也觉醒了艺术能力 而且还是与自己相克的火之艺术 难怪 看来得离她远一点 在接二连三的消耗下 灵秀直接成了慎婿公子 也把李总管下了一击灵 随后她便掏出了一枚圆巾 而这圆巾具有提升原力 强胜故妖之能 灵公子刚觉醒第一次吧 这一颗圆巾就可抵上你一天苦修了 有的用就偷着乐吧 直至夜晚灵秀才治完所有的兵 不过好在白调了十五颗圆巾 可刚走出皇宫 却发现赵灵音已等候多时 这是摘月楼的酬劳你拿着 灵秀本想拒绝 哪知赵灵音态度极其强硬 她也只能勉为其难将其收下 随后灵秀好奇地询问 灵音你今天怎么会想着来接我 刺杀你的人还没找到 你的护卫又太弱了 此话一出 灵秀顿时哑口无言 两人刚走到街道 灵秀就被馄饨的香味吸引 于是便向老板要了三碗馄饨 接着便开始狂炫起来 就在这时 赵灵音察觉出了异样 只见他猛然回头 看着不远处的房顶 原来就在刚才他感受到了一丝杀气 待灵秀吃饱后 两人便打闹着走回灵府 在两人走远后 屋顶之上出现了两名杀手 都怪上次影子那个废物 不仅没杀了那个小子 还让其警觉了起来 害你放心 这女人也不可能永远护着她 我们伺机而动即可 四日一早 灵秀便来到了清丽丝门口 看着牌匾他陷入了沉思 等艺术院开学后 能来清丽丝的时间就更少了 要怎么做才能不惹重弄呢 于是他立马想到了办法 就是为大伙多治点兵 可就在这时又出现了一起新案件 他只看了一眼七彩昆昆 便直接指认出了凶手 原来就在刚刚 灵秀为了天天翘班不惹重弄 便勤快地给同事们致起了病 可这时徐文书匆忙走过 灵秀将其一把拦住 并询问起了原有 原来是城中出了个新案子 别忙了坐下吃口冰西瓜 这大热天的现场我帮你去 说吧灵秀便随重人 来到了王源外家中 只见柳清风连忙上前查看 现场青砖松动死者脚踝有伤 后脑伤口与花坛上的血迹一致 多半应该是意外死亡 然而此时灵秀却看向鸟龙中的昆溃 片刻后 灵秀表示王源外不是意外师祖 而是他杀 可柳清风却反驳道 凡事都要讲究证据 现在所有线索都表示 王源外是自杀 你又有何一句说是他杀 灵秀文言脱口而出 没有证据 随后指着一旁胖子说道 非要说一个的话 那你去审审他就好 胖子文言撒腿就好 柳清风见状立马下令捉拿 故意会胖子就被暗趴在地 嘴里还嚷嚷着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没想杀他 此时柳清风很是好奇 敢问林大人 又是如何判定此人就是凶手 而灵秀却表示 一切全靠猜 殊不知正是灵秀复制了兽语艺术 之前的昆昆告诉他的 画面一转 心里四大堂中 只现在听闻此事后很是好奇 运气好猜的 他真这么说的 是的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那人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灵秀怎么就知道他是凶手 随后自我安慰了起来 我想他一定发现了 我们没注意到的细节 此话一出 县令也是对灵秀产生了极大兴趣 与此同时 灵秀又来到了长春宫治兵 却听到隔壁发来吵架声 原来是贵妃的男男生病了 太医院的白双双也束手无策 于是贵妃便下令处罚小凳子 谁知这时灵秀却走了进来 娘娘 学生略小医术 可否让我看看男男病情 贵妃娘娘文言十分不屑 太医院的天才白双双都没辙 你有办法 灵秀则异常笃定 有无办法您一看便知 若是知不好 我就拿你是问 于是灵秀便盯着男男看了起来 在授予艺术的加持下 他很快便知晓了病因 原来是男男的肉符之中 卡了一根刺 在灵秀将气拔掉之后 男男又活蹦乱跳起来 贵妃健壮大喜 来人 把我那簪子赏给灵秀 直至黄昏 灵秀才完成今天治病工作 可这时白双双叫住了他 原来是白天喃喃之事 特来请教灵秀 是如何一眼看出病因的 但这要让灵秀怎么开口 只能瞎编了一个理由 其实也没什么绝窍 只需要细心一点就行 此话一出 白双双直接满脸问号 其实喃喃当时蜷缩前找神色痛苦 我就猜测可能是脚受伤了 原来如此 是双双血液不惊吗 就在两人欢声笑语后 灵秀顿赶后背发凉 扭头一看正是赵灵因 看其犀利的眼神 他立马单膝跪地 献上了贵妃赏赐的发簪 这个送贵妃娘娘刚才赏我的 你看你帮了我这么多 这个就当谢礼吧 赵灵因文言连连摇头 这个太贵重了 我可不能收 好吧那我留着送给其他人 灵秀刚说完 赵灵因直接抢过发簪 我先替姐姐收下 你还真是个解宝 次日 灵秀刚走出摘月楼便感叹道 这几日吸收了这么多元金 元力竟然提升了这么多 就连治兵的速度也快了不少 可就在这时 他身后出现了两名壮汉 不惜开出双倍价格 邀请他为其天香楼供兵 灵秀文言满眼冒着金光 摘月楼一桶兵给家屋俩 双倍的话黑黑可就是十两 经的掌柜茶杯差点处进嘴里 在经过一系列的拉扯后 很显然弹崩了 就在灵秀走后 掌柜身后的房间中闪出一个黑影 把这件事处理好 希望你不要像秦聪那个废物一样 他的小姨子有个特殊癖好 就是每天都要在他身旁 甚至还和他天天双修 可刚离开灵秀一天 他竟被老头当街碰瓷 对方还要求赔偿海景大别墅 这拙劣的演技 可把灵秀惊呆了 怎么到了异世界还有碰瓷的 就在这时 只见两名壮汉走了过来 东城牙无情铁手在此 何方萧小竟敢当街行凶 大力蒙圈了直接上前警示 明明就是这老头故意的 这摆明了就是在讹人 老头文言则更加卖力地吆喝起来 老朽的腰都断了 你这个乐奴还要互主不成 此话一出 无情铁手立马就要捉拿灵秀 而他也意识到了此事有些蹊跷 这些良傻却很明显是冲着我来的 难道天香楼这么快就忍不住了 而此刻大力已经气急半怀 却被灵秀一脚踹开 你赶紧先回去 如果有人找我 就说我在东城牙 两位官也请前面带路吧 无情铁手一脸猛逼 他们没想到灵秀进这么快就从了 地旁大力也极其不解 少爷怎么不像是被抓 倒像是去赴宴了 片刻后 灵秀被押进了东城牙大牢 可他却丝毫不慌 反而开始兴奋起来 活了两辈子还是第一次坐牢 怎么感觉还有点小心奋呢 这时耳边传来一阵脚步声 原来正如灵秀所想 此事正是天香楼楼主所为 灵公子我们又见面了 已带着讹诈我的犯人前来对质 我难道还要感谢你不成 灵公子可真会开玩笑 这老头的腿可都被你打断了 又何来的讹诈一说 说吧便一脚踹断了老头左腿 灵秀见状也很是无奈 说吧 你想要什么 一桶冰一钱银子 若是同意你现在就可以走 不然的话 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这时灵秀却又听见一阵脚步声 心中料定自己即将被救 于是便与其开启了玩笑 我忽然发现一件去世 我关你硬堂发黑 估计马上就会有血光之灾 楼主文言立马大怒 好小子 死到临头了 竟还敢口出狂言 话音刚落 就被匆匆赶来的老父亲 赏了一记大笔洞 哎呦咱家可算找到你了 宫里边可都急坏了 还不撒愣的赶紧开门 老父亲文言连忙解释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林公子您现在就可以走了 这时灵秀扭头看向楼主 怎么样 我算得准吧 爹啊 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 结果又吃了老父亲的一记飞喘 林公子 实在不好意思 全子又在说胡话了 我已经替您教训过了 这时李总管出言道 好了好了快走吧 不然宫里的贵人可要发火了 林秀刚走 楼主又再次遭重 李总管都来了肯定是皇上要人 你还不让放 老子今天非得打死你个龟孙 与此同时 贵妃娘娘已经热得够呛 刚准备大发雷霆 李总管带林秀及时赶到 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 是想热死本宫吗 林秀文言连忙解释 还请娘娘恕罪 学生被事情耽搁了会 娘娘您消消气 学生给您变个戏法吧 就在贵妃愣神之际 必被西瓜杀兵悄然出现 罢了看在这杀兵的份上 本宫就饶你这一次 不过看你这手艺 不如干脆就留在长春宫算了 这样本宫就能随时吃到冰镇的水果 林秀文言瞬间慌了 这恐怕有些不妥 能留在后宫的男人 除了皇帝 不就只有太监了吗 你不用怕 不过就是割两刀的事 忍忍就过去了 此话一出 林秀连忙磕头求放你 学生跟教家大小姐有婚约在身 只能多谢娘娘好意了 贵妃文言也只好就此作罢 林秀这才松了口气 好家伙 差点就从林公子变成小名字 片刻后 林秀又来到了明和公主住处 在明和的一番打量下 她显得极其不自在 头脑中不断浮现教训明和的画面 然而现实却只敢微微懦懦 林秀见过公主 原来你就是跟那个女人有婚约的林秀 长得倒是人目狗样的 就是天赋太差了 还配不上那个女人 公主所言极是 赵家敌女乃是天骄 无论姿色还是天赋都皆无双 而我除了这张脸 的确没什么能配得上她的 你倒是有点自知之明吗 除了长相 你确实一无是处 多谢公主夸我长相俊美 谁夸你了 赶紧去治兵去 治完了赶紧给我滚 当林秀忙完后已治深夜 马车之中 她好奇地询问赵林英 你和明和公主 你俩谁更强一点 虽然你们没比试过 但是我觉得你比较厉害 赵林英文言立马询问缘由 只见林秀逐渐变得猥琐起来 虽然在容貌上各有千秋 但她长得乌黑而且又矮 而且你们年纪都差不多 她就平平无奇 你可比她大多了 此话一出 赵林英立马变得严肃起来 大 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 就在这时 一阵优美的曲声飘来 灵秀寻声望去 只见窗凤之中 有位长相绝世的女子 她是金城头牌歌迹 却唱起了现代爆火的流行歌曲 其翩翩的舞姿 更是让人混沌惊艳 但唱完后却昏死了过去 原来昨夜 灵秀在回家途中 一阵优美的曲声飘来 灵秀寻声望去 只见窗凤之中 有位长相绝世的女子 介于有小姨子在 次日一早 灵秀便来到了梨花院 刚落座嘴里便难难道 真是让人怀念的声音啊 可惜唱枪虽好 却总感觉差了点什么 于是便招手寻来老板娘 我要点戏 如何收费 单点没场戏二十文 不知公子想要点哪首歌曲 可我要点的曲目 你这可没有 要不你找一位姑娘 我先教她唱 然后她再唱给我听如何 老板娘闻眼满脸问号 抱歉了公子 梨花院只能点他们会唱的曲目 谁知灵秀听后 立马掏出一定硕大的银子 愣是给老板娘眼睛都看着了 随后她便换姑娘们过来集合 看来所有问题都能用钱解决 要是解决不掉 那一定是钱给的不够 片刻后 老板娘开口道 有人想跟这位公子学曲吗 此话一出 姑娘们开始纷纷议论 我们可是清白人家 要跟个男人单独学曲 若她是个下头男 手脚不干净怎么办 就在这时 人群中走来一女子 我愿意 请公子随我上楼 灵秀文言大喜 这双眼睛我记得 正是昨晚与我对视的女子 片刻后 两人来到了梨花院包间 姑娘难道就不怕我图谋不轨 别人会 但公子不会 那日清丽丝审案 彩衣也在人群之中 公子不惧权贵仗义之言 绝不是为所之人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先把词曲唱给你听 二分半钟后 彩衣开始唱了起来 并随着音律翩翩起舞 这动人的声音 不禁让灵秀怀念起了家乡 今日就多谢彩衣姑娘了 彩衣文言很是好奇 这词曲虽很古怪 似乎在唱我们灵人 公子为何会听得落泪 那今天就先到这 改日再来听姑娘舞曲 可这时彩衣身体摇摇欲坠 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灵秀见状连忙上去询问缘由 在得知病无大碍后 便准备将其搀扶起来 谁料当触碰到彩衣 便弹出了家在栏 灵秀脑中立马闪过一个念头 这是艺术 回省了有关声音的艺术 难怪我听彩衣唱歌 心情会格外放松 不一会灵秀便来到了宫里 却听见贵妃的责骂声 朝廷阳你们有什么用 南南要是出什么事 我要你们全部陪葬 灵秀见状刚准备开溜 却立马被贵妃叫主 灵秀 你来得正好 快来看看本宫的南南怎么了 完了看来今天是躲不过了 在面见贵妃后 贵妃连忙询问 你快来看南南是怎么了 从昨天开始她就不吃不喝的 没有一点精神 一旁白双双也表示 她已经全面检查过了 没有任何外伤内在也没问题 灵秀刚接过南南 就通过授语能力听到她在抱怨 在这个地方都快闷死了 实在太无聊了 谁能来救救本庙 而灵秀则立马看出病因 娘娘 学生应该找到南南病因了 她一直以来都只能在长春宫活动 久而久之心中就会机遇难平 现在只是不吃不喝 但之后甚至会郁郁而终 这是抑郁的表现 贵妃一听懵了 啥叫抑郁 那这病能治吗 娘娘可让人将其带出宫去 见识下更广阔的天地 如此一来她的病情因会有所好转 娘娘文言不禁赶伤起来 这说的不就是自己吗 于是转身道 玲珑你们带着南南出宫半日 本宫有些乏了 在这宫里 困住的又何止是南南啊 几人刚来到宫外 南南立马变得活蹦乱跳 灵秀见此事已了 便邀请白双双为采医治疗 再来到梨花院后 却发现有人正在闹事 原来正是之前的天香楼楼主 正吵嚷着要见采医姑娘 这时灵秀走了过来 这不是天香楼吴公子吗 难不成又是来抓我的 吴公子挨的那顿打 这么快就痊愈了 要不我把今天的事告诉东城卫大人 让我再好好教导一下 楼主文言慌张不已 立马撒腿就跑 在经过白双双的治疗后 采医也醒了过来 灵秀见醒来的采医欣喜不已 公子我这是怎么了 我现在感觉自己完全好了 那是自然 双双姑娘的医术 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白双双见采医已无大碍 便带喃喃回去赴命 采医谢过公子 下次公子若想听戏 采医随时可以 虽说知音无价 但采医姑娘的戏 我愿意花钱听 此话一出 采医立马害羞了起来 她将我称作知音 其实采医姑娘这次晕倒 完全是因为你觉醒了艺术 采医文言很是不解 可我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姑娘的声音极其动听 只是你未曾往艺术的方向想 今天尝试了新唱法 消耗比平时更大 所以才会忽然晕倒 采医听完却觉得 好像并无用处 此言诧异 姑娘若是能完全 把艺术能力融入到声音之中 一定能成为京城第一花旦 到时候人们都得 抢着买一花院的票 那得怎么提升呢 下次我去艺术院 借一些艺术书籍 姑娘按照书上 记载修炼即可 采医怎么能让公子如此费心 我欣赏采医姑娘的声音 以后还得靠姑娘的戏腔解问呢 在灵袖走后 班主调坦道 姑娘啊 这公子显然不是一般人 我看得出来 他跟其他顽固子弟不同 你可要好好把握 说不定就能飞上枝头变凤魔 采医文言一阵汗言 班主又在打救我 采医身分低为哪配的上林公子 只要能为公子唱戏棘手 我就很满足了 他是皇上独宠的爱妃 却偏偏对个平民情有独钟 甚至还当着皇上的面 赏了他一套独栋大别墅 就在今天天气终于转良 灵袖也被宣进宫里灵赏 在李总管的带领下 两人很快便见到了皇上 你就是平安博之子吧 这一个月来也辛苦你了 想要什么赏赐可以和朕挺 灵袖闻言心想 哪有直接问要什么赏赐的 要的重了吧你不给 要的轻了的话又觉得自己血亏 不过要是能赏赐一座 靠近皇宫的大宅子就好了 这是一旁淑妃好似察觉到了什么 陛下 依臣妾看 不如送他一座皇城附近的宅院 这样的话 陛下若在想喝冰酒酿时 就不用再等了 皇上听完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立马吩咐李总管 为其置办一套皇宫附近的宅院 灵袖闻言心里别提多美了 没想到淑妃娘娘一句话 就帮自己省下了几万两银子 真是爱死她了 这时淑妃不自觉地笑出了声 一旁皇上连忙询问 爱妃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臣妾只是想到了一件好笑的事 原来淑妃的艺术正是读新术 事后灵袖很快便搬完了家 两天后艺术院正式开学 灵袖刚入院 就被众多的艺术者吸引 心中也是一阵狂喜 好多艺术这次真要起飞了 就在灵袖得意之际 众人纷纷围在一起吵嚷 大家快来看明河公主来了 灵袖见状一阵汗眼 则则则这群人真是年少不知郁姐好 错把少女当成宝啊 这是一位少年凑过来询问 敢问兄台 郁姐是什么 灵袖则扭头道梦 只见一旁有位沉鱼落雁的女子 正紧闭着美眸 随后臭味相投的两人开始了自我介绍 原来男人叫李伯章 他在得知灵袖姓名后 立马表达出了心中的佩服 今日一见灵兄果然厉害 赵家连太子的求婚都拒绝了 还得是灵兄手段高明 能抱得仙子下凡尘 如今又进了艺术院 可谓前途无量啊 李兄过誉了 在下只不过觉醒了冰之艺术 但天赋却平平无奇 来这只是混混日子吧 此话一出 李伯章瞬间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不瞒灵兄我又何尝不是呢 虽领悟了雷霆之力 却也是在这混日子罢了 灵袖一听是雷霆 心中暗想这次真的捡到宝了 天津艺术雷霆可要比冰墙的多 这个艺术我要定了 于是他便一把搂住了李伯章 看来李兄与我真是相见恨往的 以后还望多多提点 然而另一边 灵和正与赵灵英争锋相对 原来两人是在比大小 这时灵袖扭头叫了申灵英 却不料立马招来灵和的怒事 这可把他吓坏了 不过幸好有小姨子为他撑腰 才躲过一劫 于是灵袖立马回头与李伯章畅聊 李兄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 刚才说到 这大殿之内 婉儿姑娘是最漂亮的 那第二漂亮的是谁 灵袖一听及了 立马准备岔开话题 我们刚才有讨论这个话题吗 当然 灵兄还说了血灵儿排第二 我与灵兄所见略同 不曾小明和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 在你们男人眼里 女子除了容貌和身材 难不成就没别的了吗 两人立马一口同声道 还有灵魂 这时李伯章见婉儿走后 便直接与灵袖告别 他不禁敢看 真是个下头男见色妄语 话音刚落 赵灵音便走了过来 那对女人很危险 放心吧 小姨子我会手伸如玉的 次日一早 两兄弟又再次见面 李伯章则立马凑近灵袖道 难道说 灵兄也是来看 这时灵袖好似看到了 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他不仅拥有十块腹肌 还可以通过触摸复制他人能力 可就在复制治疗能力时 金手指却离弃失效 原来在这之前 他已经复制了五种能力 分别是大力的力大无穷 小灵灵的兵制能力 秋香的兽语能力 薛灵儿的飞行能力 和王威的空间能力 现在已经达到了极限 需要二次觉醒才能扩容上限 可就在一天前 灵袖一大早便来到了练武场 两兄弟又再次见面 李伯章立马凑近灵袖道 没想到灵兄也好这口 话音刚落 灵袖似乎看到了 什么不得了的画面 只见一位身材哇塞的女人 正在做着热身动作 就在两兄弟看得痴迷之际 远处突然传来大喝声 列队 不到2.5秒 大家已排列整齐 我是你们的舞蹈教系 你们以后可以叫我孙教系 从今以后 你们需要接受魔鬼训练 如果有人吃不了苦 现在就可以退出 片刻后 众人依旧站在原地 无意人退出 很好 希望一个时辰之后 你们不会改变主意 现在所有人散开 脱掉上衣原地扎好马步 随着上衣不断扔出 灵秀的石块腹肌 显露在众人眼前 一旁李伯章羡慕不已 灵秀 你这身材咋练出来的 就是在家举举实锁 转转磨盘之类的 其实这是励志艺术的附带效果 但李伯章却信以为真 灵秀果然是我被中人 身为男人 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 不然日后如何遨游花丛 可灵秀修炼舞蹈 完全是为了隐藏 他会励志艺术的事 这时孙教系 拍了拍两人的肩膀 你们两个表现不错 但他在与灵秀接触之际 金手指并未有反应 显然孙教系是纯粹的舞者 这时他接着说道 下次我会给你们灌注真气 只要能把那缕真气留在体内 便算是舞蹈入门了 很快便到了休息时间 大家如泄气的皮球般 瘫倒在地 还在家练的灵秀 立马引起了两名女弟子注意 那位公子长得好英俊 身材也棒 要是能给他生猴子就好了 你别做梦了 那可是平安博家的公子 而且还是赵灵俊的未婚夫 原来之前赵灵俊总压他一筒 他无时无刻都想赢他一次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吃起了瓜 天哪 灵俊你难道对赵灵俊的未婚夫有想法 薛灵俊闻言则极其自信 感情这种事 本来就没有先来后到 你们就等着看他笑话吧 就算你艺术强大 受到陛下厚爱 只要灵修爱上我 那就意味着是我赢了 另一边 灵修顿感菊花一紧 后背传来丝丝凉意 就在众人散场之际 薛灵俊突然扑进灵修怀中 寒情怒默地看着灵修 公子 我好像脚崴到了 此话一出 周围弟子纷纷要背他回家 可他却直接赖上了灵修 这位公子 可以麻烦你被我回去吗 灵修闻言只能答应 谁料这是一位女教习走了过来 伤到脚了 那我送你回去 薛灵俊刚被送走 李伯彰就凑了过来 灵俊真是好手段啊 这就把艺术院四美之一的新钩走了 原来这四美分别是 灵英姑娘 灵和公主 婉儿姑娘 薛灵俊 随后李伯彰提醒灵修 追求薛灵俊的贵公子不计其数 他为何偏偏对你主动出击 然而灵修却毫不在意 他唯一在乎的就是 薛灵俊是什么能力 在得知他觉醒的是飞行能力后 灵修立马就打起了他的主意 贵妃竟然还让我呗 看来是真把我当作猎物了 我会让他明白 最优秀的猎人 往往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事后臭味相投的两兄弟 更是在酒楼之中畅聊了一夜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家中 没想到我这个谦卑不醉的小王子 竟被个憨祸喝趴了 看着手上竟没有雷霆能力 也是难受不已 次日一早艺术院书馆 灵修正在为彩衣寻找相关书籍 就在这时 薛灵俊又找了过来 原来真是灵公子啊 真是太巧了 然而灵俊却直接转过身去 可他却不依不饶 极其作作地坐到了灵修对面 正当他以为灵修定顶不住这般诱惑时 却发现他正一脸认真地看着书 一个时辰后 薛灵俊心里抱怨道 都这么久了 这灵修的心肠是铁做的吗 看都不看我一眼 这时灵修才注意到他 灵俊姑娘 你不看书盯着我看做什么 公子认识我 其实心里却想的是 真是个不解风情的木头 灵俊姑娘秀外会中方明远扬 艺术院内谁人不知 只可惜我有婚约在身 若是跟灵俊姑娘太过亲近 反而会惹人非议 灵俊自然知道你有未婚妻 但我只想和你做个朋友 难道赵灵俊连女性朋友都不让你交吗 灵修剑时机已到 连忙握住薛灵俊玉手 原来是这样啊 那当然可以 我最喜欢交朋友了 薛灵俊见鱼儿已经上钩 也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不仅拥有十块腹肌 还可以通过触摸复制他人能力 可就在复制治疗能力时 亲手指却离弃失效 原来在这之前 他已经复制了五种能力 分别是大力的力大无穷 赵灵俊的兵之能力 秋香的兽语能力 薛灵俊的飞行能力 王威的空间能力 现在已经达到了数量上限 需要不断觉醒才能进行扩路 次日灵俊刚来到盐武场 两兄弟便又开始闲聊起来 就在这时 薛灵俊却来到灵俊身后 灵公子 你们来的可真够早了 那当然 学习的事可不能落下 李伯璋文言则默默离开 临走之际还不忘夸一举 灵俊手段实在是高啊 就在两人相谈甚欢之际 集合时间已到 于是两人纷纷告别 此时灵俊心中暗想 小样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 你给我讲聊斋 这不把你拿下 就在众人集结后 孙教习大声说道 武道一门 只要体质好 人人都可以修行 现在给你们直观地展示一下 过来 真气乃修行武道的基础 靠自己能练出真气的极为少数 大部分的人都是需要外力的帮助 你把手伸出来 我会度一丝真气到你体内 你只需要引导他在体内不断运行即可 至于能留住多久就看你自己了 可当真气入体之际 疼痛感瞬间袭遍灵修全身 孙教习健壮提醒 不要反抗好好感受 记住他在你体内游走的路线 灵修文言咬牙坚持 很快便掌握了真气运行路线 在真气消失后 他感到身体强健了不少 我的天这真气也太霸道了 这种感觉就跟在我身体里 开拖垃圾爬坡一毛一样 孙教习健壮也甚是欣慰 初次尝试就能留住这么久 已经很不错了 多练习几次 很快你就能踏入武道之门了 可就在休息之际 只见一红毛过来威胁灵修 我警告你 离灵修姑娘远一点 你可配不上她 灵修听得一脸问候 这人是谁 得病了 在李伯章的解释下才得知 红毛名叫王威是一个三等猴的儿子 觉醒的是玄阶下品空间能力 是薛灵修的头号舔狗 可人家根本就看不上她 灵修听完大喜不已 竟觉醒的是空间艺术 薛灵修她看不上 对我来说可是宝贝啊 就在这时 薛灵修突然冒了出来 灵公子 你在干嘛呢 灵修前脚还在想要怎么复制王威能力 后脚办法就找上门了 于是便故意大声说道 哎呀 原来是薛姑娘 你来找我干嘛呀 原来你是来给我送水喝的呀 这大老远的这天热的可真是太贴心了 在灵修做做的演技下 王威果然上当 只见她指着灵修 就要来一场男人一比一大战 灵修见目的达到 不禁咧嘴笑道 你想挑战什么 和我打一场我赢了 你从灵修身边滚开 若我输了我滚 灵修闻言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这可把一旁薛灵修急坏了 连忙出言劝的 灵公子 我们不比好不好 此时她心里想的是 若灵修输了不再与我接近 那么之前的计划就全泡汤了 这该死的王威竟敢坏我大惊 灵修姑娘 这是男人之间的战斗 请你不要插手 此时薛灵修只能默默祈祷 灵修你可一定要赢了 片刻后 两人纷纷做好对战准备 只见王威高高跃起 准备直接劈砍灵修昆头 却不料被其轻松挡下 而灵修则立马用出力之艺术 紧紧挥出一剑 便将王威的木剑批断 就在王威惊恶之际 灵修则也来到她的头顶 直接一剑狠狠地敲在了她的昆头上 王威立马口吐白墨倒地不起 不是 这就完了 我还没用力呢 孙教祺见状连忙上前查看 幸好没挂只是晕了过去 你去请院医过来吧 灵修哪能放过这个机会 不用麻烦院医了 就让我被王瞳窗去太医院吧 话音刚落 灵修便直接抓起王威溜走 只留下满脸问号的重人 可就在去太医院的途中 王威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此时四目相对极其尴尬 可下一秒 她又被灵修敲晕了过去 休想打断我的U盘传书 片刻后 灵修便带她来到了太医院 经过治疗后太医倒 伤者已经没有大爱了 就是这脖子 老夫要叫一下阵骨的同僚帮帮忙 就在太医走后 灵修开始把玩起了葫芦 只见她将葫芦悬于手中 再用出空间能力后 葫芦瞬间消失 灵修不由感叹 这空间能力是真香啊 以后出门方便多了 不过这次复制速度倒是快了不少 难道说复制效率跟接触面积有关 就在这时 白双双走了进来 灵修连忙打起招 双双姑娘真是好巧 你也在太医院啊 我不是一直都在太医院吗 灵修文言暗自庆幸 还好她没看见不然就暴露了 对了公子 我还没问你来太医院干什么呢 我送从窗过来治疗 顺便也想着向你请教医术 要不就从整脉开始教我吧 好啊 只要公子想学就行 那我们就去那儿吧 脉相分迟脉 尘脉 伏脉 竖脉 每一种脉相的表现都不相同 在白双双的一番教学后 只见她伸出了右手 你现在可以试着整我的脉 告诉我你感受到的脉相 我在为你做详细讲解 却不曾想着正合灵修之意 可还不等她开心多久 就发现这家在进度丝毫不增 在一顿烧脑后 灵修终于想明白了 原来自己的能力跟艺术一样 存在一定的上限 只有不断觉醒才能提升复制数量 随后灵修一脸得意 等我二次觉醒了 一定把你拿下 可就在这时 灵修顿感后被传来熟悉的感觉 于是立马踪开白双双的手 开始认怂起来 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赵灵修文言转头就走 哼 我担心你出事 特意赶来结果你却在这里泡妞 灵修 你听我狡辩 呸呸呸 你听我解释 与此同时 王维已经醒来 不行 得赶紧告诉公子 这灵修不简单 不过我的脖子怎么这么疼 他当着小姨子的面条系美女 可小姨子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掏出一袋银子给他花 就在赵灵修被气走后 灵修连忙追上去解释 可他根本不信爱打嘴炮的灵修 于是便让他发誓 只见灵修张口就来 我对天发誓 与双双姑娘只是单纯的师徒关系 如有半句假话就让我 说到这他开始幻想起来 按照自己前世的海王经验 这时赵灵修定会出言阻止 并会说我相信你了 谁料赵灵修接下来的一番话 直接打破了他的幻想 你倒是接着说呀 是不知道怎么发誓了吗 既然你不会闹我来教你 如有半句假话 就让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此话一出 灵修直接摊牌布装了 好吧 我承认我就是想摸女孩子的时候 我不要脸 灵修 我真是越来越搞不懂你了 你以前逢人便炫耀于姐姐的婚约 反倒是现在不仅到处张花惹草 甚至还问我能不能解除婚约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不会是有喜欢的人了吧 灵修文言立马大方承认 你说的对 我不仅有了心上人 还是非他不娶的那种 说吧赵灵英陷入了沉思 我倒是知道你最近常去梨花院 难道是喜欢上了那里的戏子 灵修文言顿了数秒 接着便直接承认 连人选都给我备好了 不顺着说下去 岂不是辜负了他的美意 不过灵英对我的行踪如此了解 属实有点变态啊 赵灵英听完反驳道 戏子怎么能比得上我姐姐 一看你就不懂爱情 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就连他放的屁你闻着都是香的 那你既然都有心上人了 贵河还去摸女太医的手 贵河为了薛灵儿和别人大打出手 面对赵灵英的灵魂拷问 灵修男男道 我可不可以说这三个我都喜欢 你不会是小说 所有的漂亮女子 你都喜欢吧 那是当然 我只是想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这有错吗 谁料说了那么多 赵灵英愣是一句没信 差点就被你骗了 你这种人怎么可能不喜欢姐姐 一定是想在结婚前放纵放纵 这一手直接给灵修整大主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 反正我不会相信你了 再让我抓到你沾花惹草 小心你的第三条腿 与此同时 王威正往谷刚走出太医院 便开始吐槽起灵修 这个龟孙下手太黑了 打头就算了 脖子怎么还给我补一刀 这是一辆马车停了下来 王威立马抱拳行李 公子本来有机会费了他的 可是 我运气不好 一次两次都是运气不好 总不会次次都是运气不好 看来还是我太小瞧他了 另一边 灵修正在悠闲地泡着走 还时不时秀了秀刚到手的空间艺术 不过上次的刺杀让他心有余悸 于是便立马起身 准备帮大力也提升下实力 不一会 灵修领着大力来到了一间武馆 原来他是想找人替他引气 让其修炼武道从而提升实力 进入武馆 灵修这才明白为何会这么鬼 要知道一名地阶的舞者站立 就足以媲美觉醒武刺的艺术师了 就在这时 武馆管事走了过来 你们两个是来干什么的 我们是来请馆长引气的 价钱还有规矩我们都走 说罢管事便推开了身后的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只硕大的花猫 吓得两人瑟瑟发抖 这时管事介绍 他是我们馆主的宠物 你们不招惹他是不会主动伤人的 接着便说明了灵修的来意 可此时管主却心烦不已 莫来凡老子 阿虎现在病痒痒了 老子没得心情做生意 管事刚想回头告知 却发现灵修消失在了原地 我擦 人哪 原来灵修早已来到阿虎身前 利用兽语能力得知 原来是有根骨头卡住了阿虎喉咙 于是灵修出言道 我可以治好这花猫 管主文言大惊 接着灵修便说起了病因 根据我多年兽医经验 阿虎是被骨头卡住了喉咙 只要你们掰开他的嘴 把骨头取出来就行 此话一出 管主立马钻进了阿虎口中 不宜会便取出了一根骨头 见阿虎已无大事 管主立马变脸 多谢这位小兄弟 你们是来隐气的吧 来来来 马上就可以开始 于是灵修便换大力拿来银子 太好了 这是我们准备的一点心意 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直到你隐气成功 我都不收你一分钱 灵修文言大喜 他没想到不起眼的授予能力 竟无形中帮自己 省了这么多银子 以后等海棠姑娘熟身了 就拉他一起开家授医院 岂不是直接赚翻 之后大力在一次隐气后 便已经达到五道入门 反观灵修 直接抽干了管主 才堪堪达到入门 完了完了 他终于被小姨子制裁了 就在昨日灵修隐气成功后 现在只要轻轻挥出一拳 便能发挥出兵之艺术能力 虽然还达不到赵灵英那样 一拳打出音道的效果 但也算是不错 于是他便脑补出了一些画面 正当他得意之计 赵灵英也来到他身后 想什么呢 快跟我走 这段时间我看你进步很大 以前那样修行 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 跟我走 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 灵修文言心想 他这么积极 怎么总有点不祥的预感呢 片刻后 两人来到了天子院 灵修有点不敢相信 要知道这天子院 只住了十位天骄 而且每一个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于是便询问赵灵英 我一个黄自愿的学生 是不能进去的吧 在得到赵灵英肯定的答复后 两人来到了一间宾室 一张冰床赫然出现在眼前 没过多久 灵修就被动得颤抖起来 我说灵英啊 你要打死我就直说 倒也不必让我在床上冻死 赵灵英则一脸问候 谁要冻死你 你只要坐在床边 跟我一起修行就好 灵修文言这才放心下来 不过这直接坐上去 真不会冰屁股吗 小姨子在床上都看着这么轻松 这小小床边应该也没多大劲 可当他刚走到床边就后悔了 这劲道不亚于喝了两斤假酒 我就不信这样 你还有力气去勾三搭四的 灵修这才意识到上当了 真是大意啊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悬兵床 竟能把自己给掏困 没过多久便开口求饶 灵英啊 话说能不能让我休息休息 休息什么 实力重要还是休息重要 就这样几天之后 不管是薛灵二的盛情邀约 还是白双双的讨论医术 甚至是他最爱听的曲 灵修都一一拒之门外 这几天非人的折磨 996看了都要落泪 007看了都要跟我败把子当兄弟 刚回到家 灵修就泪摊在了床上 这几天每日都被压榨的一滴不剩 连给彩一送修炼手册的时间都没有了 不过经过这几天的魔鬼训练 我只差一层窗布纸就能再次觉醒了 片刻后 灵修便从床上跳了下来 并露出了一母笑 原来是赵灵音来通知他 说要离开王都一段时间 临走时还不忘嘱咐灵修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不要出去张花惹草 你就放一万个心 我肯定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谁料前脚刚答应的好好的 后脚就推开了彩一房门 感动不已 这太贵重了 彩一该怎么感谢才好 姑娘的歌声为我排解了许多压力与寂寞 这便是最好的报答 公子帮了我许多 我却还不知道公子的姓名呢 在得知灵修大名后 彩一惊讶不已 灵修 难道你就是和赵家大小姐有婚约的那个灵修 我一直好奇究竟什么样的男子 才能将他娶回家 没想到 现在算是看到了 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他 没有没有 公子宁一表人才 赵姑娘和您乃是郎才女貌的一对洋人 看着彩一落寞的神情 海王灵修一眼便看穿了他的心思 他这是对自己有意思 不过在想到暴躁的小姨子后 灵修立马愣在了原地 在彩一的多番白手下 这才回过神来 在回艺术院的途中 灵修决定先狗一波 等解除婚约后 再来把彩一拿下 结果刚回到院内 就碰到了孙教席 他惊讶地发现灵修进领气成功了 在沉思片刻后 只见他指着一旁武器说道 你去选一把衬手的武器 试着用真气覆盖住他 于是灵修拿了把匕首 开始尝试起来 就在这时 眼前却出现两个不明物体 原来是薛灵儿 过几天是我18岁生辰 到时候会在我家里设宴 你这次不会还要拒绝我吗 前几天实在是太忙 不得已才推辞姑娘 这次我一定不会失约 到时候我送你份终生难忘的大礼 对了 王维这几天没去烦你吧 不过说来也奇怪 王维以前都是围着秦婉转 这次怎么会为了我和你打赌 灵秀文言脸色一沉 他是手握大拳的永婷侯府大公子 却也是鱼塘中的一条高级鱼 就在刚刚 灵秀在得知王威 其实是秦婉儿的舔狗后 顿时菊花一紧 心想这件事定不简单 就在他遐想之际 李伯章却凑了过来 在看到灵秀手中拿着的请柬后 立马开始吹嘘起来 灵秀手段果然通天 在下佩服佩服 灵秀文言则一脸懵 这有什么厉害的 难道他没送你 要知道薛伯公府 掌上明珠的生日宴 哪是随便谁都能去的 武道客上这么多人 拿到情帖也只有你一个 这时灵秀却要杀人诛心 只见他指着正在练剑的王威 难道他也没有吗 按理来说 以他父亲的官职 应该能收到情帖 不过他上次比试书了 就算灵儿姑娘给他 他有脸收 可怜的王威就算听到 也只能暗自吐槽两句 很快便到了吃饭之际 两兄弟刚走到摘月楼前 灵秀却发现 王威走进了对面的天香楼 于是便改变主意 准备去天香楼一探究竟 可一旁的李伯章却出言提醒 别的酒楼倒是无所谓 这天香楼林兄还是少去为侯 要知道天香楼可是永平侯府的产业 永平侯曾数次前往赵家提亲 但都被赵家已有婚约拒绝 最为关键的是 永平侯手中权柄极大 广安侯 钟永伯 陈毅伯 还有东城令东城卫等 都是他的手下 有了这层关系 天香楼的掌柜就算接待你 你敢吃吗 灵秀文言刚打消念头 却遇到一位熟悉之人 于是立马象气打起了招 原来此人正是上次陷害灵秀的秦聪 你 你想干什么 我最近可没惹你 小伙子别怕 我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上次的是我知道你是受人指使 你只需要告诉我 背后之人是谁就行 秦聪文言立马开始胡言乱语 奈何还是灵秀计告一筹 我刚接到陛下通知 让我明天进宫制兵 我准备打断自己三根类骨 在告诉宫里来的人 你明知道我要进宫 还故意把我打成重伤 到时候你还是准备下自己的后事吧 在灵秀的威逼下 秦聪果断交带出了幕后主使 正是永庭侯府大公子杨轩 傍晚时分 灵秀如约来到了薛灵儿的生日晚夜 本还在和众人谈笑的薛灵儿 一眼便注意到了他 于是立马前来打招呼 今夜的灵儿姑娘 以往日更加漂亮 就在薛灵儿害羞之际 其身后凑来一只田狗 灵儿 这位兄台是谁 怎么以前从没见过 这位是平安伯府的灵秀灵公子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此话一出 诸多田狗这才放下心爱 原来是区区三等伯之子 根本不足为惧 可下一秒 众人纷纷投来妒疾的目光 只因他是赵灵俊的未婚夫 随后在薛灵儿的介绍下 三人都有着不俗的背景 但在灵秀眼里 他们都是渔堂里的普通渔霸 可在介绍到杨轩时 灵秀心想 这个应该是高级一点的渔 虽说眼前之人陷害过自己 但目前人多还不宜挑衅 于是便走上前与其打起招呼 杨兄 久仰大名 都是灵儿姑娘的朋友 以后我会多多照顾的 这时普通渔们 开始纷纷向薛灵儿献起殷勤 其中不乏各种珍宝 不过最为出众的 是未闻远送的一枚高级园金 这可把灵秀缠坏了 要知道这种高级园金 是可以提高觉醒几率的 这哥们为了泡妞 可真是下了血本 就在这时 众人纷纷开始起红 想看看灵秀准备了什么礼物 薛灵儿见状连忙解围 灵公子的礼物 前几日就已经送我了 我非常喜欢 可灵秀却掏出一根主管 其实今晚 我还为灵儿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说罢只见他单手朝天 一枚炮杖暴射而出 众人顿时鸦雀无声 片刻后 魏文元捧腹大笑道 哈哈哈哈 你送给灵儿姑娘的礼物 不会就是一枚炮杖吧 可刚等他说完 只见灵秀身后出现众多火星 朝天空暴射而去 随着一声一声的炸响 五彩斑斓的火星在空中翩翩起舞 同时也成功俘获了薛灵儿的芳心 谢谢你灵秀 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所以说追女孩子要学会搞浪漫 只会砸钱的土鳖注定只能当冤大斗 若他设事未深 就带他看见人间繁华 若他心已沧桑 就带他做旋转木马 宝怎么学会了吗 这是薛灵儿感慨道 如果你不是平安博之子 那该多好 九国三巡众人纷纷散场 此时杨轩却夸赞起灵秀 灵秀的礼物真是别出心裁 看得出灵儿姑娘很喜欢 灵秀文言准备摊牌 这里没有其他人 其实你不用那么装的 我知道天香楼一试 是你在背后指使 行踪找我麻烦 想必也是你安排的吧 灵秀说的话 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不得不说你的计划不错 可惜找的人不咋样 以后继续努力啊 灵秀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此话一出 杨轩瞬间脸色大变 本来还想让你再快活一段时间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回到家中 灵秀看着手中的元金心想 今天故意挑衅杨轩 他一定会沉不住气 再次出手 眼下得赶紧提升实力 必须立刻冲击二次觉醒 于是便立马尝试吸收元金 眼看着就要成功突破 可最后还是差了一点 好在还有不少余粮 熬战一夜后 一大早 灵秀就用兽语能力叫大黄过来 刚睡醒的大黄一脸蒙蔽 谁在说话 这院子里还有第二条狗 灵秀文言上去就是一个大笔兜 你骂谁是狗呢 组织要交给你个任务 办好了有鸡腿 他是平平无奇的小小书生 可他却能与各种动物沟通 甚至连皇上身边的宠罪 都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就在灵秀和杨轩挑明立场后 回到家中 灵秀心里开始不安起来 如今看来杨轩定不会放过自己 在这个世界只有拳头才是硬道理 于是连夜开始二次觉醒 四日一早 灵秀便给门口的大黄 安排了一个任务 几日后 下人前来汇报 公子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安排好了一切 就等鱼儿上钩了 杨轩文言很是满意 可当他听到 灵秀一连七日闭门不出 只有一条大黄狗偶尔出来觅食时 也是被气得不轻 但又立马冷静下来道 不要急 等他出来 另一边 灵秀无奈地叹了口气 宫里若再不来人 我就要憋死在这个鸟地方了 地旁大黄提醒灵秀 立马两眼冒光 可终于把你给等来了 白双双文言很是好奇 灵公子在等我 是不是贵妃娘娘让你来的 那只异兽的病情又反复了 听得白双双一脸问号 灵公子 你怎么知道的 那只灵宠患的是心病 岂是出一次功就能解决的 此话一出 白双双立马投来崇拜的目光 灵公子果然一颗玲珑心 哪怕是一只灵兽 都能设身处地为他着想 双双自愧不如 为了安全起见 灵秀便让他先行回宫 自己则偷偷从后门溜了出去 走之时还不忘夸了下大皇 是只靠谱的哈基密 然而此时大皇正在前门吸引注意 监视之人也是纳闷不已 这都多少天了 怎么还不出门 殊不知 此时灵秀已经来到了宫内 臣参见陛下 参见贵妃娘娘 贵妃文言连忙招呼灵秀过来 帮忙查看南南病情 皇上也在一旁附和 只要你能治好贵妃的爱宠 朕重重有赏 于是灵秀便以看病为由 将南南抱进了房间 接着一巴掌拍在了他屁股上 别装了 起来看 被惊醒的南南一阵怒吓 谁 谁摸老子的屁股 别找了是我 南南一脸蒙蔽 你能听懂我说的话 难道你也是老虎 灵秀文言大惊 难道你不是猫吗 你才是猫 你全家都是猫 本公主名叫白灵 是尊贵的虎族 在其一阵吐槽后 灵秀也是一脸无奈 这小家伙 看起来还真是憋坏了 于是连忙安慰道 好了好了 你的委屈我都知道了 我会帮你传达的 南南文言一脸坏像 你这人还挺上道的 那你以后可不可以经常来陪我玩呢 随后灵秀开始忽悠起他 要我经常陪你玩也可以 但你要听我的话 帮我演一场戏 与此同时 屋外的贵妃极其担心 见房门被打开 连忙上前询问 灵秀 南南的情况怎样 然而灵秀却一秒入戏 请问贵妃娘娘 灵宠平日都吃些什么食物 一旁宫女搭档 平时都是用最精细的鱼片 灵宠的食物我们可不敢马虎 这便是问题所在了 这灵宠虽长得像猫 实则她是虎族 她应该是不喜欢吃鱼 更何况天天吃一样的食物 换作谁都无法忍受的 魏妃文言急忙询问 那应该给南南吃些什么呢 当然是鸡肉 牛肉什么的 总之花样可以多写 片刻后 看着不断进食的南南 贵妃大喜 太好了 南南终于吃东西了 随后便扭头看向灵秀 你真的不考虑留在本宫身边 幸好皇上帮其解围 这可使不得 贵妃要谁都可以 灵秀是真不行 这样吧 赠给她一个牌子 让她每隔一日进宫来照顾灵宠 见贵妃妥协后 灵秀这才放心下来 可没过多久 她又担心了起来 只要给南南吃这些 她就不会再生病了吗 其实食物只是一个诱因 至于真正的病根 其实上次已经和娘娘说过了 贵妃文言愣神数秒后 不由哀伤了起来 本宫也命人经常带她出宫 可并没有什么作用 灵秀立马解释 或许因为您才是她的主人 我想如果是娘娘 您亲自带她出宫 情况或许就不一样了 此话一出 朱总管立马怒斥 放肆 贵妃娘娘千金之躯 万一出了什么是谁担待得起 灵秀见状连忙拱手认错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贵妃竟当众撒起了娇 皇上迫于无奈 只能吩咐朱总管代谢人守护着 灵秀文言心里暗笑着 没想到下国一国之君 居然怕老婆 灵秀见目的达成 便先告辞回府 并约定半小时后 在摘月楼前集合 回府后 灵秀连忙招呼大黄过来 在确认他们还在外面监视后 便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大门 冰烧的见状 连忙吩咐一旁小弟去通知杨轩 然而此时 灵秀已和贵妃碰头 只见她心情极好 你说的果然没错 我带嫩嫩出来之后 她立刻就变得精神起来了 可她不知的是 这正是灵秀的计划 片刻后 贵妃一脸茫然地询问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灵秀继续忽悠道 灵宠在宫里肯定闷坏了 不如您带着她在街上逛一个时辰 就当做普通逛街就好 贵妃闻言一阵惊恶 逛街 我从没逛过 要怎么做 她是久居深宫的贵妃娘娘 却在外抛头露脸逛起街来 原来这一切都出自灵秀之手 来到宫外的贵妃也彻底放飞自我 宛如小女人搬逛起了首饰摊 身后朱总管见贵妃如此开心 不由感叹道 娘娘已经许久没有如此开心了 这平安博之子虽然鲁莽 却阴差阳错办了件好事 在一通疯狂购物后 朱总管连忙提醒 夫人 午膳的时候到了 听说摘月楼的饭菜味道不错 要不要去那里用膳 贵妃刚扭头答应 却被灵秀出言阻止 我听说附近有一家小店 江南菜做得不错 夫人要不要尝尝 贵妃一听是江南菜 立马两眼放光 好 就去你说的那家店 途中朱总管不断劝解 夫人 小店的人来路不明 恐怕奈何贵妃趋意已决 别人又不知道我的身份 我们就普普通通吃个饭而已 片刻后 凝朗满目的菜肴 铺满了整个饭桌 贵妃吃的也是极其满足 可没过多久又赶伤了起来 家里虽然也有江南大厨 但菜送过来时都已经凉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尝过 这种家乡的味道了 就在两人谈笑之际 殊不知 此刻杨轩的眼线正在门外盯着 片刻后探子回来禀报 林秀正在街头勾搭一名美妇 那夫人长得漂亮还极有韵味 两人吃过饭还商量着 要去梨花院听曲 此言一出 杨轩气愤不已 他和林郡已有婚约 竟还敢在外面沾花惹草 告诉汪红立刻动手 另一边 梨花院二楼雅间中 采仪正深情演唱的动人歌谣 贵妃听着熟悉的江南小调 不禁感叹江南真是个好地方 可惜我已经十多年未曾去过了 你今天特意安排这些 是知道了我是江南人士 林秀文言连忙回道 我听夫人平日里说话 偶尔会有江南腔调 便猜测夫人应该生在江南 这时贵妃很是诧异 你从小在京都长大 听得出江南腔调 林秀顺嘴脱口而出 我有个前女 是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江南人士 所以听得出 就在林秀庆幸没说漏嘴时 贵妃缓缓道出 你有心啊 伴随着悠长的小调 他心想 这次算我欠你一份人情 为你做的这些事 就当是报答了吧 一曲过后 贵妃南南道 你的法子果然不错 南南的精神好多了 此时林秀还不妄 向彩衣抛起媚眼 彩衣姑娘歌声动听 我平日修行累了 都会来此听取放松 一旁彩衣文言 小脸修得通红 这时贵妃缓缓起身 你倒是懂得享受 今日出来太久了 往后你有空 多来看看南南 林秀在送贵妃之际 心中满是疑惑 讲道理 带贵妃已经赚了一个多时辰 为何杨轩还不动手 就在一行人走下楼时 林秀开始心急起来 上次在生日宴后 故意挑衅杨轩 就是想击她再出手 要是这次计划失败 下次可就不知道 得等到什么时候 与此同时 一位壮汉拦住了众人去路 哟 这是哪来的小美人 你长得这么漂亮 不如跟我算了 我可比你身后的小白脸强多了 林秀见鱼儿上钩 双眼瞪得跟同龄似的 这时壮汉的手 却不老实起来 然而林秀却一把 抓住壮汉的闲珠手 然后一巴掌将其拍飞 身后同伙立马将其扶住 丁一掌将其心脉拍碎 接着便生死力竭地表演起来 大家快来看那杀人了杀人了 几人刚喊两句 不快就立马冲了进来 是谁杀了人 同伙则直接指认灵秀 不快闻言问也不问 直接下令将其带走 灵秀见目的达到 同时还不忘博取贵妃同情 夫人你先回去吧 这外头不安全 贵妃闻言立马缓过神来 朱总管回去之后 速将此事禀告陛下 让他必须还灵秀清白 画面一转 皇宫之中朱总管正在汇报此事 那无赖身边之人在搀扶时 已真气震碎了他的心脉 而且捕快几乎同时出现 陷害灵秀一事 应当还有东承崖的参与 皇上闻言立马询问 贵妃没事吧 娘娘没事只是有点生气 他让老奴转告陛下 务必还灵秀清白 这时皇上冷谋一闪 清白 他可算不上清白 这些事可都是他一手促成的 但都又处处符合常理 可谓手段极其高明 你还记得有一次 朕召他治兵 他晚来了小半个时辰吗 那次他也是被人陷害 抓进了东承崖大牢 还是小李子亲自去捞的人 他只要说朕会召他进攻 哪个牙们敢抓他 这时朱总管才恍然大悟 这么说来 这一次也是他算计好的 这小子看着老实 心黑着呢都算计到 朕和贵妃头上了 朱总管此事气愤不已 简直是胆大包天 陛下一定要严惩他 绝不能姑息 就在这时 只见朱总管被一脚踹飞 狗奴才 本宫让陛下还他清白 你可这说什么胡话呢 你们这些人 整天算计来算计去 自己的心脏了 看谁都觉得脏 朱总管闻严厉马跪地求饶 地旁皇上也被整个一击领 陛下本宫很喜欢他 你一定不能让他受委屈了 皇上连忙答应 随后便下令 朱总管你马上去东承崖 把灵秀给救出来 贵妃见此事已了 便转身安心离去 朱总管临走时还不忘问一句 陛下真的不择罚他 这个小家伙 年纪不大却机敏过人 身上又没有顽固之气 最重要的是 他娶赵家的那位天骄 正很放心 男人当众杀人 被抓后反而开心不已 最为离谱的是 审安的成令却被抓了起来 只因男人有个宠幸 他的贵妃娘娘 而且他也是被人设计陷害 被抓的灵秀 很快被带到了东承崖 东承未见又是这个煞心 瞬间满头黑线 但这次是成令大人亲自下令 让他审理此案 他也只能听命行事 这时灵秀却冲他摆了白手 东承未立马心领神会 于是直接开始演了起来 哎呀 不行了不行了 本官的肚子好痛 你们去告诉成令大人 这案子还是他自己审的 从堂之上 只见成令拍案怒吓 灵秀 你当众杀人一事 还不速速如实招来 可他文言却丝毫不慌 既然是人命案子 东承崖似乎没有审理的权限吧 你可是清理斯文书 若真把你交给他们 只不定他们会怎么为你开脱 不如就由本官先审一遍 再将卷宗移交给刑部司 这才算得上公证 你这般做法和鬼子有何区别 我有没有杀人 难道大人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成令文言暴跳如雷 简直无法无天 竟然公然挑衅本官 来人给我重重的用刑 仙杖刑在展刑最后迁行 直到他招供为止 话音刚落 只见一枚飞镖直接击碎了令牌 此刻成令慌张不已 密真思 你是密真思的人 灵秀剑救兵已到 连忙叫嚣起来 呦 东承令大人也有怕的人了 成令当场下晕了过去 灵秀则立马拱手向朱总管道谢 谁料他却警告灵秀道 这一次是娘娘护着你 倘若下次再敢打陛下的主意 恐怕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灵秀剑计谋被看穿很是尴尬 心想看来羊毛还是不能逮一个好 才算计了他两次 就被下皇反应过来了 随后他见此事已了 便匆忙向朱总管告别 可刚扭头却闻见一阵恶臭 于是便寻着味道扭头看去 原来正是刚被靠来的东承位 只见他嘴里还埋怨着 没想到在茅房蹲了半个时辰 终究还是没能逃得过 灵秀见其被抓 便出言替他开脱 朱总管 此案应该和东承位无关 方才他还提醒过我 朱总管闻言扭头道 既然如此那就把他放了吧 另一边 杨轩刚回府手下就匆匆来报 公子是已经半途 这种罪名灵秀他逃不掉 杨轩闻言极其开心 心想着只要落实灵秀的杀人罪 赵家便绝不可能让灵俊嫁给一个罪犯 谁料他刚回到府内 就被得知此事的永平侯质问 我听管家说 你在和平安博之子作对 杨轩闻言脸色一沉 爹他配不上邻居 若是太子和赵王做他夫君 我自然是没话说 但是那个废物灵秀就是不行 那你恐怕要失望了 陛下是不会让他们两家解除婚约的 就在两人谈话之际 朱总管带人闯了进来 永平侯啊永平侯 不是咋家说你 侯爷你英明一事 但对于杨大公子实在疏于管教了 这次他可是捅下了天大的篓子 说罢便下令将其拿下 与此同时 灵秀来到了贵妃所在的长春宫 难难见其道来开心到起飞 没想到你这么守心用 这么快就来看本喵不本公主了 在灵秀将其暴入怀中后 贵妃便急忙询问 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吗 在得知灵秀没事后 立马傲娇起来 让他也不敢不听本宫的话 不然本宫非扒了他的皮不渴 此时灵秀尴尬的笑了笑 心想反正计划已被夏皇看穿 还不如坦白从宽 谁料得知此事的贵妃 非但没有怪罪灵秀 反而数落起杨宣来 这个姓杨的真是可恶 本宫最讨厌这样阴险狡猾的人了 不过反倒是你 平时看起来呆呆的 进门想到和一等侯府抗衡的好办法 真是让我另眼相看了 贵妃娘娘你这也太双标了吧 双标这是何意思 就是说我和杨宣明明做了同样的事 但你却说他阴险夸我聪明 贵妃文言哭哧笑出了声 你对南南好 对本宫好 我都看在眼里 往后你就是我长春宫的人 谁敢欺负你 本宫定替你做主 以后我罩着你 此话一出 灵秀顿时有种被包养的感觉 为了更进一步拉近关系 灵秀便对南南说了一通授语 说罢只见她慢慢走向贵妃 对着她的脸巴唧就是一口 南南的这一操作 直接让贵妃乐开了花 快说是不是你叫南南这样做的 学生哪有这个本事 想必定是娘娘天资国色 就连灵宠也抵挡不住您的魅力 贵妃听得掩面一笑 罢过妞的都知道 只要不停地夸她 就算再漂亮都能被你拿下 然而灵秀却把她发挥到了极致 贵妃娘娘您真是美若金莲 就算和明和公主站在一起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姐妹呢 却不料被树叉上的人听了正着 呸不要连马屁金 两分半钟后 贵妃已经被她完全拿捏 还声称要向皇上提议 提升下自家的爵位 在灵秀告别贵妃后 刚走两路 灵和就气聪聪地走了过来 嘴里还大骂道 厚言无耻 马屁金 我怎么就马屁金了 你说贵妃娘娘和我站一起 像一对姐妹话 你什么意思 灵秀文言脱口而出 公主和贵妃娘娘 眉眼之间确实有点相似 灵和听完似乎觉得有点道 贵妃和父皇是表兄妹 真算起来 我和她确实可能长不相 就在她遐想之际 灵秀却咧嘴难难道 小丫头骗子 看我怎么忽悠你 说罢便立马大喊起来 贵妃娘娘和公主站一起 的确像公主的妹妹 反应过来的明和 直接就要剁了灵秀的第三条 还好她跑得快 不疑会便来到了清丽丝大牢 原来她是想从杨轩嘴里 套点有用的情报出来 于是便掏出了一个包子 新鲜出炉的你要吃吗 明日你就要被流放三千里 再不吃 这辈子可能都吃不着了 杨轩文言却质疑道 这是巧合 还是你一手设计的 薛宁儿生日那天 你故意激怒我 之后便闭门不出 一方面给了我充足的准备时间 同时又让我心情焦躁 这样 等你一出门 我便会迫不及待地动手 而你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说服贵妃出宫 只带我自投罗网 你可真是个老硬币啊 说完便一把 抢过灵秀手中的包子 其实我有个问题没明白 你以前胆小如鼠 那天为何不惜得罪秦聪 也要为一个女子出头 这可不是我了解的灵秀 灵秀文言不禁感叹 没想到 第一个问出这个问题的 竟然是自己的敌人 然而灵秀也有不明白的敌人 我调查过你的人品算好 可为什么非要和我过不去 灵秀听完直接实话 被包办婚姻就算了 竟然还被未婚妻的舔狗陷害 于是他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刺杀我的刺客是你找的吗 杨宣文言直接扭头否认 最后便大笑起来 看来王都有很多人想让你死了 而你也猜不到到底是谁 这样看来我也不算输得彻底 刚从牢房出来 灵秀就跑到了梨花院 彩衣的艺能他可是缠了很久 也顺带着吃点豆腐 没过多久彩衣便害羞了起来 公子 我看书上说 艺术是不能通过把麦看出来 灵秀则立马缩回了猪蹄子 果然女孩子还是不要读太多书 接着便准备岔看话题 对了 为何今日离花院为开门做生意 上次出了人命案子 官府封了这里 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开门了 灵秀则放下了手中茶杯 表示现在就去帮忙催催 彩衣见其要走很是失落 那就有劳公子了 此时海王灵秀也嗅到 毕丝后宫的味道 彩衣果然对我有意思 要不是有婚约在身 最多三天必把他拿下 于是便在心中暗自发誓 无论如何都要守好这个家 可权贵们掌握着 军队 古地 人口等实际权利 虽说这些年夏皇一直在缩紧分分 但在这种情况下 赵家还能实现爵位五言跳 完全就是因为有两个 钱不无量的女孩 说到底还是得提升实力 如今看来只能课金 才能快速提升 可现在元金的价格被炒得很高 在他一顿烧脑的计算后 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没钱 就在他为钱发愁之际 李总管突然来到府内 并从怀里掏出了圣旨 随后便宣读了起来 林公子 平安伯接旨 他是把外狂扑李秀哥 时常发挥能把原告送进去 正常发挥献太爷也得进去 若是超常发挥 就算是当今圣上 头上多少也得带点绿 就在贵妃许诺给林家升官后 隔天 李总管就带着圣旨来到了林府 因林秀数次救治贵妃林丑 为其排解忧愁其心可嘉 其日起 平安伯升为二等伯 四两天百母压患奴仆实名 一家三口文言惊恶不已 林秀本以为分封已经缩紧 却没想到也就是贵妃一句话的事 随后林母连忙掏出一定元宝 塞给李总管道 公公辛苦了 您拿着路上买点水喝 就在送走李总管后 墙角却冒出了两个小脑袋 林秀便好奇询问 你们怎么来了 原来正是之前林秀帮其开脱 不仅为其避了灾祸 还让他直接升任成了东城令 此次前来 正是来拜谢救命之恩 林秀见其颇有诚意 便好言提醒 吴大人既然做了父母官 以后可要多为百姓着想 若是在想着攀附权贵 你前任的下场你也看到 下官谨记公子教诲 接着林秀便让其解封下梨花院 并多多照拂下院中彩衣 东城令文言连连点头 可这时林秀却指着其身后问道 你背后那些是什么 这是下官为公子准备的谢礼 还请笑纳 看着一车的白酒 林秀立马就想到了好兄弟李国章 谦卑不醉是吧 这回高低给你安排明白 你那雷霆之力 哥们我可是想要好久了 次日一早 林秀便来到了艺术院 顺便还带了他熬战一夜 才调制而成的科技与狠活 可还没找到李伯章 就先遇到了薛灵儿 林秀 你说你多久没来上课了 家里遇到些事情 就请了几天的假 不过几日不见 灵儿姑娘怎么又变漂亮了 薛灵儿文言小脸一红 就你会说笑 就在这时 迎面走来的一位大孝子 灵儿姑娘 这是我家传的玉璧 我想把它送给你 我喜欢你 做我的女朋友吧 薛灵儿文言惊讶不已 随后立马出言拒绝 对不起 我一直以来 只把你当朋友的 一旁看戏的灵秀一脸健样 哦吼 我仿佛听见了 春心萌动少男心碎的声音 事后薛灵儿还埋怨道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我只把他们当朋友 可他们却总想让我给他们生孩子 当然是灵儿姑娘太有魅力 是个男人都想把你娶回家 薛灵儿文言立马娇羞起来 那也包括你吗 哎 可惜我有未婚妻了 海王和绿茶的较量 谁段位高谁就赢 你可别怪我 此时他也只能作罢 人家跟你开玩笑的 事后 灵秀也是在湖边找到了李国璋 两人畅聊一番后 李国璋便出言提醒 灵兄虽说泡妞手段高超 但作为你的朋友 不得不提醒你一句 薛灵儿可是薛国公的掌上明珠 你可别玩火自焚 灵秀文言拍了拍他的肩膀 李兄放心我自有分寸 其实他本就奔着薛灵儿亦能去的 不过他的身体 还是可以考虑下的 说起来 李兄年龄与我相仿 不知可有婚配 我们这种人 若是被婚约束缚 未免也太可怜了点 灵秀见气氛已经烘托到这份上 便立马掏出了早已备好的黑科技 既然李兄有故事 我又有好酒 不如喝点 嗜酒如命的李伯璋 直接就被香迷糊了 这酒香也太浓烈了 灵秀见状很是满意 结结结 能不能吗 十大坛就蒸馏出这么点 以这一能为凶就孝纳了 二分半钟后 就在他回家途中 一辆马车停在了他身旁 这位公子 下这么大的雨 不如我烧你一程吧 灵秀刚想拒绝 长剑已抵到了他的脑门 幸好被骑闪了过去 可同时杀手已持剑刺来 闪躲不及的灵秀 硬生生扛下了此剑 好在寒冰即使挡在了胸前 但随着杀手的用力 冰层也被一点一点破开 灵秀见大事不妙 直接使用了刚复制的雷霆能力 只见紫色雷电瞬间麻痹了杀手 就在这间隙 灵秀立马又用了励志异能 一拳狠狠地砸在了杀手胸口 只见其一口老血喷出 人也顺势倒飞了出去 然而此时灵秀也受伤极重 随着视线逐渐模糊 人也应声倒了下去 男人遇刺奄奄一息 可他不仅没有死 反而获得了治疗能力 就在灵秀拼死反抗后 虽然成功击杀了刺客 但自己也脱离倒地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已经回到了家中 灵母见其醒来连忙询问 秀儿 你总算醒了 现在感觉如何 伤口还疼不疼 这般关心的话语 让从小就缺失母爱的灵秀感动不已 娘你放心都是一些皮外伤 没有伤到要害 其话音刚落 白双双就匆忙赶了过来 大家让一让 我是太医院的院医 特来给灵公子治疗 麻烦大家都先出去一下 待家人离开后 灵秀文言便退去了上衣 那就有劳白姑娘了 白双双看着石块傲人的腹肌 不禁咽了咽口水 在灵秀的提醒下 这才缓过神来 随后她便将双手搭在其胸膛上 羞着小脸低头喃喃道 我这就为灵公子治疗 殊不知在这过程之中 灵秀也在复制她的艺术 两分钟后 白双双由于长时间使用能力 直接瘫倒在了灵秀怀中 灵公子 我不行了 我明白 双双姑娘此次为我治疗 恐怕是原力都耗干了 我这就送你去休息片刻吧 康复后的灵秀 看着手指凝出的蓝色能量 也是开心不已 没想到之前用了那么多办法 都没能复制来的艺术 这次居然这么轻松就获得了 这波可真是血传 就在这时 大力突然告知 少爷 清丽丝的柳大人来了 书房内柳如续说道 林大人 下官奉命调查此事 有些问题还要劳烦大人告知 聚查证刺杀您的人 拥有玄界上镜的武道修为 而林大人的艺术 也才刚觉醒两个月 请问您是怎么反杀掉他的呢 这一针见血的询问 着实让灵秀心绪不已 说着也巧 前不久我的兵之艺术刚二次觉醒 昨日就遇到了那个刺客 就在他要刺中我的要害时 我立马在胸口凝结了一层冰甲 这才没有被伤到要害 随后我便将真气凝聚到拳头上 全力轰击他的心口 即便灵秀百般开脱 但柳如续此时并不相信 我说了 那刺客是玄界上镜 以林大人刚引气的武道修为 是不可能破开他的防御 并一拳击杀他的 也许他当时把所有的真气 都灌注在了兵气之上 导致体内空虚 无法用真气护体 这才被我侥幸击杀 其实灵秀之所以能击杀他 是运用了垫麻木原理 人在被垫击时肌肉会短暂麻痹 高手对局一瞬间就足以致命 柳如旭文言这才堪堪相信 但还有一事让他很是好奇 林大人出门为何不但护卫 还穿着下人的衣服 柳大人应该也知道 前不久我也遇到了一次刺杀 从那以后为了不被人注意 我偶尔会乔装成下人出门 看来那伙人怕是盯上你了 大人可有怀疑的对象 灵秀文言摇了摇头 暂时还没有 此时柳如旭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林大人不妨想想 你都如此乔装打扮了 那些想刺杀你的人 又是如何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的 此话一出 灵秀顿时灵光一闪 我从后面离开时 好像撞见了一个小厮正在打扫马厩 就在这时 大力匆匆跑了过来 他有个独特癖好 就是喜欢触摸别人身体 只要成功触摸 就能复制他人全部能力 因此他拥有 力大无穷的励志艺术 冰冻万物的冰之艺术 治愈一切的治疗艺术 还有雷霆艺术 兽语艺术 英之艺术 紧紧一拳便可越接杀敌 可他却偏偏选择 做个别人口中的小菜鸡 就在刚刚 在柳如旭的提醒下 灵秀顿时灵光一闪 想到了之前在从后门离开时 被一个正在打扫马厩的小厮撞见 还不等他多想 大力就急匆匆地跑过来 少爷 大事不好吗 灵无死了 随后两人便来到了事发地 在经过一番探查后 柳如旭表示 此人应该是服毒自杀的 见他如此果断 并是别人豢养的死士 此刻灵秀也很难闷 这些人可都是陛下赏赐的奴补 不知柳大人能否查到来源 柳如旭文言也泛起了难 宫里的赏赐都归内务司馆 他们也是从外头买入 其中环节繁琐很难溯源 此时灵秀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来这不是轻力似能插手的案子 其刚说完柳如旭却询问起 前些十日亡员外的案件 林大人到底是怎么看出王二是凶手的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复盘 自认为没有遗漏任何线索 还请林大人解惑 灵秀文言心绪不已 随后便出言堂塞了过去 待柳如旭走后 灵秀便开始思索了起来 照目前看恨到要杀了我的人 难道会是永平侯 这也不应该啊 杨轩刚被判处流放 就算是永平侯 也应该等事情平息后再动手 否则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就在他遐想之时 大力却突然冒了出来 少爷 老爷和夫人叫你过去 片刻后 灵秀便来到了大堂之中 只见其父很是担心 秀儿 你实话告诉我们 究竟是谁三番四次想要你狗命 灵秀文言满是心酸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此话一出 其武立马就看出了原有 一定是那份婚约 邻居那么优秀 而你却唠叨淌口水 导致人人都想跟你争 是我们灵家娶不起 既然这样的话 娘不求你能出人头地 只想你平平安安 这可把灵秀听来尽了 莫非他们终于想通了 要下定决心毁婚了 小爷海王的心愿 难道就在今天要实现了 可这时 他的脑子里竟闪出了赵灵音的声音 着实吓得他一哆嗦 刚缓过神来 却见父母正在商量其婚约之事 在二人你一言我一语之后 最终决定不娶灵俊 娶灵秀听后便开始斟酌起来 一年365天都能修行 想到这他不禁捂住了额头 我真是该死 想当年我可是号称夜店小王子 怎就幻想起婚后生活了 随着脑海里不断闪出的画面 灵秀小脸瞬间羞红了起来 糟糕糟糕买尬 小秀秀爱上了小姨子 他不仅拥有倾国倾城的容貌 还有着如天籁般的嗓音 可他却甘愿做别人的小妾 只因他爱上了海王灵秀 以他高超的辽媚技巧 就算是当朝的贵妃 都能软饭硬吃 就在刚刚 灵姆决定不娶灵俊改娶灵姻 此话一出 灵秀的小脑袋中 不断闪出小姨子的画面 他这才意识到 难道自己已经喜欢上他了 随后便故作镇定地表示 灵姻这段时间跟他父母去省亲了 不如等他们回来 就上门商量换人的事 要是真能换成灵姻就好了 谁料他刚说完 立马就被灵妇出言否决 你要知道 这份婚约从灵俊和你出生起就已立下 并且只针对你们两人 你现在去提要换人 赵家的面子往哪搁 灵姆文言也是心疼不已 但也无可奈何 此时灵秀一阵无语 眼看着就能遨游大海 结果却空欢喜一场 不过眼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那就是他想把府里新来的下人全部遣散 灵秀的提议也得到父母的赞同 他们也察觉得出 上次刺杀之事有些蹊跷 那些人完全不可信 在得到父母的支持后 灵秀扭头说道 爹娘这事就交给我来处理 我先去叫王沈炖锅鸡汤 双双姑娘为了救我 原力都耗尽了 灵母文言立马调侃道 秀儿 你跟那个双双姑娘是什么关系 我看他人老实又关心你 赵家姑娘是指望不上了 娘和你爹可都想早点抱孙子呢 刚说完灵秀则撒腿就跑 爹娘我还有事就先溜了 次日一早 他便带着大力来到了梨花院 原来眼看着赵灵英即将回来 他想趁这段时间再潇洒潇洒 不然等他回来 又要过上天天被榨干的日子了 随后 灵秀便来到了彩衣的房间 却发现他正在带人练场 没想到彩衣姑娘做老师时 样子可真严厉呢 近来生意如何可有人来闹事 彩衣见识灵秀 脸颊不由地泛起了红韵 灵公子你可别戏弄我了 上次东城令大人亲自过来 将几个爱闹事的破皮无赖抓了 现在哪还有人敢找我们的麻烦 这还要多谢灵公子呢 我只是顺嘴提了句他倒会办事 毕竟若是梨花院倒闭了 我可去哪听取去 彩衣文言小嘴一撇 王都戏楼多的是 怎么会没地方听取 这是海王灵秀开始表演 可那些地方都没有你 此话一出 彩衣整张脸开始烧了起来 小女子唱功拙劣 哪能比得过人家 她们唱功再好 可我还是只喜欢彩衣姑娘 此时灵秀看着娇羞的她 心想是不是聊太狠了 要是擦枪走火了 等灵音回来自己怕是大龙不保 于是便立马岔开话题 对了 刚才上楼时 我看班主愁眉苦脸的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彩衣文言叹了口气 哎 其实还是为了银子 班主心善收留了 不少无家可归的女孩子 但戏楼生意一般 眼看着就要入不敷出了 这好办啊 你让他们都来灵府 不瞒你说 我家正好要招一批庸人 要求不高手脚勤快就行 彩衣听完犹豫不已 接着便询问 他们真的可以吗 那是当然 班主收养的人根底干净 我用着放心 尽灵府不用入奴籍 工钱够他们温饱 班主也省心不适 在得知消息后的姑娘们 上门来拜访 说把灵秀便告别回府 在其走后 班主撇向一旁彩衣道 彩衣啊 连我都看出来了 灵公子确实待你与众不同 班主 你可不要乱说 吴公子 东成令 再加上这回 灵公子里里外外的 帮了梨花园这么多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谁 但你得好好想想 他的未婚妻是赵灵俊 那样的天娇 会允许他内窃吗 彩衣文言失落不已 我也想像他们一样伺候灵公子 就算只是端茶地水 可是 他是一个八十岁老头 但却有个三个月大的儿子 老莱德子本该喜笑颜开 可他却跑到衙门大哭起来 原来是儿子被人给顺走了 就在刚刚 灵秀领着姑娘们刚回到林祖 就发现府外多了不少牙医 还不等他多想 朱总管就走了过来 林公子 你可算回来了 贵妃娘娘在听到公子被刺杀一事 立马就去找陛下好好说了一通 于是陛下便下令 加强平安伯府周围的警戒 并特派了多名立真司的人暗中保护你 大家应该很好奇皇上为何这么宠贵妃 三弟特意去查了下 原来贵妃是皇帝的表妹 太皇太后的孙女 为了躲婚才进宫的 皇上也承诺如果她爱上了别人 就会让她假死出宫 再透露个更劲爆的消息 就是夏皇对大龄女性特感兴趣 那么回到现在的剧情 此时灵秀这才明白 但却又开始担忧起来 然而朱总管一眼就看出了她担心之处 林公子你且放心 密真司的人最擅长伪装了 绝不会让人看出端倪 从而影响你的生活 不信你看 灵秀文言顺势看去 只见密真司沃龙奉处 两人极为显眼 随后心里不禁吐槽 这怕不是两个傻子吧 他们是不是对伪装有什么误解 但嘴上却说道 请朱总管替我多谢陛下和娘娘 在她走后 灵秀便思索了起来 以后被这么多人监视着 又要怎么隐藏我会多种艺术的事呢 这个世界要是有艺容艺术就好了 可就算有只要她不抱我 别人就不可能知道 还是以后再做打算吧 次日一早 灵秀便来到了清丽丝 可奇怪的是 怎么上班时间一个人也没有 结果刚走进那堂 一个牙役就急匆匆的跑了出去 在其询问下得知 原来对门沉原外 昨晚儿子丢了 正悬赏一千两寻人 所以大家都去找人了 灵秀文言欣喜若狂 竟然有一千两 正愁三次觉醒没钱客呢 结果就有冤大头来送钱了 片刻后 灵秀便也来到了案发现场 此时沉原外正在向柳如旭哭诉 大人啊 我都八十多了 才有了这么一个毒子 你可一定要帮我找回来啊 灵秀文言立马就想到了办法 只见他拿起床中的被褥 并询问起一旁的乳娘 这是小少爷的 在得到他肯定的答复后 便拿着被褥走了出去 柳如旭见其这番操作 也很是不解 他拿小孩的衣服干什么 然而灵秀刚走到府外 就把大黄给换了过来 阿黄 组织上决定交给你个重要任务 你先这样最后再那样 听懂了吗 大黄文言立马回答 收到保证完成任务 随后他便招呼起了小老弟们 兄弟们 主人的任务来了 只要找到这件衣服的主人 肉骨头大大的有 两个半事成后 大黄便带着灵秀来到了平民区 此时一处房间内 一对夫妻正因孩子哭闹争吵着 门外就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快开门 社区来送温暖了 男人文言立马拒绝 谁让他刚说完 大门就被灵秀踹开 此时两人大惊失色 你你是谁 这精通各种辽媚技巧的海王 可他不去遨游四海 他更是有一员虎将 那就是这只昆昆 然而就在一天前 陈元外的儿子离奇失踪 在得知有丰厚的报酬后 灵秀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 在大黄的协助下 很快便寻到了陈元外的儿子 再回到臣府后 却发现柳如旭竟已经抓到了犯人 而这人正是之前的奶娘 原来他在接受审讯时 其神情很是不对 于是柳如旭便稍加威胁了下 没想到他便招了 不过此时柳如旭也很是好奇 便询问灵秀道 林大人办事果真效率 没想到这么快就寻回了小少爷 请问你是怎么办到的 柳大人可知 动物的五感歧视比人类更敏锐 只要稍加训练便很适合用来寻人寻物 不过都是些雕虫小技罢 可比不过柳大人的断案如神 柳如旭文言这才恍然大悟 事后陈元外也如约送来了一千两仇金 灵秀在接过银两后也是若有所思 没想到将兽语艺术用在茶案上 竟会有这么显著的成效 如今想要尽快三次觉醒 岛前的路子当然越多越好 于是他便准备去拜托班主 在梨花院挂上私家侦探的牌子 从而利用兽语艺术赚取更多的报酬 为了寻到更多的助力 他便来到了花鸟市场 却发现大部分的动物根本不具有智慧 最后挑来挑去只带回了一只鲲 可不曾想刚回梨花院 就被彩衣嘲笑了一番 林公子 你的鸟好漂亮 林秀文言也是尴尬不已 接着他便查看了这几日找上门的案子 却发现这些报酬加起来 还没自己买的鸟贵 可这时彩衣却发现了一份委托 酬金竟然高达五百两 可在见到委托人后却遭到了质疑 你就是班主强烈推荐的那个密探 看着很年轻啊 你确定有真本事 夫人尽管放心 案子若是办不成全额退款 女人文言却娇羞了起来 人家叫陈元元 你可以叫我元元 现在可还是单身呢 林秀听完满脸黑线 陈小姐咱还是说正事吧 谁料此时陈元元立马变脸 我要你帮我跟踪一个叫刘东的男人 然后找出他背叛我的证据 老娘每个月给他五百两银子 把他从贫民窟捞出来供他吃喝 还买了个小院子养着他 可他最近不仅供粮交得越来越少 而且人也没有以前温柔了 我敢断定他在外面偷吃 敢欺骗我陈元元感情 找到证据我定要拿他大龙煲汤 林秀文言很是无语 包养小白脸就算了 还要求他跟自己搞纯爱 真是个绝绝子 这时他又补充道 我丑话可说在前面 在你之前 其实我已经找过四个密探了 他们都没能抓住刘东这个滑桶 所以我才愿意抬价到五百两 陈小姐 你与那人没有婚姻关系 我就算想去也师出无名 这个事 还不等他说完 陈元元就出言打断道 一千两 只要你能拿到他被判我的证据 酬金加到一千两 说罢便直接掏出一张五百两银票 这是定金不够再找我了 密探这行保一顿鸡一顿的 你要是真缺钱 姐姐我给你介绍个更稳定的路子 林秀文言立马变脸 虽说长得丑了点 但你马真是豪横啊 管他是变态富婆还是啥 只要给他起钱 就是我的甲方爸爸 恶糟了 当初驰骋海洋的秀哥 如今要被人包养了 就连彩衣也不装了 就在刚刚 林秀本以为遇到了个贵人 可不曾想 陈元元直接开价每月五百两 想让他从了自己 吓得林秀直接缩到了墙角 夫人请自重 我这里可是正经生意 然而陈元元可不准备放过他 直接抬价到一千两 并表示 一个月你只需要陪我十天 其余时间做什么我不干涉 可他当然不会妥协 陈小姐实不相瞒 李人刚从某个地方逃回来 实在是力不从心 这才将他糊弄过去 其实心里想的是 好家伙流动五百我一千 他不能偷吃却不干涉我的自由 可真是恐怖如斯 一旁彩衣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灵秀见状心想 看我笑话是吧 哥等会就要你好看 接着便对陈元元说道 麻烦陈小姐将刘东的柱纸画像交给我 还要一套他平时常穿的贴身衣物 没有洗过的最好 没问题 我待会让下人送来 如果你想要我的也不是不可以 临走时还不忘调戏下灵秀 你要是后悔了 可以随时来找我 价格我们还可以再谈 陈元元刚走 彩衣愣是没憋住笑出了声 没想到公子还挺有原则 谁料他刚说完 就被灵秀壁咚到了门上 你这小丫头竟学会打救我了 你还年轻 不懂这些老女人的把戏 他们玩得可变态了 此时彩衣小脸羞的通红 他每个月可给你一千两 公子难道真的就不心动 我虽然喜欢银子 但你也不看看他那样子 估计能压死我 可若是彩衣姑娘 别说一千两就是一百两 我也答应 此话一出 直接给彩衣小脑袋整当机了 随后他也不装了摊牌了 那我今后一定努力赚钱 公子可别忘了今日说过的话 当然一言祭出八匹马都难追 几日后 一首经典老歌 回荡在整个梨花院 包剑内彩衣一阵吐槽 近来林公子教我的歌 词曲真是越来越奇怪了 就在这时 一只昆昆飞了进来 随后落在了灵秀肩膀之上 嘴里还不停念叨 进去 青楼 彩衣健壮大惊不已 这昆竟然能说人话 为了训练他我可花了不少功夫 而且他体型很小不容易被发现 可谓是侦查戾气 在得知相应的情报后 灵秀便告别了彩衣 画面一转 三名男人就被陈月圆带来的人 从青楼里绑了出来 周围瞬间围满了路人 都等着看一场抓奸好戏 显然刘东是伪装过了 陈月圆愣愣是没认出来 于是便质问道 就他们三个 你确定里面有刘东 这次不会又让我扑个空吧 然而灵秀却一副 胸有成竹的样子 大皇该你出场了 只见他在三人之间来回徘徊后 便停在了灰发男子身旁 这时陈月圆显然是等级了 姐姐可没那么多时间陪你玩 要是今天叫不出 刘东偷吃的罪证 那就用你的身体偿还吧 完了 明和公主要垂袖了 可就在要得手之际 没想到小姨子竟及时赶到 还给灵秀带来了个好消息 而就在刚刚 他还正陪着陈月圆在桌间 但易容后的陈冬 他根本认不出来 可在大皇的帮助下 灵秀却极其笃定 只见他快速将手搭在灰发男子肩上 金手指给出的提示 也印证了他之前的猜想 接着便抬起了他的黄金左手 要给陈元元表演个大便活人 挥发男子在吃了忌大笔都后 刚想问候灵秀全家 却发现自己竟变回了原样 于是立马扭头向陈元元解释 但很显然为时已晚 只见他恶狠狠地怒斥道 你是真该死 老娘供你吃供你穿 你居然敢背着我找女人 你们两个给我去 把他大龙偷了 就在他被胖揍之际 灵秀却在一旁打起了小算盘 二分半钟后 他连忙上前阻止 快别打了 要是真闹出人命 可就不好收场了 实则心里想的是 这可是我的易容术啊 可别就这么给我弄美了 就在这时 陈元元却突然出现在灵秀身后 小哥哥 先前说的事还做术药 只要你愿意 就可以少奋斗二十年 要是想通了 随时可以来找我 此话一出 吓得灵秀直接抱起刘东跑路 我看他要不行了 就先送他去医馆 你可别忘了去结下医药费 呸 这臭男人 老娘不要了 次日一早 就在卧龙巷奉耀 肩比技术之际 灵秀顶着大力的容貌走了出来 俩傻大哥愣是没认出来 都以为是什么奇怪的嘱咐情趣 此时灵秀得意不已 有了这一容术 甭管杀手还是逆真思的人 以后谁也别想逮到老子 不过书上说一容之术 若被碰到脸就会现原形 然而我不仅没有这个限制 还可以无缝转换不同面领 看来随着觉醒次数的增加 这种低级艺术也会跟着变强 就在他刚来到面馆时 却碰见了抓完药的柳卢旭 原来他的母亲被救急缠身 所以每日都会赶在上班前 把药抓回去 灵秀在得知后 便准备帮他一把 柳兄若不嫌弃 你可以带令唐来领服 我恰巧认识一位 宫中太医院的 到时候我让他来帮你母亲瞧瞧 柳如旭文言也是感动不已 随后便告诉了灵秀一个秘密 原来他之所以能快速破案 其实靠的是艺术 而且还是木制艺术 灵秀得知后瞬间不淡定 于是立马就要跟齐约酒 事后他在从长春宫出来后 心中不禁感叹 我看这贵妃真是个傻白甜 随便拿个昆昆逗逗她 竟然就赏我这么一副宝贝 只可惜是女人的东西 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就在她将东西收入异能空间时 却转角撞上了好机友李伯章 此时灵秀惊讶不已 正想着为何他会出现在宫中之时 身后太监立马恭敬地行起了礼 秦王殿下 灵秀文言直接扎舌 缓过神后也行起礼来 李伯章见状后连忙解释 灵秀你这样就见外了 好不容易遇到个秩序相投的朋友 可不能因为身份而生疏了 其实灵秀也怀疑过他的身份 但查来查去也没有什么结果 没想到他竟然是个皇子 随后灵秀便告别了李伯章 准备去太医院找一趟白双双 几日过后 灵秀和好机友李伯章 一大早就在艺术院看起了球 此时他不禁感叹 这柳如旭的艺术不仅好得手 而且还很实用 远看近看都各有不同 片刻后 灵秀拿出了贵妃送的耳环 李兄你看我最近得了的宝贝 还不知道送给谁 你要不要帮我看看 李伯章看完后 一眼便认出了这是宫里的东西 而且橙色极好是个好东西 灵秀闻言却泛起了难 要不等灵音回来送给他 还是算了 到时候他肯定又要说 替他姐姐先收着 就在他遐想之际 只见薛灵儿走了过来 这耳环真漂亮 你是准备送给我的吗 灵秀听完心中暗骂 这妮子咋来了 还真把我当肺羊羊了呀 不过他既然这么说了 若是不送就显得我小气 但送了这波可就血亏了 迫于无奈 只能硬着头皮表示 是 是啊 喜欢吗 那是当然 不过这东西一看就知道很贵重 你未婚妻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灵秀可就等着这句话呢 直接秒接 你说的对那还是算了 谁料刚说完 薛灵儿手就搭在了盒子上 下一秒 耳环就被他藏进了凶器之中 然而灵秀却在好奇 为什么触碰后没弹出提示 难道每次觉醒只能有四个空位 为了薛灵儿的艺术 他也只好忍爱歌同 谁料刚转头 就差点成了考甲鱼 公主 你干什么呢 艺术院内可是禁止斗殴的 可明和哪管那么多 显然上次被灵秀气坏了 直接又朝他扔出一团火球 此时他慌得一批 我低规规 他可比我多觉醒两次 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 与此同时 只见一道冰枪划过 直接替灵秀挡下了火球 这时赵灵音缓缓走过来 欺负弱者算什么本事 姐姐马上就回王都了 要不到时候你去跟他练练 明和文言立马都起了小嘴 而灵秀却惊讶不已 什么 赵灵君要回来了 这众人眼中没权没事的废柴 可他却拥有无限复制的神级异能 只要通过触摸 便可复制他人一切能力 从此踏上海王之路 但凡漂亮的我全都要 而就在刚刚 明和被赵灵音气走后 灵秀立马就迎了上来 并礼貌性的打了声招呼 可他却直接凑到了灵秀身前 在打量一番后 好奇的询问 你二次觉醒啊 用了几块圆金 在听闻齐用了十块后 也是不由吐槽起来 真是个败家老爷们 若等我回来帮你 不出时日也一样能突破 此时灵秀很是委屈 你不在的这一个月发生了很多事 要不是我克经觉醒了第二次 恐怕你就见不到我了 他本以为赵灵音会安慰一番 谁让他直接扭头说道 是啊 我不在你可潇洒呢 刚才我还听到大家都在议论 你送了薛灵儿一对极其漂亮的耳坠 我可是真想见见 究竟有多漂亮呢 看着赵灵音的死亡凝视 灵秀立马就怂了 其实我原本想送给你的 但要是送你 你肯定又要说给你姐姐留着 我姐姐本就是你未来妻子 你送礼物给她有什么问题 灵秀文言心想 这丫头是真不懂 还是假装不懂啊 我还是在提醒下她吧 我若想送会自己送 而不是让你把我送的东西 再转送给别人 因为那是我送给你的 但姐姐不是别人啊 是啊我确实不会因为别人 三番两次的被刺杀 此话一出 赵灵音当街就要给她检查身体 可小手刚要触碰到灵秀时 却又立马缩了回去 其实我早就问过父亲 可不可以解除你跟姐姐的婚约 灵秀听完心头一紧 哎 我跟他说这些干嘛 说到底也不是他的错 但此时赵灵音却脸色阴沉 在我软磨硬泡下 父亲才告诉我 其实支持这份婚约的乃是陛下 你有没有注意到 权贵子弟觉醒艺术的概率 一般都远超常人 两个艺术师结合 他们的后代大概率也会觉醒艺术 而且父母的天赋越强 孩子能觉醒的艺术天赋也会越强 所以权贵之间才会不断联姻 不仅为了稳固家族权力 也是为了确保生出更强大的后代 哪怕是平民 只要觉醒了艺术也会很快 被权贵门求取或者昭叙 灵秀文言这才明白 所以赵灵俊那样的天纵奇才 随便嫁给哪方家族都会让其势力壮大 只有嫁给我这种家里没识权 修行没天赋的废材 李家才能稳坐皇位 原来这个狗皇帝真是下头啊 此时赵灵俊似乎有些忧愁 所以婚事已成定局无法改变 更何况姐姐漂亮又强大 你一定会喜欢的 是啊 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 能跟你姐姐在一起 是多少人羡慕的事 可我才不想和没见过的女人过一辈子 要不是为了安慰你 还不等她说完 赵灵俊好似听懂了什么 立马害羞地表示 我先回家了 说把头也不回地溜走了 看着逐渐远去的赵灵英 她心中不由感慨 灵俊啊灵俊 这世上身不由己的人 看来不止你一个呀 画面一转 灵俊已带着好久来到了秦王府 正准备和李伯璋唱语一番时 却听见一阵女人的哭声 原来就在不远处 一名红衣女子正训斥着一位少妇 在灵俊的询问下 这才得知这位正是秦王妃 没能想到堂堂秦王 背地里却也是个气管眼 浑身上下更是穷得一毛不拔 而前脚还是剖腹嘴脸的秦王妃 在见到走来的李伯璋后 立马变成了小鸟一人模样 一头栽进了她的怀里 殿下 这个剑壁打碎了 切身最爱的琉璃斩 我这才打她的 但李伯璋深知此女心机 并没有顾问此事 反而让其和下人一同退下 待他们离去后 只见她无奈地扭过头 让灵俊见笑了 我们去书房吧 书房之中两人碰杯痛饮一番后 灵俊也是不禁感叹 今日我算是理解了 你堂堂一个亲王 为何总是面带忧郁了 李伯璋也满脸无奈 对于一个女子而言 若是灵魂污浊了 容貌就算再怎么美丽 也不过是一张女鬼画皮吧 灵俊文言很是不解 既然你对亲王妃不满意 那为何不搬出去煮 此话一出 可算是戳中李伯璋痛点了 只见她毫不掩饰地哭起穷来 我哪里有钱啊 王都内随便一套宅子 可都得十万两起 她就是怕我养外宅 把钱都死死攥在手里 谁料她刚说完 灵俊立马就想到了办法 李兄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若是把今日喝的这蒸馏酒 拿去市面上卖一百两可值 想必到时出的起银子的人 必定是非富即贵 倘若每个月再限量一百坛 这样既能满足他们的优越感 又能保证市场处于饥饿状态 李伯璋听的CPU温度瞬间飙升 不是 灵俊你来真的呀 然而灵俊早就想好了 如今要刻到三次觉醒 最起码要用到十万两 现在好不容易抱上了亲王大腿 可不得抓紧捞钱吗 于是立马回道 那当然咱们可是好兄弟 我都想好了 到时候根据酒的品质 我们可以划分好几个价格区间 每个价格都有它精准的产品定位 我出技术 你出人力物力咱们四六分账 名字我都已经想好了 就叫红尼居 没想到刚说完 李伯璋就一把搂住了灵俊 你还真是个天才 不过想想也是赵灵俊快回王都了 你确实该提早存一笔钱 等婚后置半个自己的宅子 说得灵俊满脸心虚 不至于不至于 我问过灵俊他姐姐的性格 还是很好相处的 老弟 我这可是过来人的经验 呸 少读乃我 半个月后 天自愿内 赵灵俊不禁吐槽 你今天怎么这么持久 灵俊立马反驳 持久不好吗 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修炼了 灵俊也是欲哭无泪 每天跟你修炼 回去都累得半死不活 就连我最爱听的曲都好久没去了 这都是科研荆科出来的 谁料刚说完 赵灵俊敬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你是哪来的这么多钱 我跟你说在急于修炼 也不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 灵俊也是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你想哪去了 我这都是和朋友合伙作声一转的 红尼居你可知道 好像听父亲说过 据说每日限量供应一种叫仙人醉的酒 他去了几次都没买到 很是郁闷啊 灵俊一听是未来岳父喜欢 立马抓着灵俊的小手 就要回去给他拿两坛 灵俊则一脸懵 红尼居不是秦王府产业吗 你说的朋友难道是秦王 你还记不记得开雪典礼站在 我身边的那个人 他就是秦王 次日 彩一看着窗外的暴雨 不由担心起来 这么大的雨林公子不会出事吧 这千娇百昧的富家千金 如今却向路人借起钱来 甚至还在街边吃起了路边摊 而就在刚才 彩一看着雷雨交加的窗外 心中不由开始担心起来 这样大的雨 林公子在外面不会有事吧 原来半个时辰前 灵俊在听见屋外雷声后 便吩咐彩一自己要出去一回 可千万别让人知道我离开了 但女人是个天生多余的生物 此时彩一不由叹了口气 走得那样急切 难道是去撕会心上人了 就在她遐想之际 灵俊突然从窗户钻了进来 彩一见状连忙表示 公子浑身都淋湿了 可千万别感冒了 快去屏风后 擦干换件干爽的衣服吧 在退去衣服后 灵俊心中不禁感叹 这雷霆之力 真不愧是天街艺术 仅是被雷劈了一次 竟然比我在灵营房里 苦修半个月提升还要多 换好衣服后 灵俊好奇地询问 这雷霆好像不是我的 还有骨好闻的味道 是熏的什么香吗 彩一文言小脸憋得通红 那是我唱戏时半小声穿的礼仪 可能是沾上了脂粉的香气吧 此话一出 灵俊开始慌张起来 我去这怕不会是她的内衣吧 我看时候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吧 这衣服等洗干净后再还你 实则是小弟憋得难受 说吧便礼貌地叫醒了熟睡中的大力 别睡了回家了 两人刚走到街中 灵俊好似看见了什么 原来正是四美之一的秦婉 只见她正在屋檐下躲雨 但雨水还是打湿了她洁白的肌肤 这让灵俊如何能忍住 直接开冲 婉儿姑娘是忘了带伞了 这把伞你拿去用吧 反正我家离得近 秦婉文言眼目一笑 那就多谢灵公子了 此时灵俊很是惊讶 心想我跟她也就旨在 开学那天见过一面 她居然记得 于是连忙询问 你认识我 赵姑娘的未婚夫 在王都中谁会不认识 灵公子恐怕不知道 你在艺术院的名气很大了 尤其是在女童窗之中 灵俊看出了此女道行有点深 便扭头回道 外面冷婉儿姑娘还是快回家吧 我也要回府了 可就在这时 秦婉却直接拉住了灵俊的衣角 那个能不能借我些钱 灵俊见状些许惊慌 接着便分析了起来 假装借东西实则掉男人的手段 我见多了 但一来就借钱这么实在 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时秦婉俏脸一红火 我明月去艺术院就还你 灵俊无奈只能掏出一张千两银跳 可秦婉却出言拒绝 不用这么多 几千碎银子就够了 这可把灵俊担住了 自从抱上秦婉大腿 开上了红泥鞠 这已经是身上面额最低的银跳 然而这时秦婉指了指身旁的大力 很显然结果就是 大力借出了他所有的积蓄 灵俊见他十分不什么样 连忙安慰 哎呀 人家小仙女 会欠你的钱吗 事后灵俊脸色却极其难看 一般人下意识的眼神或是动作 都会透露出他内心的想法 但秦婉我却完全看不透 灵音果然说的没错 这个女人很危险 这千娇百昧的富家千金 如今却向路人借起钱来 甚至还在街边吃起了路边摊 就在灵俊告别秦婉后 他和大力便来到了一处面馆 没想到前脚刚坐下 后脚秦婉静也来了 他在发现灵俊后 也是惊讶不已 我还是头一次见一个权贵子弟 会在这种地方吃饭 真是让人看不透 反观灵俊在打完招呼后 心中也是暗想 他居然也会到这种地方吃饭 而且还是这里的常客 以他的家境也不至于缺钱到 需要借钱来吃几文钱一碗的素面 真是看不懂 这时秦婉也礼貌的打起了招呼 灵公子真是太巧了 这家小店味道不错 我经常来这里 可心里却想的是 灵俊这个人不简单 绝不是外界所说的庸才 次日艺术院内 各怀鬼胎的两兄弟 正在被孙教席训斥 你们两人既然已经引气成功 这五道客上与不上区别不大 还不如自己在家多多练习 就在这时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灵公子 原来正是秦婉 灵公子昨日多谢了 李伯彰健壮十分好奇 你何时又搭上了碗儿姑娘 灵俊刚想解释 秦婉又丢给了他一定名字 还有这个 他看着手中银两不惊感叹 薛灵儿真该跟他学学 什么才叫高段位的绿茶 谁掉话音刚落 他就气鼓鼓的走了过来 灵修 秦婉怎么会来找你说话 你老实说是不是喜欢她 灵修文言连忙解释 你可别误会 昨天下大雨恰巧碰见 婉儿没带伞 就借了一把给她仅此而已 我跟你说秦婉是个很危险的女人 我觉得她接近你一定没安好心 还有既然是普通朋友 就不要婉儿婉儿的叫 此话一出 灵修满脑子都是问号 可我也叫你灵儿姑娘 你真是个大木头 我走了 可心里想的确实 你要是不哄我 我以后就再也不理你了 怎么还不来追我呀 于是扭头一看 发现灵修竟在垂着木桩 她这么有风度的人 确实不会眼看着女人淋雨 而且大家都是同窗帮个忙而已 若是为了这个发脾气 她是不是觉得我很无理取闹 算了还是给她的台阶吧 经过一段自我脑补后 立马表演起了才艺 哎呀 我怎么摔倒了 好像是脚崴到了真是太痛了 这可怎么办呀 我家马车都停在艺术院门口 要是有人能送我出去就好了 大木头灵修还不快来 如此辣眼的演技和话术 让她不由打了一个冷战 你的艺术不是飞行吗 怎么不直接飞出去 可嘴上说着不要 但身体还是诚实的 实则心里想的确实 哎 真是身不由己啊 现在必须和她维持好关系 否则就等于前功尽弃了 可薛灵修心里想的确实 看来灵修是喜欢我的 那我马上就可以甩了她 以此羞辱赵灵俊了 可是这样做的话 她一定会很受伤的吧 一想到这 她的小脸就变得红通通的 于是立马推开灵修 利用飞行艺术漂浮了起来 我感觉自己原力恢复了一些 我就先走了 今天谢谢你了 说罢便红着小脸迅速溜走 事后灵修心里也是不由的发出 这丫头的攻势明显变猛了 若跟她继续拉着下去 定没啥好处 到时候艺术没有白调到手 反而给自己惹得一身烧 看来如今得赶快课金觉醒 等拿到飞行艺术就可以摆脱她了 想到这她立马撇向财主李伯章道 兄弟 借点钱 李伯章文言响都没想直接答应 并询问要借多少 灵修张口就要五万 她直接被下出了表情包 你说多少 经过几日的努力 灵修仰头狂笑 背了一勾把外债 总算刻到了三次觉醒 薛灵儿 我来了 有一种特殊能力 就是可以无限复制他人异能 如今不仅获得了飞行艺术 还成功抱得美人归 就在刚才 灵修成功刻到了三次觉醒 正想着去要了薛灵儿 然而另一边的大街上 一位女人正在质问着她 正维可是我的男人 你也敢勾引 我看你真是不要命了 而她的一众舔狗们 个个都假装事儿不见 这时薛灵儿反驳道 我和你口中的正维根本不属 你若是敢动我 薛家定然不会放过你的 谁料女人根本不为所动 少在这边装无辜 她本在我身边好好的 要不是你勾引 怎么会突然给你献起殷勤来 再说别人怕你我可不怕 同事国公府 你家只不过是个三等公 我爷爷可是二等公 今天我就要让大家都看看 抢别人男人适合下场 看着逐渐逼近的手掌 薛灵儿吓得立马闭上了双眼 然而许久过后巴掌并未落下 原来是灵秀及时赶到拦住了她 此时女人不懈地甩开手询问 你是哪来的小别三 静敢管老娘的闲事 我乃众人心中的一束光 不过是路见不平仗义出手罢了 就在这时 只见秦婉眼中闪过一缕紫光 抓着薛灵儿的手下们 瞬间变得呆滞 这也让她顺利挣脱了束缚 于是一把将灵秀抱住 接着便带着她飞了起来 女人见状可气坏了 真是一群饭头 不是让你们抓好那个小贱人吗 两名手下也是委屈的解释 不知道刚才怎么了 忽然之间双手就没力了 这是人群中的秦婉男男道 这次就当还你的利息吧 另一边 飞在空中的秀儿可被吓坏了 灵儿姑娘你可要抓紧我呀 我有点恐刀 片刻后 薛灵儿在湖边埋怨的 一个个的都说得好听 什么愿意为我上刀山下火海的 可在看到我被人欺负了 一个敢站出来的都没有 灵秀则傻笑了起来 其实你也不能怪他们 宋家他们根本惹不起 又怎么会为了你去得罪二等功夫 那你呢 为了我得罪了宋玉智 难道不害怕吗 可灵秀却毫不在意 我们可是好朋友 又怎会看着你被人欺负 再说密贞司那两位就在人群中 若真跟我动起手来 他俩可不会视而不见的 实则心里想的确实 二等功算个屁 要知道老子的后台可是当今皇帝 然而薛灵儿却扭过了头 灵秀 你这么单纯天真 可是会被骗的 此话一出 直接把他给整蒙圈了 啥 我单纯 天真 我看天真的是你吧 连自己在食物链的位置都没有搞清楚 这时薛灵儿又站起身来 我告诉你 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你不要这么傻傻的谁都相信 以后记得离长得漂亮得远一点 灵秀文言满脸无奈 堂堂海王却被人当成了纯爱战士 但嘴上却说道 我知道了灵儿姑娘你人还怪好你 知道就好 走吧我们回去吧 可这时灵秀却扭捏地表示 灵儿姑娘回去的时候飞慢点 太高了我害怕 实则是因为飞得太快 可就来不及复制你的艺术 很快两人便来到了薛国公府门口 就在告别之际 薛灵儿羞红着小脸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谁料灵秀刚回过头来 他就迎面亲了上来 那一切有目的性的开始 在爱情里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薛灵儿本想着借灵秀来羞辱赵灵俊 可不曾想自己去爱上了这个男人 甚至还在自家门口吻别了他 然而在其离开后 灵秀一边擦着脸颊上的唇衣 嘴里一边吐槽着 该死 堂堂王都第一申请 今天居然被个女人占了便宜 现在艺术已经到手 也是时候该抽身了 就在他遐想之际 小姨子突然出现在他身前 刚做完亏心事的灵秀 着实被其吓了一跳 这时小姨子开口询问 你为何会从薛国公府的方向过来 灵秀文言慌张不已 连忙擦拭脸颊上的唇衣 可这一奇怪的举动 也是引起了小姨子的注意 他看着灵秀脸上残留的口红印 眼神瞬间变得犀利起来 接着一把将其薅住 老是交代薛灵儿是不是亲你了 你竟敢背着姐姐偷吃 灵秀看着即将落下的大笔豆 连忙解释 秀豆麻袋你先听我说 是之前有人欺负薛灵儿 我顺手救了他 他为了表示感谢 所以亲了我一下 你若不信可以去艺术院打听打听 不是每个人都会去探究事情的真相 他们看到的只会是 你与薛灵儿异常亲近 从而觉得 还不等他说完灵秀则抢答道 觉得你姐姐连自己未婚夫的心都保不住 此话一出 小姨子也是惊讶不已 弱弱的回了句你知道 但是当然我可不是傻子 从薛灵儿第一天接近我时 我就知道了 这段时间我不过是在将计就计 然而在小姨子眼里 灵秀就是一个色胚 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被戳穿谎言的灵秀再次辩解 主打的就是一个嘴 灵依你看我给你分析下 他竟然想让我败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借此来羞辱你的姐姐 我就反过来让他喜欢上我 然后再狠心拒绝他 这不就变相的给你姐姐出气了吗 小姨子听完这才撒开了小手 姐姐才不会在意这些小事 我看你自己还是悠着点 毕竟薛家好歹也是三等国公 得罪了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这件事还是到此为止 灵秀文言乖巧答应 可谁料小姨子神情又变得严肃起来 我让你别僵花惹草 你倒好趁着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承天跟梨花燕的戏子和女太医混在一起 你不会以为我不知道吧 我瞧 你这是在我身上插针眼吗 还是孙大力被你收买了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小姨子只是在炸弹 好啊我试探一下 你倒是招人的很快 灵秀见状连忙岔开话题 有个好消息告诉我 我现在已经三次觉醒了 可是花了我十万两真金白银 难怪我听说王都的二戒元金都受空了 原来是你啊 这时灵秀忽然提起 灵鹰 上次你对付明和的招式 真是太酷了 可不可以教教我 小姨子文言便耐心教了起来 你先集中精神想象出武器的样子 然后再调动原力去把他聚像化 经过不断的尝试 只见一柄长枪慢慢出去出行 可当他满怀期待之时 凝聚而成的长枪显得异常疲软 看着一旁小姨子差点笑出声 你看虚了吧 觉醒速度并不是越快越好 你对艺术的运用 现在远比不上一步步修行上来的人 然而灵秀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别人只能修炼一种艺术 自然是越扎实越好 但对我来说 觉醒次数意味着能复制异能的多少 反倒是根基就不那么重要 几日过后 在被赵灵音狠狠榨干几天后 灵秀可算是能画出个像样的武器了 就在这时 薛灵儿走了过来 并一脸娇羞地表示 灵秀 我有话对你说 我喜欢你 我很想和你在一起 灵秀文言很是无奈 亲本家人奈何从贼 灵儿姑娘 我有未婚妻 赵灵俊很少回王都 就是不想履行婚约 跟一个不爱你的女人在一起 你是不会幸福的 灵秀文言淡淡回道 我一直只是拿你当朋友 看着如此冷淡的灵秀 薛灵儿眼睛开始尿尿 你骗人 如果只是朋友 你为什么要送我那般贵重的耳坠 还为了我得罪了二等国公 你这么说只是因为那份婚约对吗 然而灵秀却表示 你非要我把话说明白吗 你从一开始就带着目的接近我 不就是为了让我爱上你 然后再抛弃我以此来羞辱赵灵俊吗 你是不是觉得 将我玩弄于鼓掌之间的感觉特别棒 薛灵儿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了 此话一出 薛灵儿瞬间呆愣在原地 难道在爱情里 真的是谁先开口谁先输吗 薛灵儿会就此放弃吗 明明是学院四美之一 如今却向公认的废材表白 本以为水到渠成 可不曾想被其狠心拒绝 为此他提前结业离开了学院 四日一早 李伯章便开始吐槽 真是事事难料啊 也不知怎么了 灵儿姑娘突然结业离开了 如今四美只剩下三美 这五道课上的真没意思 接着便扭头询问灵秀 不过说起来 他怎么忽然放弃对你穷追猛打啊 灵秀则淡淡表示 三天前他突然找我表白 我直接拆穿了他的小把戏 所以现在我和他就不再是朋友了 李伯章文言不由感叹 你这也太狠了吧 可是他先利用我了 要说狠也是他比较狠吧 灵兄啊 要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你没看出来薛灵儿对你动了真心 可能他起初接近你的确不怀好意 但我看得出 后来他也确实对你动了真心 这时灵秀才恍然大悟 真是造念啊 家人一片真心 我却先入为主 以为他一直在利用自己 李伯章见其失魂落魄的样子连忙安慰 你也别担心 再过几天是太皇太后的寿丹 到时候王都权贵都必须入宫 你要是想找他的话 那时候是个机会 时间很快便来到了夜宴当晚 宫内也是聚集了诸多权贵 两位既有见面后 李伯章提起了薛灵儿 灵秀 我刚从母妃那里问安回来 路上遇到了灵儿姑娘 这才几天他却销售了好多 灵秀文言拍着凶福保证 放心吧此时因我而起 我定会负责到底的 就在这时 永平侯瞟了灵秀一眼 你见过永平侯 李伯章小声询问 杨轩被流放 有我的原因 后来永平侯找过我一次 说杨轩和我之间的矛盾 仅限于我们两人与两家无关 李伯章文言好心提醒 永平侯四十岁不到的年纪 舞蹈修为已经接近地阶上镜 肯定还能再进一步 你还是最好不要跟他结下死仇 此时灵秀心中暗想 永平侯竟然只靠舞蹈 都能混个一等侯 看来修行原理之余 我也不能荒废了舞蹈了 随后在李伯章的介绍下 灵秀凭借着木制艺术 也是认识了不少权贵 就在这时 只闻一声太子殿下道 众人纷纷上前行礼 然而当灵秀行礼时 太子却与其对视了一分 其眼眸中尽是极其厌恶的感觉 事后灵秀说出了 太子的能力是控水 一旁李伯章惊讶不已 要知道未来国君的艺术可是绝密 你怎么知道的 其实灵秀也是凭借一种感觉 因为在面对太子时 他的心里有一种压制对方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不会无缘无故产生 唯独可能的就是艺术 除此之外 他还有另外发现 与其对视支持太子的眼神 可要比杨轩看他是恨意要多得多 另一边 太皇太后所住的后庭内 众人都在纷纷献礼之际 薛灵儿却还在想着灵秀 我真是一个坏女人 当初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讨厌我也是应该的 我配不上她 就在她遐想之际 身旁侍女连忙提醒 小姐该咱们献礼了 缓过神后 薛灵儿立马上前请安 这是会空禅师作画时 手中所持的佛珠 借此献给您 愿您嵩和长春福寿无疆 太皇太后文言很是喜欢 连忙吩咐其 拿上来瞧瞧 可当薛灵儿打开宝盒后 众人纷纷惊讶无比 明明是身份显贵的皇妃 却唯独对公认的废才十分喜爱 甚至不顾身份救了她心爱之人 就在薛灵儿打开盒子后 众人纷纷大惊不已 河内竟然空空如也 薛灵儿瞬间失了神 她不明白为何一直携带身旁的手串 竟会凭空消失 面对太皇太后侍女的指责 她吓得呆愣地跪在地上 一旁看戏的权贵们纷纷指责 好歹也是薛国公的孙女 竟然会这么骂我 没想到长得这么漂亮 那里却是一个草帽 就在她绝望之际 不远处落座的贵妃 忽然注意到了她佩戴的耳环 心头也是不由一惊 于是连忙吩咐身旁王贵人 你把要献给太皇太后的那串手串 给本宫 以后在这宫里我罩着 王贵人见有着好事 立马应声答应 接着只见贵妃走到众人眼前 哎呀皇祖母都怪我 当才在殿外借薛家小姑娘的手串看 结果忘了还她 你看你也是 怎么不知道提醒我一下 该不会怕本宫贪你一串珠子吧 结果手串的薛灵儿十分不解 贵妃娘娘为何要帮自己 然而此事贵妃更加笃定 果然是我送给灵秀的那对耳环 难不成这小丫头是她的心上人 眼看着事情就要被化解 谁料一直看不惯贵妃的宋贤妃 漫步走到了众人跟前 贵妃娘娘这么做 是不是有失身份了 为何要欺骗太皇太后 刻意袒护薛家小姐 贵妃文言极其厌恶地表示 今日皇祖母大寿 本宫本不想把事情闹大 怕扰了皇祖母的雅兴 既然贤妃非要逃根问底 那干脆关起门来好好搜查一番 谁料此话一出 贤妃虚情假意地装了起来 在场的可都是个富贵人 这么做不太好吧 殊不知即将被打脸的却是自己 这是太皇太后满脸无奈 就按贵妃说的做 现在关上殿门茶 众人文言纷纷窃窃私语 这个贤妃可真会出眉头 要知道自从先帝和长公主过去后 贵妃与陛下便是太皇太后最亲的人了 人家当然向着自己女儿 然而有一侍女却显得极其心虚 这也被一旁拥有独心艺术的淑妃发现 于是立马向太皇太后提议 在座的都是名门贵女 想必也不屑做着偷窃之事 不如就先从宫女门搜紧 若是没有收获在另行排查 这一提议也是得到了太皇太后的认可 片刻后 罪魁祸首便被揪了出来 这时她还在嘴里 表示自己早年觉醒了隔空曲物艺术 一时鬼迷心窍才偷了手串 然而这荒谬的话术 怎能瞒过极其老道的太皇太后侍女 看来你是不想说真话了 既然这样 那就先查一查这人究竟是哪个宫的 话音刚落 贤妃就站了出来 不用查了是本宫的人 还不赶紧说 到底是谁让你这么做呢 侍女闻言瑟瑟发抖 接着便道出了幕后之人 原来是之前和薛灵儿有过节的宋玉智 得知真相的贤妃心头一惊 不禁扭头瞥了她一眼 看吧 我就说别查了 结果查到自己侄女身上了 你瞧瞧多难堪啊 贵妃得意的说道 自知理亏的贤妃连忙行李告退 店外也是直接给了好侄女一记大笔动 真是个蠢货 你脑子里装的全是谁了 就算想陷害薛家 也不该安排我宫里的人了 赶紧滚回去面壁两个半月 次日一早 得知此事的灵秀 早早便带着糕点来孝敬贵妃 哄得她也是极其开心 本宫正念叨着她家糕点了 没想到你就送来了 果然还是你最懂我 灵秀文言连忙回道 昨日多谢贵妃娘娘 替薛家小姐解围 哎呦 小嘴咋这么甜了 怎么她是你心上人 贵妃这话说的灵秀尴尬不已 您这是误会了 灵儿姑娘她只是我的好朋友 殊不知此时薛灵儿已来到屋外 看着日渐消瘦的她 灵秀心中也满是心疼 可薛灵儿此时却低下了头 贵妃见气氛略显尴尬 连忙表示 丫头若是来道谢的就不必了 那对蝴蝶耳环 本就是赏给灵秀的 既然她转赠给了你 那么本宫也就把你当做自己人了 把东西给灵龙就行 别打扰本宫用餐 薛灵儿文言连忙告退 灵秀见气走后也告退追了主 贵妃见状冷声轻哼 还说是朋友 我看曾鸣对人家心怀不轨 屋外长廊之中 好在灵秀追上了薛灵儿 可她却直接取下了蝴蝶耳环 塞到了灵秀怀中 对不起我先前不知道这东西这么贵重 才会想方设法 从你手里骗了过来 我现在就把她还你 看着眼睛已经尿尿的薛灵儿 她连忙表示 对不起我那天不该对你说那些话的 其实你不用向我道歉 你说的没错 我一开始接近你就是为了羞辱赵灵俊 我是个坏女人 谁料就在她说话之际 灵秀更是亲手为她戴上了耳环 那些都过去了 这一只也戴上吧 薛灵儿看着眼前满脸深情的男人 眼中满是藏不住的欣喜 你的意思是原谅我了 因她散布了一则谣言 结果第二天就有人躺进了棺材 所以究竟发生了何事 就在灵秀为薛灵儿戴上另一只耳追后 她满脸娇羞地扭过了头 暗沉的脸色瞬间变得红润 接着便匆匆告别了灵秀 看着害羞溜走的薛灵儿 她不禁感叹 我这该死的魅力 没想到为了飞行艺术 竟惹上了一个甩不掉的麻烦 片刻后 灵秀便回到了自家门前 并走到了卧龙凤出俩人身前 此时她准备摊牌布装了 承蒙二位观照 暗中保护了我这么久 真是辛苦了 卧龙文言一脸震惊 我们的cost可谓无懈可击 你小子是怎么认出来的 灵秀则指着盘中的大饼一阵唏嘘 若你们真是做生意的 怕是纯棉裤头都要亏没了吧 不过我还是比较好奇 两位分别有什么能力 在二人的告知下 灵秀得知卧龙修行的是五道 而凤出觉醒的是金光艺术 告别俩人后 她开始沉思起来 现在自己还有三个空位 到底要不要复制金光艺术 据说这金光可以瞬间结成一道屏障 是偏于防御类的艺术 看来还是得改天去查查详细资料再做决定 谁料刚回到房间 只见侦察兵艾坤一号缓缓飞来 并给她带来了一个劲爆的消息 原来自从感受到太子恶意后 灵秀便安排她去东宫探查消息 结果正如她所料 之前多次刺杀自己的人 幕后黑手正是太子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太子要刺杀的竟然还不止她一个 另一个因为太强 目前还没有刺客接单 灵秀本以为是因为赵灵俊才遭到刺杀的 不过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她这才反应过来 不是因为赵灵俊 而是因为艺术 这么一来就说的通王都兵花 为什么只有我和灵依能治兵呢 看来得去趟清丽丝查一查档案 谁料刚走出房门 就碰见了来找她修炼的灵依 为了再次确认 灵秀连忙握住了她的小手 灵依正好我有事要问 你有被人刺杀过吗 被突然偷袭的她 瞬间没有了女汉子的霸道 反而如小女人般娇羞了起来 小时候遇到过几次 不过后来就没有了 怎么了 灵秀文言则更加笃定之前的想法 于是便告别了灵依 匆匆赶往清丽丝 在查看一些网年档案后 她口中骂骂咧咧 我果然猜得没错 在过去的五年中 觉醒兵之艺术的人有三个 但都在半年内死于非命 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人 仅仅因为艺术被克制 就要杀光所有觉醒了兵之艺术的人 就在她遐想之际 屋外传来牙抑的感慨 真是厄运专挑苦命人 麻绳专挑戏处断 老王头真是命苦啊 灵秀文言心头一惊 于是连忙前来询问原有 一旁柳如旭愤怒的表示 是周永伯次子秦兽干的 之前秦聪的死态一直怀恨在心 认为是王家妇女 间接害了他儿子 于是便等风头一过 就让秦兽的马夫把人撞死了 灵秀文言立马询问 那秦兽人呢 收奸了吗 可柳如旭接下来的话术 让他顿感意外 撞人的是马夫 而秦兽又愿意赔钱了事 根本盼不了他 可王家妇女 本就相依为命 如今都已故去 这钱就算他想赔 可谁来收呢 而我们能做的 也就只有把他们妇女 葬在一起罢 只盼着天上来个惊雷 正披在这些无良纹固的头顶 然而这种事 怎会难倒熟读孙子兵法的灵秀 片刻后 只见易容后的灵秀 来到了人群密集的大街上 四处传播着秦兽 觉醒了冰之艺术的谣言 没过多久 这件事就在整个王都传开 然而几天后 秦兽就躺进了棺材 此时俩人看着棺材上的灵位 柳如旭大呼痛快 他也是活该 喝醉了酒在自家井里淹死了 真是老天开眼 而灵秀脸色却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不来了 灵秀终于要摊牌布装了 竟然主动提出 跟明和公主一v一battle 就在他借太子之首 为明除害后 又再次来到了清丽丝藏书阁 在翻阅一些资料后 竟发现金光艺术不仅能防御 而且还有一项奇效 于是不断把下一个目标 放在了凤厨身上 心想着定要找机会将他灌醉 拿到他所觉醒的艺术 如此一来 等到自己集气水 火和隐身 那可真是蝌蚪身上闻青蛙 秀的飞起 谁料就在他得意至极 明和一走到了他身前 此时他不可思议的询问 灵秀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里可是藏书阁 我自然是来此学习的 呸 下头难 本想着来看回书消遣消遣 结果一进门就看到了 真是灰气 说罢便禁止朝礼物走去 然而这时灵秀却叫住了他 可明和却满脸嫌弃 你可不要得寸进尺 别以为赵灵英护着你 我就不能拿你怎么样了 谁料灵秀却一改常态 竟然开始到起歉来 想必公主误会了 我这是为之前的无礼来赔礼的 希望您大人大量 不要和我计较了 实则这个老六是 惦记着人家艺术呢 可明和虽然长得黑了点 但也不是个傻子 一眼就看出了灵秀 定是有些见不得光的计划 然而在他软磨硬泡下 明和最后也只能无奈表示 想要本公主不计较也可以 那你就光明正大的和我打一场 说罢便暗自偷笑起来 本公早就看他不爽了 正好找个机会 做他一顿解解气 于是便接着说道 别说本公主欺负你 我只用黄街上镜的实力 灵秀文言 虽嘴上说着奉承的话 但心里小算盘却打得贼溜 现在我和太子 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 没理由再为自己到处树敌 能一战敏恩仇 自然是求之不得 随后便答应了下来 画面一转 俩人来到了五场之上 只见明和已经迫不及待的 在手掌之中 凝出了一团火球 小秀子 你准备好承受我的怒火了吗 此时灵秀却丝毫不慌 自然是准备好了 公主随时可以出手 话音刚落 明和瞬间甩出树莓火球 看着袭来的攻击 灵秀不慌反省 嘴里大喝倒 来得好 只见他单脚一躲 一道巨型冰锥迅速向前蔓延 很快便在身前形成了一面巨型冰墙 同时也挡下了明和的攻击 此刻他才反应过来 灵秀已不再是大家口中的菜鸡了 他现在的境界竟也达到了悬阶 于是便单手高高举起 刹那间手掌周围涌出诸多火焰 既然如此 公平起见我也要用悬阶实力了 小灵子 你可要小心了 说吧 只见一只巨型火鸟 静直朝他飞来 而灵秀则迅速在手中凝出一柄长枪 接着用力制出 冰与火的碰撞 仿佛撕裂了大地 带烟雾散去后 灵秀也是对这段时间的苦修甚是满意 谁料就在这时 明和的段子绝孙角 已离他还有一尺之缘 幸好被他及时闪过 要不然漫画直接完结 此时明和很是震惊 竟躲过去了 他的武道实力怎么也这么高 既然这样 我承认是之前小瞧你了 接下来我可要认真了 灵秀顿感不妙 他没想到明和的武道实力也不算 看来要动用木之艺术了 随着异能的发动 即便明和招式极其犀利 但灵秀还是应付得游刃勇 闪躲的同时他心想 这么准不行啊 到时候弄成恩怨局就不好了 还是找个机会挨一掌算了 于是立马演了起来 明和自然是不知情的 直接一拳轰在了灵秀身上 落地后的他连忙认输 公主我不行了 我认输你 快快收了神通吧 然而明和心中也明白 是灵秀故意让自己的 这家伙 新眼子推多了 接着便对其说道 既然你已认输 那就这样算了 本公主大人有大量 之前的事就不与你计较了 说吧便准备扶起灵秀 谁知就在俩人手接触的那一瞬 灵秀惊讶不已 现在就连灵鹰都无法再帮我提升 没想到就触碰了明和一下 原力竟然又长了点 殊不知俩人刚才的鄙视 已被阁楼上的两位老者 尽收眼底 明明是家财万贯的千金小姐 可如今却为了一个穷小子 不仅一夜报寿十斤 甚至还亲手为他缝了条围巾 就是这颜色值得深思 而就在刚才 灵秀故意放水输给明和后 殊不知他在笔事中所展现出的 眼力和反应速度 已被阁楼中的神秘大佬 尽收眼底 此时俩人纷纷感叹 这小子真是个好瞄子 其天赋哪怕是和一些地级强者比 都有过之而不及了 如果不是今日恰巧遇见 恐怕这种天才 就要被艺术院埋没了 而刚回到家中的灵秀 竟还在回味着 和明和触碰时的感觉 冰和火 明明是香客的属性 又怎会互相增加元力呢 难不成还可以冰火其修 想到这他连忙摇头否定 还是算了吧 到时候搞得身体爆炸就不好了 然而一旁向来无脑的大力 此刻也忧愁了起来 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 也会因为三次觉醒而烦恼 想要修炼又怕吵到夫人和老爷 可买道具又买不起 而看着年关将至的灵秀 一想到赵灵俊即将归来 也就意味着快活的日子不多了 主仆二人同时映落起来 就在这时 卧龙镜带着之前的两位老者走了过来 院长你们确定要找到五道天才 是平安博之子灵秀 他的五道修为分明才刚刚引气的样子 然而此发老者却表示 我们看中的是他未来的成就 可不是他现在的实力 如性你看 说罢便直接朝灵秀攻去 面对突然袭来的攻击 灵秀立马闪身躲 接着镜还借着闪躲之计 甚至还做出了反击 此时老者甚是满意 我果然没看错 在这种情况下镜还能有如此反应 然而大力却以为遇到了刺客 也是第一时间挡在了灵秀身前 看着浑身散发金光的大力 老者也是心头一惊 随后他便道出了识气 我乃是五道院的副院长 此次前来正式想邀请你 加入我们五道院 当然你身旁的壮士也可一起加入 今天算是走大院了 本来以为捡到你一个宝就不错 没想到结果还有意外惊喜 听得灵秀也是一脸问好 啥五道院 可我已经加入艺术院了 难不成还能再加入五道院 随后再前往五道院的途中 副院长表示 当然可以 反正艺术院的那些家伙又不重视你 还不如从艺术院退院算了 以后专心修行五道 在这里你还能享受到最好资源 我敢保证 你以后一定能成为五道宗师 然而灵秀小算盘却打得飞起 心想着可以同时耗两院的羊毛 扔掉一个岂不是傻叉 于是便表示 我还是先不退了 这时副院长掏出了两枚令牌 不退也没关系 这是你俩的腰牌切记收好 看着腰牌上的天字 此时灵秀心中万分感慨 想不到在艺术院只能当黄自院的杂鱼 竟然成了五道院天字院的成员 就在主仆二人发愣之际 副院长接着表示 这位是王教习 你们办完手续后 就让他带着去教场熟悉熟悉 事后 灵秀便跟着王教习来到了教场 看着眼前诸多的训练器材 他心中不有感叹 这才是五道课该有的样子吗 艺术院的跟着比起来 顶多算是体育课 就在这时 灵秀突然发现了什么 于是连忙蹲下询问 王教习这是何物 这是天外陨石 锦衣小块 重量就是同等大小铁块的数百倍 用来打磨力气再合适不过了 灵秀文言立马就起了坏心思 这可是好东西啊 若是有了他 岂不是在家就能训练立枝艺术了 这时王教习却催促起来 我们还是赶快去熟悉下一个地方 今天把路摸熟了 明天就正式上课了 殊不知 原本满满当当的陨石堆 赫然已经少了两块 就在俩人走出五道院后 大力好似发现了什么 于是立马偷偷溜走 就在灵秀吐槽之际 薛灵儿满脸羞涩地走到了他身前 天气冷了 这是我亲手缝的送给你 缝的不好看你可不要笑好我 此刻灵秀心中犹如刀割 果然最难销售美人了呢 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宁愿不要这飞行能力 也不愿伤害一个 愿意为我置围巾的女孩 随后却一脸严肃地表示 灵儿我不值得你这样 可当看似轻浮的女人 真正爱上一个人时 她又怎会轻易放弃 我知道你是有未婚妻的人 但我们不是朋友吗 难道只允许你送我礼物 不允许我送你吗 这叫做礼尚往来 我可没别的意思 你可不要拒绝 灵秀则接过围巾 并将其围在了薛灵儿身上 傻子你难道忘了我的能力了 天气越冷我反而越舒服 倒是你 这么好看的脸都被冻红了 你为一会儿我送你回家 然而一旁看戏的大力 却被灵秀的操作吓出了冷汗 少爷啊 你真是太狗了 真希望你的艺术不是兵 而是扛揍 二小姐可是真的不好惹的呀 完了 赵灵俊要被偷家了 薛灵儿居然主动提出要做小的 虽然在古代可以三七四切 但也给灵秀带来了诸多麻烦 对此五星上将迈克阿瑟特地发来贺点 身为海王你可以爱他 但绝不可以只爱他 然而薛灵儿不仅加入了五道院 而且还每天和灵秀腻歪在一起 看得其他学员各个咬牙切齿 院里好不容易来了个美人 却每天都围着这小子转 一看就是个关系户 连玄街上镜都没有还添自愿的 真是可恨啊 此刻灵秀也察觉到了 来自身后的满满恶意 我说灵儿啊 你就没有自己的事情了 你若是再来几次校场 恐怕我在五道院就要待不下去了 可薛灵儿却毫不在意 赵灵俊这不是要回来了吗 我怕到时候就见不到你了 面对性情大转的他 灵秀也只能眼面叹气 谁让是自己招惹的呢 不过我还是喜欢以前的薛灵儿 怎么现在就不矜持了呢 就在他遐想之际 副院长已来到二人身后 随后在一番了解下 灵秀得知原来天字院 早年定下了一些规矩 每年都会进行一场资格挑战赛 画面一转 坐在学员之间的灵秀 显得格外尴尬 心中也是不由吐槽 怎么会还有这种比赛 本来他们就看我不爽 这下可真要被全院打了 这时观看习的夏皇 疑惑不已 灵秀怎么会在这里 他不是应该在艺术院吗 一旁副院长满脸得意 陛下你有所不知 这小子五道天赋即家 于是我就破例 让他进了五道院 就在夏皇难闷之际 咱们的贵妃却担心起灵秀来 如你所说 那他现在实力肯定很弱 届时会不会有很多人要挑战他 无妨 就算灵秀输了 老夫也不会放着 这么好的苗子不管 这时夏皇文言陷入了沉思 这小子天赋竟然这么好 那是不是得考虑考虑 灵秀跟赵佳德婚事了 同时灵秀也注意到了观战席的下火 没想到他也在这 这样一来我与赵灵俊的婚约 就可以动一动了 此时台下其他院系学员 早已等不及了 纷纷表示要挑战灵秀 然而面对诸多对手 他这次竟然选择不装了 我知道你们都想挑战我 一个一个打太浪费时间了 不如你们一起上吧 我还要赶着回家吃饭 此话一出 台下弟子纷纷暴弄 嚣张 简直太嚣张了 他以为他是叶问了 竟然要一打十 兄弟们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 夏皇也正想见识 见识灵秀的实力 于是也欣然同意 可李伯章却早已看出了 好兄弟的心思 灵秀 这就是所谓的宿命 你是改变不了的就跟我一样 而擂台之上 灵秀早已被一群学员围住 他们也不准备留守 举着木剑就朝他攻来 可灵秀却丝毫不慌 直接祭出木之艺术 在此能力的加持下 他们的动作显得极其缓慢 随着他用出力之艺术 只见浑厚的能量在灵秀周围四夷 仅仅只用了一招 围攻他的数十名弟子 瞬间就被击飞了出去 此时看台上的几人 纷纷露出大惊之色 但唯独贵妃满脸开森 而擂台之上 现在只有一个身影毅然出力 没错那就是灵秀 缓过神来的几人 纷纷对其赞不绝口 可在见到灵秀真正的实力后 夏皇脸色瞬间暗沉下来 看来灵赵两家的婚事 得重新考虑下了 以为退婚稳了的灵秀 正和薛灵儿臭屁时 李伯璋却找了过来 灵秀里面点小心思 已经被父皇看穿了 他不仅没有考虑退婚之事 反而说的 赵姑娘一回来 就给你们赐婚 还要包办婚宴 听得灵秀哭笑不得 一阵以为是李伯璋背叛的自己 其实真正猜到你想法了 是秘真思的朱锦 父皇得之后很高兴 觉得你娶赵姑娘最好 说把李伯璋便转身离开 灵秀文言这才恍然大悟 朱锦这个老匹夫 也是 一对同床异梦的天才夫妻 才更加不会影响到他的皇位 可一旁的薛灵儿却满眼世光 原来你不喜欢赵灵俊了 那你也没机会 没看到陛下说什么了吗 现在我不想娶也得娶了 谁也改变不了 然而薛灵儿却一脸花吃样 和不喜欢的人成亲 也太可怜了吧 要不你娶我吧 我可以做小 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呀 我父亲都有二十多个小妾 或者你在外面买个宅子 你要是没钱我买也可以 叫清澄的绝燕贵妃 却被个小小书生死死拿捏 果然再美的女人 也抵挡不住限量香水的诱惑 就在灵秀送走薛灵儿后 次日一早便匆匆进攻 原来因昨日闹出的动静太大 导致她现在大门都不敢出 于是想着上次贵妃为灵儿出头 还没好好感谢她 便特地给她做了个礼物 可就在途中竟遇见了朱锦 一想到就是因为她 才导致现在婚约铁板钉钉 也是一肚子怨气 朱锦看着一脸忧怨的灵秀 便好奇地询问 为何要这番看着自己 灵秀见其还在这明知顾问 也是给予了非常礼貌的回应 画面一转 长春宫的长廊中 贵妃在见到灵秀后开心不已 小林子最近混得不错吗 我听说自从你上次一打时候 现在武道院的学员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不过你不在家好好待着 怎么跑到我长春宫来了 灵秀文言连忙拱手表明来意 娘娘你就别打去我了 今天来是想要送您一份礼物 此时贵妃好奇不已 究竟是什么好东西 还要你专门送过来 随后灵秀便打开了手中入盒 接着取出了盒中的水晶品 并打开了瓶带 伴随着一阵阵香气的溢出 贵妃立马如小女人般 迫不及待地询问 这味道好香啊 你就别卖关子了 赶快和本宫说说这究竟是何物 为娘娘这叫香水 适用香精和花瓣制作 在经过七七八十二天发酵后 芳香肆意但又不显得俗媚 贵妃接过香水极其开心 本想着再给太皇太后讨要一瓶 但在得知制作需要大量时间后 便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 于是便告诫灵秀 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 不要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 可就在这时 南南却挂在了灵秀身上 本公主也想要香香的东西 可灵秀却一把将其薅住 你要个屁啊 多在娘娘身上蹭一蹭 你不也就变香了吗 就知足吧 别人想蹭还蹭不到了 宝子们是不是又学到了 岂不是能割一波皇亲贵族的韭菜了 谁料就在她遐想之际 一只小手搭在了她肩膀上 灵秀可算让我逮到你了 然而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煞星不会又来找我麻烦的吧 可明和却一把将其拉住 瞧你没出息的样子 放心吧 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说吧便将其绑回了瑞东宫 接着便一把将其壁咚在墙 那天你难道就没发现 当我们身体接触的时候 能力的瓶颈会有突破 此时灵秀表面虽云干风轻 实则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这火制艺术不就来了吗 于是俩人开始再次尝试 你要是敢握下来 看我不打死你 灵秀看着不断加载的进度条 即使有委屈 但为了火制艺术也只能忍着 一刻钟后 灵秀心想公主还真是毫不介意啊 我艺术都复制完了 她咋还不松手 然而这时明和小脸却红了起来 灵秀 我有一个想法 她自然知道明和的用意 但想着现在自己已有冰火两种能力 说不定一个人就能做两个人的事情 还是等回去验证完了再说 于是便表示 给我两天时间考虑 明和文言一脸不屑 这本来就是双赢的事情 有什么好考虑的 可鸡贼的灵秀又装了起来 公主啊男女授受不侵 我可是很传统的 需要一点时间接受 此时明和已被气得咬牙切齿 但也无可奈何只能答应 三天后我在天字院小院等 作为爱打小报告的诸己 灵秀一走便将此事禀告了夏皇 陛下要出大事了 明和殿下将灵秀绑进了瑞东宫 两个半小时后他才出来 夏皇文言预感到要被偷家了 于是连忙下令召见明和 谁料明和刚到 夏皇竟主动出击 算算你年纪也不小了 父皇想着为你选一位驸马 明和一听就急了 连忙表示自己还不想嫁人 然而夏皇却淡淡表示 你先听朕说完 这次给你选的驸马 仅大你两岁 不仅是个大帅 而且武道天赋也是一等一的 明和自然知道夏皇说的是谁 你如果说的是灵秀的话 那就算了 他不是和赵灵俊有婚约吗 那又如何 只要你一句话 朕就下旨取消那份婚约 让他做你的驸马 这一离谱的操作 也是让家中的灵秀 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此刻他不有感叹 这可真是太奇妙了 两个本来互相克制的艺术 竟然能够同时存在 不过尝试了这么多次 还是不能两相融合修炼 为了双倍修行速度 难道只能跟明和公主一起 说实话秀儿的想法极其危险 赵灵音难道真会不管 是公认的学院四美 却偏偏都喜欢上了同一个人 如今第四美的明和 一大早就在小院发起了呆 他很意外 父皇竟主动提出 召灵秀为驸马 可当他真的说出口时 自己竟然还有点小心动 不过想着跟灵秀还不熟 也没有抢别人未婚夫的癖好 便打消了这个想法 就在他遐想之际 灵秀匆走了过来 公主这是有心事 在我的慎重考虑下 还是觉得修行比较重要 少跟本公主套进我 若是考虑好了就跟我进房间 随后俩人便来到了明和房内 只见俩人双手紧靠 石台外侧围绕着滚滚溜 片刻后 明和心底窃喜 看来我猜的没错 体内停滞已久的力量再次运转了 然而灵秀却满脸问候 这算怎么个事 你倒是进步了 合着我就是个工具人呗 说吧立马将手甩开 这突如其来的操作 可把明和气坏了 直接死死瞪着他 然而灵秀却埋怨起来 公主殿下未免也太自私了吧 你就只顾着自己修行 那我呢 明和闻言便开始忽悠 要不这样 今天我先修行 明天再让你修行 这样总行了吧 但灵秀可不是费洋洋 自然是知道明和的那点小心思 你当我傻呢 就算到了明天没有悬兵床 我还不是照样没法修行 明和一听瞬间急眼 一个大男人默默唧唧的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 你究竟想怎样 画面一转 只见赵灵音缓缓走来 明和见状一脸不开森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 灵秀连忙解释 虽然公主和灵音有些不对 但毕竟没有实际的矛盾 所以我觉得找灵音帮忙也没啥 好在经过长达2.5小时的解释后 赵灵音也总算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过他也有些好奇 冰火竟可以一起辅助修炼 还能让修炼速度加快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面对着死亡三连问 灵秀只能无奈表示 是跟公主一站闽恩仇时发现的 谁料他刚说完 赵灵音眼眸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灵秀跟公主能有什么恩仇 难不成又是什么情战 明和见他一直盯着自己看 直接就不乐意了 赵灵音 你盯着我看干什么 是想跟我比比吗 实则心里想的是 大了不起啊 真是的 然而赵灵音哪能落了下风 公主想比什么我都随时奉陪 实则心里想的是 明和公主这么想 灵秀应该没兴趣 不曾想这颗苦了我们的小袖子 只能在一旁阿巴阿巴的劝甲 可只说了一句话 就被俩人扭头怒斥闭嘴 好一会 三人才回到修炼正体 一刻钟后 明和很是满意 赵灵音则一脸震惊 他没想到经过刚才的修炼 自己的瓶颈竟也有了一丝松动 但令他想不明白的是 灵秀不只有兵之艺术吗 然而此时 咱们的小袖子 却在想着左右逢源的画面 内心别提多开心了 可不宜会又开始担心起来 若是一直这样 恐怕自己会两种能力的事 就瞒不住了 如今我已有四种高阶能力 算下来已经是五倍修行速度了 不值得为了再增加一倍而冒险 看来下次得克制用火之艺术 谁料就在这时 灵音拿着把长枪走了过来 吓得灵秀直接打了个寒战 灵音你千万要冷静一点 我不就叫你帮个忙 不至于要杀人灭口吧 你在说什么胡话呢 我是来送你东西的 你五道天赋出众 枪法也比我要好 这把长枪乃是由云铁打造 目前我还用不上 就想着拿来送你了 结果长枪的灵秀感动不已 灵音 这未免也太贵重 你可别自恋了 其实送你这个还有一个原因 你的天赋实力都是上家 五道院应该会派你出院历练 有一把趁手的武器会更好的活命 我可不想看着姐姐手拐 说罢便转身离去 而灵秀却被感动坏了 灵音你真的让我哭死 你放心我一定会再找一把更好的枪送 经过几天的练习 灵秀的枪法已能做到枪出如龙 这时李教席走了过来 好了灵秀 今天的训练你已经超额完成了 保持好体力 明日已时到教场 几名教席会带你们出城时训 记得千万不要迟到了 灵秀文言神情瞬间凝重 心想都来了这么久了 也该是时候渐渐血了 本是英姿萨爽的千金小姐 同时也是公认的高冷女神 却偏偏对个吊车尾无微不至 不仅无偿帮其修炼 还24小时默默护在她身旁 虽然平时有点小暴力 但这何尝不是因为爱 这时你的心里会出现谁呢 既然爱为什么不大声说出来 何必给自己的青春留下遗憾 如今在得知灵秀即将外出历练后 更是毫不犹豫地把贴身武器送给了她 拿着武器的灵秀心底暗自发誓 此生定不负她 次日一早 灵秀便来到了集合地点 李教齐见人已到齐 便说起了此行目的 几天前云山出现了一帮汉匪 他们不仅洗劫了一支商队 还残忍地将他们全部杀害 随后便顿入了云山不见踪迹 我们这次的任务 就是找到这帮匪徒并剿灭他们 这群人大约有十人左右 实力都在悬间 其中并没有艺术能力者 这时灵秀心底还是有点担心的 毕竟现在自己还打不过地阶强者 如果太子想要杀我 恐怕这会是个大好机会 不过好在这次任务奖励 是一次云铁打造兵器的机会 正好可以回赠灵鹰一把趁手武器 就在她遐想之际 李教席又告诫大家 试炼不同于在学院打木桩 虽然我们会保护你们 但也不能避免有意外发生 所以你们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很快大家便来到了匪徒消失之地 这时有人建议 大家先分开寻找 等找到了再集合一起对付 可灵秀并不觉得这是好办法 要知道他可是有授予能力的 于是他便把目标 锁定在了一旁的冤大头身上 他也是被灵秀猥琐的表情吓了一跳 还来不及反应 就已经成了俘虏 在灵秀的威逼力右下 很快便找到了匪徒藏身之地 为了灵鹰的武器 他准备先观察一番 只见匪徒几人好似出现了内火 其中一小弟连连吐槽 大哥咱啥时候才能出去啊 没有盐和调料 这肉一点味道都没有 都快淡出鸟了 领头大哥也很不耐 大家再忍忍吧 等干完这票下半辈子 要什么有什么 谁料他刚说完 灵秀就黑着脸来到了众人身前 哥几个还挺会享受嘛 不过恐怕你们没下半辈子 可匪徒不但丝毫不慌 甚至还邪笑起来 呦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一个小别三 看你长得还挺白 不如来陪大爷玩一玩 话音刚落 只见一柄长枪突然刺来 来不及反应的男子 当场便领了盒饭 打架就要有打架的样子 不知道反派死于话多吗 就在几人惊讶之际 灵秀一个剑骨 瞬间来到其余俩人身前 两级横批 直接解决了他俩 可正想刺杀为首之人时 却不料被七挡下 此时匪徒已然大怒 就你这半吊子水平 别想杀我 你以为我是他们 说吧 直接高高跃起 准备给灵秀致命一击 好在七横枪挡下 但匪徒蛮横的力量 直接将他脚下土地震碎 此时灵秀顿感不妙 这尼玛哪是玄阶 分明是地阶呀 这哪能打得过 匪头见他一块坚持不住 便又加大了力度 你小子杀了我这么多兄弟 就下去跟他们忏悔吧 就在这时 只见一道金色闪光滑过 一只大脚直接踢在了匪头 大脸盘子上 其蛮横的力量 也是让他倒退了数据 此时匪头心中暗想不妙 这力量也是地阶 片刻后 他却又大笑了起来 看来今天是走不了了 随后一把捏住灵秀肩膀 那就让这小子给我陪葬吧 接着便拉着灵秀 一起跳入了悬崖 难道故事就这么完结了吗 人第一次约会 竟把女人带进了青楼 还当着他的面 赏了头牌二白雅 原来头牌名叫海棠 虽身怀异数却流落红尘 而灵秀也正因复制了 他的授予能力 才能活到今日 在得知他熟身还差点前十 也是立马为其慷慨解囊 然而就在一天前 灵秀在外出历练时 却不料被匪头一起拖入悬崖 这可把密贞斯保镖吓坏了 然而令匪头没想到的是 咱们秀儿可是会飞的 看着已经隔屁的匪头 他还不忘嘲讽一番 反派真是一点智商都没有 竟还想着和猪脚同归于尽 就在他得意之际 保镖已来到牙前 在见其没事后也是开心不已 要是真出了什么事 他恐怕就要脑袋搬家了 这时灵秀却细经上身 你笑的锤子 要不是有这棵树 我早就没了 不过骨头还是断了几根 待会还得麻烦你被我回去了 殊不知这老六是装的 实则是惦记上了人家的金刚不坏 刚回到灵府 他便迫不及待地尝试了起来 现在普通武器在他面前犹如渣渣 这精神艺术防御果真霸道 什么实质艺术兵甲之类的都弱爆 不过这金光是可以隐去的 可昨天那老头发光战斗 这批号也真是够离谱的 次日一早 灵秀便敲响了赵家大门 在见到灵音后 也是迫不及待地掏出了一笔长枪 灵音 年关将至我想送你个礼物 上次出城历练 正好奖励了一块云铁 就想着打造一把适合你的长枪 灵音在接过长枪后 虽没有表露出太多情愫 但内心还是极其开心的 有心了 现在年关将至 接上来了不少行商卖艺的百姓 不如一起去看看 可俩人走着走着 赵灵音就被灵秀带到了青楼门口 这是许久不见的海棠 冲着灵秀连连招手 海棠姑娘真是好久不见 你还没有为自己赎生吗 她文言有点羞涩 但内心还是开心的 只是因为灵秀还记得自己 公子见笑了 不过也就差两百两银子了 想必很快就够了 灵秀文言连忙递过银票 可海棠却连连摆手 不行不行 我不能要公子的钱 灵秀并没有理会 则是直接把银票塞到了他手中 你就别给我客气了 早点为自己赎生 我还等着你的豆腐铺开咽呢 说来灵秀心底还是很感激他的 也正因为他的能力 才能每次逢凶化吉 随后便与其告别 海棠姑娘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若有事就来清丽丝找我 如果我不在你就去找柳如旭 眼看着灵秀就要走出视线 海棠连忙喊道 灵公子 其实我不叫海棠 我叫陈玉 海棠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 我很不喜欢 我会记住的 陈玉姑娘就在俩人离开后 不明所以的灵鹰一阵吐槽 你倒是大方 二百两银子随手就给了一个青楼女子 也不想想半年以前 整个灵家都拿不出这么多钱 灵秀无奈表示 其实陈姑娘是一个苦命人 以色误人的女子 有什么可怜的 她完全可以凭借双手养活自己 却偏偏要靠身体 灵秀听完意识不知怎么开口 也是 灵鹰从小成长环境不同 自然不太懂这些人的苦衷 要知道他们在面对问题时 可就只有一个答案 没有其余的选择 与此同时 陈玉拿着熟身钱不愿再等一刻 于是立马找到了老板娘 接着将银票放在了桌上 银子给你 卖身器给我 好在老板娘也是个好的 走吧走吧 走了好走了好 趁你现在还有点姿色 出去找个老实人嫁了 这些年多谢妈妈照顾 快走吧 趁我现在还没改变主意 鸟中或自由 可又有多少人 还在生活的囚龙之中 但被贴上标签的人 真的能那么容易摘下吗 当陈玉刚走出门外 就被一副家公子抓住了手臂 这不是海棠姑娘吗 我们正要找你呢 今日本公子可是给你介绍了位贵客 陈玉自然连忙拒绝 却不料惹怒了男子 看着他们各个丑恶的嘴脸 陈玉一把挣脱束缚 我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说吧直接朝一旁大树撞去 只听喷的一声 接着便倒地不起没了反应 然而男子见状却转身离去 嘴里还吐槽真晦气 就在这时 只见一个黑色人影出现在其身旁 这天道蒙的头牌杀手 同时也是朝廷公认的乱打 但普通百姓们都对他爱戴有加 只因他专杀恶少顽裤 如今却当面邀请灵秀加入天道蒙 秀儿他会答应吗 秀儿他会答应吗 秀在陈玉死后 灵秀也是第一时间找来了为首男子 并愤怒地质问着他 陈玉到底因何而死 还有他的尸体去哪了 可男子不仅没有丝毫悔意 还极其不懈地表示 他明明就是自己一头撞死 跟老子有什么关系 那尸体被狗吃了也不是没可能 若是没有别的问题 待会我和黄公子还有饭局呢 灵秀听完脸色瞬间阴沉 黄公子恐怕等不到你了 说吧直接甩出一记拔刀斩 还不等他反应 人就立马驾河西去 这时灵秀却贼喊贼起来 快来人吧 杀人了杀人了 翻起一点浪花 就是不知道我嫁祸的那位女侠 会不会找我麻烦 如今只剩下黄国公家的黄涛了 这家伙害得陈姑娘尸骨下落不明 他若不死这仇就不算报完 画面一转 贵妃在见到灵秀后也是一阵埋怨 小林子你已经好久没来看本宫了 他文言连忙行李解释 娘娘莫怪 学生这几日实在脱不开身 这时贵妃小脸羞红一脸小傲娇 若是有事就先去忙自己的事吧 也不用每日来看南南 不过最多只能隔五天 不三天还是两天吧 本宫也是担心南南不习惯 你也看得出来南南很喜欢你的 这时灵秀显然没听明白 那我还是两天来一次吧 毕竟娘娘的灵虫比较重要 然而南南却是个大聪明 对对对你们说啥就是啥 随后灵秀便表明来意 娘娘您看 这次我又特地带来了几瓶香水 就当给您赔礼吧 现在皇城贵妇们哪个不羡慕娘娘 等着香水知名度高了 你也能分一些红利不适 贵妃见识新品种的香水 两眼瞬间冒出金光 这么多种味道 灵秀我可真是太喜欢 见自己即将失态 贵妃瞬间垫得端庄起来 其实爸主要还是南南挺喜欢的 难得你想着我 这宁香斋我就破例帮你宣传了 告别贵妃后回到家中 你治傍晚 还不等灵秀反应 一柄长刀一抵在身后 小子你胆子还挺大吗 自己杀了人竟然嫁祸给我 这时灵秀淡然表示 我猜你应该就是 那位专杀恶少丸固的女侠吧 女人有点意外 于是闷声询问 难道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你当然不会 因为我两可都是好人 实则心里却打起了人家艺术的主意 这姑娘的艺术竟然是隐移 可是个好东西啊 这时女人收起了长刀 果然聪明 我可早就注意到你了 你也算是个好人吧 当初为那个女子出头 这次又杀了郑家那个比扬的婉姨 就算你不杀她 早晚我也会出手 但我很奇怪 明明是你杀了她 为什么他们却一点都不怀疑 此时灵秀也不愿暴露太多 便随便找了个借口 我用的是兵刃 他们没有找到凶器 自然就不会怀疑到我头上 女人显然不信 但也没有过多追问 小子我见你也是个极恶如仇的侯 要不要考虑下加入天道蒙 这时灵秀才明白 女人是天道蒙的人 那么之前她做的事就说得通了 不过天道蒙性质属于乱党 若是加入被发现可是抄家的死罪 想到这便连忙出言拒绝 我现在还不会加入你们 不过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 为百姓做些事情 女人听完似乎有点意外 便想着出言试探一番 既然不想加入 那你不打算拿我去换赏银 那可足足有十万两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更何况我也不缺银子 光是红黎君每个月都能进账十万两 女人一听便来了兴趣 红黎君 那这么说你岂不是有很多好酒 此时灵秀心中一阵窃喜 正愁艺术怎么复制呢 这不就送上门来了吗 次日一早 灵秀就找理由 抓来了害死陈玉的其余二人 俩人刚走进大堂就吵嚷起来 我可是建安伯的儿子 你们竟敢抓我 快把你们王主氏叫来 我要撞到此人 此话一出 愣是给两位牙一整懵了 竟然要撞到林大人 与此同时 只闻一声拍暗声 堂下何人要撞到本关了 俩人文言纷纷紧闭双唇 心想完了没想到这家伙 还是清立似的管 这下可踢到钢膽了 这时灵秀也不再啰嗦 今日你们俩当街抢抢妇女 按大厦律法李英将 则三是以警效用 谁料这时秦婉走了过来 林大人可否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过我的这两位兄长 说吧只见其眼中闪过一阵紫茫 同时灵秀眼眸瞬间被童话 刚说了一个好字 又立马反应了过来 好个屁 秦姑娘要是人人都可求情 那还要法律干嘛 来人 给我拖下去打 秦婉见艺术失效 也是被惊出了冷汗 心中不由暗想 灵秀这家伙的意志力好强 这各种因果缠身的胆 不仅没有龙奥天的胎局 还是个公认的顽固废材 可他却凭借一己之力 推翻了各种讽刺 我心肠胆两坤年 如今更是诸多艺术加深 而他却放弃了天骄之名 选择用自己的方式 替百姓做些事情 然而就在灵秀要惩治恶少之际 却被突然出现的秦婉阻止 他还顺势对灵秀使用了异能 好在他并没找到 事后每每想起秦婉诡异的能力 他心中不免生出一丝忌惮 刚准备去找灵英打听一番 却发现有个牙役正在贴通机令 看着图片上的女人 灵秀心头一挤 这不是前阵子来找我的阿柯吗 糟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果然等他匆匆赶到大堂时 发现柳如旭和郎大人 正在围观一具尸体 就在他发愣之际 郎大人突然开口 灵秀你来得正好 快来看看这个尸体装得像不像 随后在其询问下才得知 原来昨天那名女刺客 又去刺杀黄国公家的公子黄涛了 但没有成功法受伤了 这也惹得朝廷大怒 于是便想到了个办法 千散播二等博承阳博之子 当街打死了一位百姓 但他爹动用了关系 让清丽丝放了他的消息 然后再在承阳博府设下天罗地网 想必以那女刺客的性格 杀黄涛未成 必定会拿守卫松散的二等博之子泄气 这样一来他就会自投罗网 灵秀文言嘴上虽说着凤城的话 实则心底也是一阵吐槽 那傻娘们怎么还真去杀黄涛了 上午刚被我教训完 你就去刺杀 你可是真火啊 画面一转 深夜城博府门口 当大门刚被打开一个门缝后 阿珂就被埋伏之人踹飞了出去 此刻他已经动弹不得 这是一个壮汉缓缓走来 你这娘们可真心急啊 满地血也赶来刺杀 真当你这个隐医是无敌的 看着还在挣扎的阿珂 壮汉也不再啰嗦 只见他高高举起手中长剑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伪装后的灵秀顺身将其救下 随后立马抱着他仓皇而逃 可对方毕竟是地阶强者 很快便追上了灵秀 接着跑啊 怎么不跑啊 没元气了吗 此时灵秀脸色阴沉 年轻人 得饶人触且饶人 他杀的都是该死之人 要不今天就算了吧 壮汉并没有理会 则又是一记重剑劈下 却不料被灵秀徒手接住 壮汉看着眼前无比淡定的老人 心中极其惊慌 居然徒手就接下了我全力一击 这时灵秀淡然开口 年轻人 我说过得饶人触且饶人 今天我不杀你 你快走吧 壮汉文言十分逝去 连忙抱拳行李 随后仓皇而逃 殊不知灵秀一直在硬撑 方才接见的右手早已受伤 很快他便带着阿柯 找到了一处山洞 看着眼前昏迷不醒的女人 灵秀很是无奈 果然长得漂亮的 脑子好像都不是太好 你看吧 受伤了吧 说吧便查看起了女人的状况 这妹子到底受了多少伤 看来今天元晶要见顶了 于是便发动了治疗艺术 同时异能复制的进度条 也在不断加载 次日一早 他便来到了彩衣房间 面对他的询问 灵秀也是一脸无奈 只能称昨晚办案太累 想来你就休息一下 实则是因为昨晚救人消耗太大 不过好在就下了阿柯 伴随着彩衣悠扬的歌声 灵秀也是很快进入了梦乡 看着熟睡中的他 彩衣突然停了下来 一脸深情地看着灵秀叫了声 公子见他并未回忆 脸颊便悄悄地凑近 来了 你们期待的那个女人他来了 就在刚才 灵秀正在熟睡之际 却惨遭彩衣偷袭 已知深夜才回到家中 不过心中却生出一丝疑惑 怎么非事 嘴巴为何这么干 难道是刚刚那个梦的原因 但确实又香又软 令人有点回味无穷啊 就在他感叹之际 却被突然到访的阿柯吓了一跳 我滴马 大姐你怎么在这 要知道现在大街上 可都是你的通缉令 你还敢这么随意露面 阿柯则并没有过多解释 反而显得极其淡定 你就别装大尾巴狼啊 我知道那天是你救的我 灵秀文言很是心虚 话说昨天你不是晕过去了吗 又怎么这么笃定是我 那时我只是没法说话 当你和地阶强者战斗时 我就知道了 而且你还用了不止一种艺术 此时灵秀只能大方承认 但还是有点好奇 我昨天明明是老乞丐妆容 你又是怎么辨别的 当然是气味 我们天道萌的人 对气味都十分敏感 就算你再怎么易容 也不能掩盖掉自身的气味 得知真相的灵秀一阵吐槽 你们天道萌还真是狗 但阿柯姑娘不去养伤 大半夜跑到我这又是为何 面对灵秀的询问 阿柯瞬间小脸羞红 再也没有了杀手的那份冷漠 因为 因为你昨天帮我疗伤的艺术 能够驱除疤痕 所以 所以想请你帮我消除掉身上的伤疤 灵秀一听连连摇头 万万不可 这种疗伤可是要出意外的 咱们男女受受不侵啊 这时阿柯满脸唾气 你再装个锤子 那天晚上你不是该看的都看了 赶紧的磨磨唧唧的 江湖儿女不拘小节 我知道宝子们不爱看 下面的情节三地就替大家看了 经过伊昆时的治疗 阿柯对此次治疗十分满意 不过在看到灵秀猥琐的表情后 于是立马出言怒斥 色胚 你看够了吗 还有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不是说了吗 因为你跟我一样都是个好人 现在你伤势还未恢复 城里又在通缉你 这几天你就先住我这吧 片刻后 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床上 俩人纷纷辗转难眠 此时灵秀好奇询问 你为何这么仇恨完裤子底 能说说原因吗 阿柯文言并未给出理由 反而催促灵秀赶紧睡觉 不过从他的神情之中可以看出 阿柯也是一个有故事之人 几日后 灵秀突然从梦中惊醒 嘴里还嚷着 灵音 灵音 秀斗麻袋 我没偷看 快别揍我了 片刻后他才反应过来 这不过是一场梦 灵秀啊灵秀 阿柯已经走了好几天了 你怎么还是会时常梦见呢 时间很快来到了大年初一 该出去走走串门拜年了 很快灵秀便带着大力来到了赵府 就在他和未来岳父岳母寒暄时 赵家小儿子指着灵秀就是一顿怒喷 二姐呀你看这个灵秀 从头到脚趾头 哪点能配得上大姐 还不让他赶紧滚 话音刚落 灵音立马给了他一记冲头 别成天没大没小了 以后见到灵秀要喊姐 知道吗 事后他看着灵秀 不知是喜是忧 姐姐元宵姐马上就回来了 到时候他就能和姐姐结婚了 真是太好了 就在这时 指纹一声圣旨道 朱景已来到众人身前 吴安伯之女赵氏凌俊 天资卓著品貌出众 平安伯之子灵秀 人品贵重一貌非常 二人天造地赦 少有婚约试婚取之时 镇成家人之美 刻赐婚二人 一切礼仪交由李布斯与关天司 共同承办 于二月初九完婚 亲此灵秀见状心中一阵吐槽 这个狗皇帝 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人都还没回来就开始赐婚了 这时朱景接着嘱咐吴安伯 陛下叛你误会 特地让我向你解释 不是不愿等你家天骄回城 实在是良辰即日难寻 礼不愁办又耗费时间 等到大婚那天 陛下必定亲自上门送 面对夏皇的这番嘱咐 吴安伯连忙灵指谢恩 而灵秀却还在一旁口吐芬芳 很快便来到了元宵节前日 大雪已经覆盖了整座城门 只见一位长发女子 撑着红伞踱布而来 皇城 我又回来了 今天最幸福的男人 却也是个极其可悲之人 大婚当日本该其乐融融 谁料最后却一人独守空房 而就在灵秀大婚前夕 他筹划已久的宁香斋 终于即将开业 为此他特地请来了 好极有李伯璋与薛宁儿前来帮忙 很快诸多事宜都已敲定 只等开门迎客 这时灵秀好奇询问 李兄 现在也没啥大事了 你确定年纪不回家陪陪家人 兄弟你在说啥胡话呢 这么重要的日子 怎么能少得了我 要知道在女人和稿前面前 我一向只选择后者 灵秀也是看破不说破 呀的 这家伙竟然把多老婆 都能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果然是我的好兄弟 待万事准备就绪后 只见灵秀缓缓打开房门 眼前景象可把他惊坏了 他万万没想到 灵儿和贵妃的影响力能有这么大 不仅门口围满了人 就连屋外也都排起了长队 看着络绎不绝的客人 可把李伯章高兴坏了 两眼还时不时的冒着金光 还不到一坤石 香水尽已被全部抢空 这时李伯章极其兴奋 我刚刚算了下 景片刻我们可就足足赚了五万两啊 说罢便搂着满满当当的银子 表情沉醉不已 而灵秀和灵儿却早已泪谈 于是两人纷纷提议 之后这里就全权交给李伯章负责 事后回家途中 就在两人调侃起灵秀大婚仪式时 他却惊讶地发现 赵家姐妹正在悠闲地逛着街 此时灵音提起灵秀 好似有说不完的话 姐姐我跟你说 灵秀这家伙不仅觉醒了 兵之一数 而且还有极高的武道天赋 就是有点太招女孩子喜欢了 要不是我帮你守着 恐怕他早跟别人跑了 而另一边的郑主却不知所措起来 夏皇赐婚后婚前李英不能相见 但毕竟碰见了 要不要上前打个招呼呢 就在他纠结之际 谁料赵灵俊却突然扭头朝他看去 而灵秀则立马推扫着灵儿 快速离开了此地 随后赵灵俊也来了兴趣 瞧你说了这么多 看来你很了解他吗 想必你院子里的那把云铁寒枪 也是他送给你的吧 当然 我可是给他当了一年保镖 再说我也没白要他的 我之前也送过他一把 时间很快便来到了二月初九 此时灵府大红灯笼高高挂 堂外早已聚满了亲朋好友 这其乐融融的气氛 仿佛就连空气都是甜的 随着及时已至新娘入场 只见灵秀亮腔的跨过火盆 来到了赵灵俊身旁 伴随着肆意高亢的嗓音 两人不出意外的结为了夫妻 里程后在岳父的一阵嘱咐下 赵灵俊也是被带进了婚房 而灵秀刚走到好友身旁 明和就忍不住吐槽起来 真是没想到啊 那个女人最后还是落到了你手里了 灵秀文言淡淡表示 恐怕以后就要听自家娘子的话了 可明和却满脸不悦 好啊你小子果然是个色配 有了娘子难道就不能跟朋友修行吗 此话一出 惹得灵秀连连叹气 大姐我能有什么办法 所谓天大地大娘子最大 就在两人谈话之际 只见赵灵依满脸微醺凑了过来 灵秀 你最好说的都是真的 若是你再被我抓到你去张花惹草 我非亲自打断你的第三条腿 也许世上有人洗就有人背 看着满城绽放的烟花 彩衣不该是洗还是忧 只能在心中默默祝福灵秀 而我们的灵儿也是极其失落 如今你已大婚 可站在你身旁的人却不是我 身宫之中的太子 此刻已对灵秀恨之入 殊不知他再作死下去 恐怕就连太子之位都要不保 画面一转 灵秀已来到婚房之外 可他却迟迟没有推门 他没想到自己竟稀里糊涂的 可只见了一面背影的人结婚了 不过心中还是有点小小期待的 可当他推开房门的那一刻 又不知是喜事碑 看着空空如也的房间 灵秀似乎早已料到 但似乎也没有料到 此刻他只能自我POI起来 也对 赵灵俊这么高傲的女人 又怎会是这么随便的人呢 不过这床还真不错 一个人睡想必肯定很舒服 叶大婚妹妹本该开心 可他却愁容满面心如刀割 甚至还心疼起了姐夫 然而独守空房的灵秀 却并没有那么在意 反而隔天一早 就到艺术院找明和修炼来了 看到灵秀他也是一脸疑惑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用陪那个女人吗 灵秀无奈的挠了挠头 昨晚喝多了开玩笑呢 我觉得还是修炼比较重要 这时明和又扭头 看向一旁的灵姻 你咋也来了 怎么看你很难过的样子 他并没有过多解释 反而催促赶紧开始修炼吧 一刻钟后 明和心满意足地送别的俩人 可这时灵姻却停下了脚步 满脸愁容地说了句 对不起 看着一旁满脸问号的灵秀 他也慢慢解释起来 昨晚本该是你和姐姐最好的时候 可姐姐却跑到了我的房间 并留宿了一宿 我这才明白 这桩婚约本就不该存在 说到这 他不敢相信 作为一带天骄 即便放在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 想必都会遭到无数势力争抢 而我只是一个二等博之子 嫁给我我都替他感到委屈 你放心吧 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虽然他嘴上这么说 实则心底早已乐开了花 如若他不这样 我还怎么继续去斗彩衣 怎么去和灵儿逛街 看着灵秀如此洒脱 灵影眼中尽是心疼 回到家中 他便匆匆来到赵灵俊房间 昨晚的是我很抱歉 有什么想说的就坐下说吧 说罢只见一抹淡粉色能量 围绕在其手掌 接着一张椅子顺势飞来 最后落在灵秀身旁 在见其蛮横的实力后 灵秀心中不禁感叹 既然是念力一手 怪不得皇帝老儿会这么忌惮 不过有我在 你恐怕就要往后靠靠 随后便表明了来意 虽然我们以拜堂成亲 但我知道这并非你我意愿 所以没事我不会去烦你 希望你也别来烦我 此话一出 没想到赵灵俊很是赞同 那是当然 我现在只想好好修炼 显然这结果也随了赵灵俊的意 看来他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婚姻 这样也就更好了 走出房间的灵秀如释重负 他庞佛又闻到了大海的气息 终于又可以回归森林了 不过又有一个难题摆在眼前 如果一直让赵家添交住厢房 传出去岂不是会让人笑掉大牙 看来我得搬出去住 但皇城的宅子又很贵 要是有个人能送我就好了 另一边皇城的御花园中 朱锦又来打小报告了 陛下 昨夜他俩并未同房 现在灵秀正在来皇宫的路上 有意思 这结婚当晚新娘逃了 结果大婚第一天新郎又跑了 真是有趣 不过灵秀来皇宫做什么 难不成是来告状的 那我可得好好打压下这个武道天才了 片刻后 在灵秀行晚礼后 夏皇好奇询问 你昨日才大婚 不好好在家陪着妻子 却跑到宫里见证 又是所为何事 灵秀则毫不掩饰 回陛下 臣想向您借点银子买一座宅子 怎么你还缺起银子了 你和秦王合伙开的那两间店府 可以说是日进斗金了 怎么还来找我要银子 赶紧爬 不见 灵秀见夏皇这般态度 于是立马装腔坐视起来 既然陛下不见 那我只能回去住在婚房 与娘子好好增进下感情了 说不定哪天就有个小小林了 此刻夏皇仿佛被戳中了痛点 接着只见他瞬间变脸 朱锦拿你赶快带灵秀去选房 他看上哪个就给他哪个 算是正赏赐给他的 见其走后 夏皇脸色也严肃了起来 还想有小小林 你俩最好一辈子不要圆房生子 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 在一切办妥后 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灵秀准备今晚先找个客栈将就下 谁料刚走到客栈门口 就碰到了一个老熟人 象征性的打完招呼后 俩人同时走进了客栈 在得知只剩一间房后 俩人更是谁也不让着谁 显然灵秀更占据优势 最后在老板的劝解下 俩人这才决定协商一下 于是就有了现在的画面 睡在床上的秦婉一阵吐槽 这就是你说的将就一下 秦婉姑娘有家不能回 我觉知你还来找我借钱 相比之下这点将就算什么 那也比某些人 大婚第一天就跑出来睡客栈的好 和你比起来 我这点将就确实不算什么 秦姑娘你可别忘了 你可是还欠着我的银子呢 而且今晚的房钱还是我掏的 秦婉文言立马策过身去 宽限我几天 我之后一定还你 此时灵秀怎么也想不通 他为何会这么缺钱 但一想到明天 终于可以去找彩衣表露心意了 嘴角也是不自觉的上扬起来 为何平平脸红 薛灵儿又为何这般表情 原来全都是因为这个男人 灵秀也终于要干正事了 就在他和赵灵俊达成共事后 次日一早 他便迫不及待地推开了彩衣房门 而彩衣在见到灵秀后 还是会一如既往的羞红小脸 公子大婚彩衣本该前去祝贺 但介于自己的身份 不过那天晚上的烟花 我在窗前看了很美 此时灵秀直接摊牌 即使烟花再美 也不及你的一丝一吼 彩衣听着这般肉麻的话 笑脸上又多了几分红韵 公子可真会说笑 我不过是一介雍之俗粉罢了 你若是雍之俗粉 那这世上可就没有美人了 彩衣见灵秀似乎有点反常 于是连忙转移话题 公子今天有没有想听的曲 我这就去准备准备 可灵秀又怎会放走他 只要是你唱的我都喜欢 你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看着这般无赖的灵秀 彩衣也是有苦难言 若是所有客人 都像公子这般好说话 那我们赚银子可就太容易了 谁让我已经离不开彩衣了呢 我不惯着你惯着谁 不如你以后别登台了 就给我一个人唱曲吧 公子又说笑了 若是不唱我拿什么养活自己啊 听到这灵秀瞬间来的精神 当然我养你啊 我可以将这梨花院买下来 以后你想唱就唱 不想唱就不唱 彩衣听完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那还是不要了 公子对彩衣这么好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 灵秀见总算问到点子上了 于是连忙开口 那不如就以身相许吧 彩衣小脑袋瞬间红温 甚至都冒出了争气 片刻后 只见她害羞地低下了头 小声喃喃道 若是公子想的话 彩衣也不是不可以 很快灵秀便解决了房子问题 也从班主手中买下了梨花院 在解决完彩衣的琐事后 这时灵秀又想起了灵儿 一想到自己能毫无顾忌地追求幸福 而且还不用担心被灵鹰放 就连走路她都开心地摇了起来 然而此刻宁香摘装 薛灵儿看着屋外哀哀的白雪 心中好似充满了忧愁 就在她遐想之际 灵秀却突然冒了出来 灵儿你在想什么呢 而她却冷漠地回到 你不去陪你的天之娇女 来这干嘛 见灵儿这般冷淡 灵秀连忙解释 其实我和赵姑娘 并非你们想的那种关系 我们虽然有夫妻之名 但却没有夫妻之实 大婚那天晚上她就离开了 薛灵儿听完 只见其双眼瞬间闪出金光 你说啥 明媒正娶八台大教 拜过天地的妻子洞房之夜跑了 看着她如此惊恶的表情 灵秀只能接着解释 我和她已经说清楚了 我们现在只是表面夫妻 互不干预对方的生活 灵儿听完可开心坏了 立马一头冲向灵秀怀里 没事 你别难过 她不要你我要 而灵秀则脚底一划 俩人顺势跌落在地 就不能矜持一点了 谁料这事 李伯璋直接推门而入 看着俩人亲密的举动 瞬间射死在了原地 此时她害怕极了 心想完了这还赚个毛线的银子 我进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灵秀这家伙不会杀我灭口吧 随后只见她立马转过身去 装作啥也没看见的样子 我可什么都没看到 你们继续 就算看到了我也打死不会说了 你不用怕赵姑娘知道 然而灵秀却丝毫不在意 你压得别装了 就算她知道我也不怕 然而李伯璋却满脸不信 兄弟 你没发烧吧 这句话你敢在她面前说吗 我俩都是一样的人 我还不知道你在我面前就别吹牛了 可再听到灵秀说是他同意的证 李伯璋此刻除了震惊也只有震惊了 缓过神后 他还是万般不解 同意 赵灵俊凭什么同意 灵秀文言直接反驳 他凭什么就不同意了 然而这可把一旁灵儿挤坏了 别管他 我们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吧 我可是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看着逐渐远去的俩人 李伯璋此刻心情 犹如万剑穿心那般疼痛 没意思 真是太没意思了 人与人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来了 灵秀的后宫即将迎来升级 在拿下小鸟一人的彩衣后 他便把下一个目标放在了灵儿身上 可就在俩人你农我农之时 却被突然闯入的李伯璋撞个阵阵 为了不被其打扰 灵秀便将灵儿带到了 自己新买的豪宅之中 看着硕大的宅子 灵儿着实被吓了一跳 可这时灵秀却一脸严肃起来 灵儿 你可要想清楚 我和赵灵俊可是陛下赐婚的 在我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 可是没办法给你什么名分呢 然而薛灵儿可不在乎这些 灵儿心里明白 你们一旦合离就是妻居 其实你也不用为我担心 只要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哪怕没有名分又如何 只要你在我身边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奢求 不过总感觉这里空落落的 不如我们在这里建一个花园 等到夏天 院子里一定满是香味 灵秀见薛灵儿并不介意 于是连忙附和 都听你的 此刻他心中不禁感叹 能和自己喜欢的人 在一座有花园有菜地的宅子 一起看日出日落花谢花开 这可是我两辈子 都梦寐以求的生活呀 事后当灵儿参观到厨房后 也是一脸疑惑 怎么厨房连个做饭的工具都没有 灵秀文言一脸纳闷 做饭 怎么灵儿还会做饭吗 这时只见薛灵儿翘脸一红 低下头难难道 虽然现在还不会 但是我可以学 你喜欢吃什么菜 我可以先记下来 等回去了再让厨娘教我 这个先不急 宅子里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添置 不如我们先去购置回来吧 可灵儿却怕 如果就这么走在街上 肯定会被人误会 不过很快他就想到了办法 灵秀对此也很是赞同 但大冤种李伯璋却死活都不同意 不去不去 讲道理我也不去 打死我也不去 你当着我的面和薛灵儿秀恩爱就算了 现在你还要我去给你们当店灯泡 你们可别太过分了 看着态度如此强硬的李伯璋 然而灵秀却早已想好了对策 李兄别这么早拒绝了 李儿本来还想给你介绍几个闺中密友 李伯璋文言瞬间变脸 灵兄 我刚刚是说 我家娘子叫我回家 我打死也不回去 帮你们安家这种事 又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事后即便是背着巨多重物 她也一点都不嫌累 灵儿姑娘什么时候方便你见一下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多交几个朋友 放心吧殿下 他们会知道你的英灵神武 很快已经入夜 在送回薛灵儿后 灵秀却发现一位熟悉之人 正蹲在自家门口 于是便上前打起了招 秦婉在看到灵秀后 也是十分震惊 怎么在哪都能碰见你 你坐在我家门口 问我这个问题 你觉得合适吗 说吧她便示意秦婉 跟我进来吧 难道你要在门口坐一晚上吗 随后灵秀便将她带到了一间厢房 并帮她取来的被褥 今晚你就睡这里吧 我也是才搬进来 被褥这些都是新的放心吧 接着便将钥匙扔给了她 你欠我的银子可还没还吗 以后无家可归就别住客栈了 此刻灵秀心中爽爆了 这种自由的感觉真好 晚上想收留这种无家可归的大姑娘 心里也没有一点负担 你放心不收你钱 不过记着只能晚上来 此话一出 没想到向来高冷的秦婉 竟然也会脸红 还顺势响入飞飞起来 灵秀对我怎么这么好 如果这是画本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事 应该就是那些女生讲的那种吧 然而就在她遐想之际 灵秀则早已走到了门外 我去修炼了 你自己赶紧睡吧 不用管我 有这点心思还不如早点还我钱 看着逐渐远去的灵秀 秦婉翘翘脸一红 这人还真是奇怪 事后她一想到今后的生活 立马露出了一幅猥琐的表情 可就在这时 阿科竟然找了过来 你可真让我好找啊 你才刚刚大婚 不在家好好待着 却跑到外面一个人住 你可真有意思 灵秀也显然知道她的来意 嗨 这是一时半会也说不清 你来找我想必是又受伤了吧 先进去再说吧 我家还蛮大的 在看到阿科伤口后 灵秀也很是好奇 怎么伤到这儿了 差几分可就到动漫要害了 阿科则无奈表示 自己在杀一个欺男霸女的恶人时 不小心被她刀器所致 可就在接下来的治疗途中 灵秀却突然难受起来 阿科则提醒 城内有人突破天阶了 而且还是火之一数 一直被人欺负的灵儿 竟也有一个极其户短的爷爷 就在刚刚 伴随着滔天的火焰直冲天际 深宫中的夏皇 看着眼前惊人的异想 也是不禁感叹 看来我夏国又多了一位天阶强者 不过会是谁呢 一旁的朱景虽然断了 但却异于常人的聪慧 只见他连忙出言解惑 以微臣所看 突破者的能力应该是火 而异象又在薛国公府方位 想必定是薛老国公破镜了 夏皇文言表情一脸严肃 想着势必要拉拢一番 于是连忙吩咐朱景前去拟址 将薛老国公晋升为一等宫 再背上一份厚礼送去薛府 然而薛老国公晋升后的第一件事 竟是要为自己的宝贝孙女讨回公道 只见他化作一团炙热的火球 眨眼间便已来到宋府上空 幸送的老匹夫 赶紧给我滚出来 伴随着一道浑厚的声音 响彻整个宋府 众人看着空中不断坠落的血色火球 惊慌之余不禁发出感叹 难道这就是天阶的实力吗 仿佛抬手之间便可灭了整个宋家 而一旁的始作俑者宋玉智 只能躲在一旁瑟瑟发抖 可不知情的宋家主十分纳闷 这是怎么回事 我宋家与薛家本就没有过多交集 为啥薛老国公刚跨入天阶 就要找我宋家算账 宋家主心中也是连连庆幸 还好老祖没有闭关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待余波散去 天空顿时涌出一阵冰之龙卷 片刻后 只见宋家老祖缓缓走出 恭喜薛兄成功破镜 不过你我两家虽不是试骄 但应该也无仇无怨 不知今夜气势汹汹来此 又所为何事 看着云淡风轻的宋家老祖 薛老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们可真是野猪鼻孔插大葱装大象 你宋家都快骑在我薛家头上 拉奥里给他 还敢说肃无仇怨 宋家老祖则一脸茫然 薛兄暂且息怒 老夫这几日都在闭关 且容我询问一番 说吧 便立马扭头质问起现任家主 然而他却淡默地表示 只是玉智和薛老家的千金 发生了些误会 谁料此话一出 薛老更加怒火中烧 浑身更是燃起滚滚烈焰 误会 待人在宫门口围堵我家灵儿是误会 太皇太后寿宴之上 栽赃陷害他也是误会 我看你们就是一丘之鹤 我今天就是来揍你的 宋老你无需多言 先到城外打一家再说 宋老见事已至此只能出言硬想 既然薛兄执意如此 那宋某就只好奉陪一场 事后再带人赔礼道歉 说吧 俩人瞬间化作冰火双龙 逃城外急驰而去 宋家主见此事已不能善良 连忙吩咐手下 来人把这个孽障关起来 一年不准出家门一步 而城外的一处山谷中 只见被一兵一伙包裹着的 两人凌空而立 眼看着就要打了起来 薛老却突然扭头 看向地面的一处石块 并好心出言提醒 两个躲在暗处的小友 我劝你们还是躲远点 待会要是误伤了老夫可不负责 不过薛老要是知道 自己的宝贝孙女 魂都被石块之后的灵秀勾走了 不知又是怎样的景象 然而此刻灵秀似乎有些慌张 他没想到即便用了隐匿能力 竟然还能被对方感知到 阿柯则在一旁提醒 隐匿艺术只能隐去身心 并不是无敌也不是万能的 随后两人只好撤去能力 退至远处观战起来 看着两人惊天动地的战斗 灵秀也是被深深蛰伏 这便是天阶强者的战斗强度 可以说是焚山主海了吧 然而一旁的阿柯却十分纳闷 你到底还有多少艺术 灵秀则一脸邪笑的看向他 想知道的话 你只要一直住我们不就好了 阿柯也是一脸无奈 索性骂了几句 看着他还看得起劲 便起身先行离开 此刻他心中也是泛起了涟漪 灵秀这家伙到底想收留我多久 在关战后 灵秀也是被天阶的实力折服 一回到家中便投入了修炼当中 片刻后 只见阿柯打着哈欠走了过来 你这家伙我都睡了一会了 你猜回来 不过你不去睡觉 在院子里练枪干嘛 灵秀表示天阶还是太强了 自己得赶紧提升实力 看着如此上进的灵秀 阿柯立马摩拳擦掌起来 没想到你还有点追求吗 那我就陪你练练吧 可一个时辰后 他已累得气喘吁吁 看着依旧生龙佛虎的灵秀 他心中满是好奇 然而灵秀却表示 这就是我的独门秘房 你要不要试试 说罢便将手搭在了阿柯的肩膀上 带一阵绿色能量涌入其体内后 阿柯顿感浑身又充满了力气 这时灵秀伸手邀约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疲惫感瞬间消失了 若是跟我夜以继日的修炼 想必你定能成为天下第一刺客 听着灵秀夜以继日的话语 阿柯顿时羞红了小脸 但没想到 平日的高冷萨姐赵灵依 如今也会因为一个男人愁容满面 可他却始终不敢承认这份爱意 生怕一旦开口 可能以后见面都会略显尴尬 然而灵秀就不一样了 身为海中的王者 一大早便殷勤地给阿柯送来了早饭 看着他凹凸有志的身材 灵秀不禁有点入迷 他没想到童话故事中的睡美呢 竟有一天能亲眼目睹 谁料就在他遐想之际 门外却传来灵儿急促的呼喊声 这可差点把他吓掉 眼看着他就要推门而入 只见灵秀连忙慌张地打开了房门 灵儿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我刚刚在打扫厢房来着 说吧便顺势关上了房门 而自从两人互相表达心意后 灵儿似乎就变成了贤妻良母 一大早便去买了很多菜 准备给灵秀做顿早饭 然而现在的他心虚还来不及 哪还顾得上吃 心里只想着赶紧把灵儿红走 咱家灵儿可真是贤惠呢 要不今天我先给你露一手 吃完你得抓紧修炼 可别落后我太多了 在他的满脊忽悠下 单纯的灵儿在吃完早餐后 便开心地告别了灵秀 可就在他庆幸之际 阿科却在一旁调侃道 没想到你还挺会忽悠女子的 果然你们男人的话都一样 然而灵秀却表示 对于男人不要看他怎么说 得去看他怎么做 不过我还没问 这次待在皇城这么久 不会只是享受我的去拔服务吗 阿科文言眼神愈发坚定 杀一个人 一个无恶不做官府 却不管的人 灵秀也是感叹 不愧是天道蒙的女刺客 日常都跟别人不一样 不过你先乖乖待在家里 等我先出去调查之后 再决定何时行动 可正当灵秀走在去清理司徒中时 却遇到了阔别多日的赵灵音 只见他已没有了往日的音资 精致的翘脸上多了一些愁容 刚叫了声灵秀 后面的话又戛然而止 灵秀见状立马好奇询问 灵音 你这是有什么事吗 没 没事 我就是来找你修炼的 我怕你一个人住外边忘了 灵秀听完深知他这是有心事 以他的状态 看来今天是修炼不了了 于是便邀请他一起去清理司 然而这时灵音却突然询问 你这几天都住哪 灵秀则指着身后大宅子回到 你看这是陛下赏赐给我的宅子 我住了几天客栈后 就都住在这了 听着灵秀的话 他心中也是更加自责起来 大婚第一天独守空房 第二天住在客栈 光是想想都替他觉得心酸和悲凉 灵秀看着呆愣的赵灵音 心想难道他这是在心疼我 于是连忙出言解释 灵音啊 其实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虽然我和你姐姐成亲了 但我已经和她谈好了 以后我们互不干涉对方的生活 这对我来说反而是好事 灵音则有些惊讶 这为什么是好事 这就意味着 我可以和其他女子在一起啊 这难道不是好事 谁料此话一出 灵音立马气愤的怒怼 你怎么可以 可花刚说到一半 她似乎就没了底气 姐姐 姐姐或许以后可能会改变的 但灵秀对此丝毫不在意 我为什么要等着她改变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听到这话 灵秀瞬间灵机一动 当然有办法 当初定下婚约的时候 也没说是谁娶谁 只要是赵家的女儿就行 要不我和岳父岳母商量商量 和你姐姐合理娶你算了 其实一直以来 我喜欢的都是你 见她小脸羞红 灵秀心里想着这把吻 然而灵音却立马赏了她一记重拳 被鸡飞的灵秀嘴里连连喊道 对位了对位了 事后灵音也是扭头就走 连我都敢消遣 你们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了 倒地的灵秀也是一阵吐槽 果然 这才是真实的灵音 什么楚楚可怜都是装的 就在这时 只见一只御手出现在七眼前 真是造话弄人了 喜欢的是妹妹却娶了姐姐 面对秦婉的嘲笑 灵秀连忙表示开玩笑的你也信 可她却并不这么认为 这世上有多少真心话 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来的 灵秀心里暗骂道 世人都说看破不说破 你倒好还非要说出来 于是便准备引银子 来调侃一下秦婉 谁料她早已准备 灵秀也是好气不气的接过钱袋 我还要去一趟清理厕 管儿姑娘若是想跟着就跟着吧 正好我回家也有点事 就一起吧 灵公子 途中灵秀也是想起了灵儿的提醒 秦婉这个女人艺术可以操控心灵 你以后可要离她远点 然而身后秦婉却从钱袋中 拿出了五两银子 这些应该夺之后吃饭的 谁料就在这时 两名男子拦住了俩人去路 找了你这么久 原来你在这啊 从学院拿到钱了吧 快点给我们 灵灵是光幻之家的千金小姐 却偏偏要靠借钱度日 甚至还欠了家族巨额钱财 如今更是被族人当街讨要 看着极度嚣张的两人 灵秀本想给他们个教训 谁料这时 秦婉却乖递过了钱袋 并表示拿着赶紧走 我们等着 灵秀看着他们也很是无语 心中也是不由百看 这俩家伙上次吃了母猪也疯狂 爹妈都不认得了 没想到竟然没忘记我 可真是够记仇的 不过此刻 他有点不理解秦婉的行为 于是便出言询问 你这样给他们钱 他们明摆着是要去赌场 这钱肯定是要打水票了 秦婉似乎并不在意 他们去哪干些什么 又与我何干 只要我把剩下的 3532两六千还清 我就能自由了 随后在灵秀的询问下才得知 原来秦婉和他家人的关系 极其炸裂 他爹曾表示 只要给他一万两银子 生他养他的恩情 就能一笔勾销 得知此事的灵秀 本想着先借钱给秦婉 让他先还给他父亲 自己来做这个债主 可秦婉却认为灵秀是在可怜他 所以并没有接受 最后便匆匆告别 前往艺术院继续修行了 因为对于他来说 如果不刻苦修炼 就拿不到学院的奖金了 告别秦婉后 灵秀便来到了 清丽丝的档案室 可查了半天 却发现关于权贵犯案的记录 竟然只有三张纸 最恐怖的是 还都是自己办的案子 这也让灵秀意识到 如果用官方的身份查 肯定是查不到 什么有用的东西 辗转半天 他这才恍然大悟 瞧我这猪脑子 我可是拥有 现代三大邪术之一的艺术呢 三次觉醒后 想必也能给别人使用了 得抓紧回去试试 回到家中 灵秀便迫不及待地尝试了起来 阿科在经历了两天半的折磨后 刚走到街中 便引来了无数路人的赞叹 就连女人也没能逃脱 此时阿科害羞地捋了吕秀法 随后便好奇地询问灵秀 怎么大家都在看我 难道是我的脸变回来了吗 而灵秀则表示 你可是我最满意的作品 只要你不去动脸 就不会有问题 现在我们先去北城吃点饭 顺便打听打听消息 若好处理就我来 倘若不好处理 那我们就亲自把它处理了 可话音刚落 一股危机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原来是和小姨子插肩而过了 显然他并没有识破 只是觉得这人看着陌生 却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剑躲过一劫 灵秀这才松了口气 看来就算是易容了 也还是不能见熟悉的人 不然可就太危险了 于是他便解除了易容 并来到了青楼外的茶馆 据他所知阿科要杀的徐龙 在这儿就是个地头蛇 虽然没什么背景 但却靠着二十几人的帮拍 让所有人弹智变色 接着便示意阿科 对付他这种人 直接刺杀太浪费也太便宜他了 等会你就看我表演就好 阿科文言点头答应 并表示我也学习一下 新的刺杀方法 没过多久 大冤种徐龙就大摇大摆走了出来 嘴里还不停怒骂 这青楼里的都是些什么货色 可下一秒 在看见阿科赛过貂蝉的容颜后 也是不由赞叹了句 北城怎会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 这女人明显就是权贵子弟 于是便扭头就走 谁料这时 灵秀却大声喝住了徐龙 接着便静止走到他的身前质吻 你刚刚眼睛在看什么呢 徐龙连忙表示 我没看什么呀 可灵秀立马就不乐意了 竟敢反驳本公子的话 于是直接一拳怼在了他的脸上 徐龙鉴于不能得罪权贵 于是连忙道歉 大哥我就瞄了一眼 你也不至于对我下死手啊 就在这时 只见一个捕快从人群钻了进来 都给我嚷嚷 我倒要看看今天是谁 敢欺负我的徐老弟 灵秀健壮也是一脸邪笑 我之子灵秀 也是清立司的主事 你们当今一徒强强民女 还妄想袭击朝廷令官 该当何罪 我快剑踢到了铁板 于是连忙抱拳行李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还望灵大人海寒 我等跟随灵大人除掉了北城地匹帮派 还请您允许我抓他们回清立司归案 灵秀健此人还算有点眼力剑 便准备先放过他 张捕头有这份心就太好了 这些人可一个都不能放过 张捕头剑躲过一劫 也是连忙附和领命 灵秀也是胸有成竹 最多三日 他们都会被处斩 我们只需回家等着就行 以后遇到什么事 就先来找我一起想办法 若是你现在在杀权贵 恐怕会引来地坚甚至是天街的人 我可是还想着 有天能和你一起 试试当刺客的感觉吗 然而灵秀的话阿柯根本没有听进去 只见他扭头表示 你真的很啰嗦 而且我还想杀一个人 灵秀也是一脸无奈 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听话 算了 还是说说看你要杀的是谁 阿柯文言双眸中尽是杀意 钟永伯 秦武 与此同时 太子在得知杀灵秀要一万两名字 也是被惊得合不拢嘴 糟了糟了 太子不惜下血本 也要将灵秀扼杀在摇篮中 殊不知 灵秀也同样在算计着太子 两人刚回到家中 他便告诉阿柯 其实秦武的儿子秦瑞 就是自己借太子之手杀的 而当今太子看似忠厚 实则心里阴暗无比 不少觉醒了兵之异数的人 都被他暗杀了 阿柯听完脸上不禁多了一丝愁容 虽说你杀秦瑞算是为民除害了 但若是让太子这种人当上了皇帝 这无疑不是百姓的灾难 可灵秀似乎并不担心 这家伙想当皇帝可没那么容易 乾坤未定 每个皇子都是黑马 然而心里想的是 每次和灵儿出去都让李伯章当辽姬 确实有点不当人了 要不就给他的皇帝弥补弥补吧 看着胸有成竹的灵秀 阿柯也是忍不住询问 那现在刺杀秦武 你可有什么头绪了 直接潜入肯定是不同的 灵秀则一脸自信 你无需担心 杀人自有妙计 你只需要配合我行动就行 画面一转 灵秀便来到了太医院 也是很快找到了 此行的关键人物双双 在与其一番叙旧后 便表明了此次来意 双双姑娘你这可有治疗失眠的药 最好能让人在服用之后 短时间内就能睡着 不管发生了什么 都不会被惊醒 我最近可太需要睡眠了 然而双双却建议 如果只是失眠的话 我帮你按按就好了 是要三分读 若是没用才会用药 看着如此认真的双双 灵秀也只能暂且印象 可他怎么也不明白 自己不过就想要点蒙汗药 对方却如此热情干嘛 很快他便躺在了床上 在双双的手法下 灵秀竟然三秒都没坚持住 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事后他也是不禁感叹 双双姑娘的手法真不是吹的 不过好在拿到了关键的东西 另一边 刚刚丧子的琴舞 正在疯狂的进食 嘴里还在不停的念头 我尼玛得好好步 这样才能尽快生儿子 可没过多久 人就如死猪般瘫倒在捉 见目的达成 两人便撤去了隐秘艺术 这时灵秀示意阿科 接下来就交给我 你先把他藏起来两天就好 如果他醒了 就再喂点这东西给他 紧接着 灵秀便易容成了琴舞的模样 大摇大摆的出现在了琴子 谁料刚走到门口 却突然冲出三方一态 并将灵秀团团围住 老爷这是要去哪 不如和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啊 然而这场面 对于前世的灵秀 可谓是小菜一碟 仅是捏了下紫色气球 便解决了当前的修罗场 随后便开始实施起了自己的计划 与此同时 太子请供内下人匆匆来报 殿下 那个刺客可算松口了 现在只需要先付五千两的定金就可以了 太子听完连忙表示 好 好的很 钱可以先给他 但是得让他 先帮我杀个有兵之艺术的人 这时下人又提醒到 据调查上次我们杀的秦瑞 可能杀错了 秦家根本没有兵之艺术的人 然而太子却并不在意 这有什么的 一个伯爵之子而已 杀了就杀了 你先去让那个刺客准备准备 我记得边陲也有个兵之艺术的人 孤本念他守卫边疆 又离皇城圣女 本想放他一马 现在看来他也不得不死了 另外在被叫 孤要出门看看风景 再为灵秀选一处风水宝地 好好安葬 可当马车刚走到街中 太子顿杆浑身发颤 于是连忙透窗看去 怎么回事 我身上的水之艺术 为何如此不安 刚想吩咐手下去查 之前路过的轿子中做的是谁 下人就连忙告知 殿下 不用查 这轿子是钟永伯秦武的 此刻太子已被气得咬牙切齿 好你个钟永伯 藏得倒挺深 看来上次没有杀错呀 告诉那个刺客 试水的目标变成钟永伯 只要他一死 五千两立马负轻 而伪装成秦武的灵秀 深知太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他只需要回家等消息即可 没想到正如灵秀所料 当晚秦武便隐恨西北 而杀手也即将浮出水面 他会是天阶吗 灵秀又该如何应对呢 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夏国太子 却被个老太监当众扇了一记耳光 甚至还被训斥了半小时 可平日极度暴躁的太子 不仅没有生气 竟然还满脸微笑地送别了他 原来老太监之所以敢这么做 一切都是他老子夏皇所受益 而就在刚才 钟永伯秦武暴毙的消息 很快便传入了夏皇耳中 他似乎极其关心此事 于是便询问起了案情进展 身为最强斗腿子的朱锦连忙回答 回陛下 清丽丝说是纵欲过度 又去外面吹了风导致过牢而死 可密贞斯在检查过秦武尸体后 却发现他并不是猝死 而是种了一种罕见的毒 造成了猝死的假象 夏皇文言以为又是阿科所为 可朱锦并不赞同这个说法 在经过调查后他发现 秦武的儿子秦瑞也死了蹊跷 不过此前传言秦瑞有兵之一数 而且过去数年 只要王都觉醒了此数之人 都被人杀了得干净 如今只有灵秀和赵灵灵还活着 但也遭到了几次刺杀 所以老吴认为 此事背后定是身怀水系一数 且背景通天之人所为 夏皇听完十分震怒 显然他心中已经知道是何人 随后便令朱锦前去给他个教训 并告诫他若是再敢肆意妄为 到时候就休怪朕不给他留脸面 于是便有了开头一幕 然而当朱锦刚走 太子便立马露出了十分憎恨的表情 心想这个老东西 而是立马吩咐手下 通知杀手继续刺杀灵秀 殊不知他们的所言 都被艾坤一号禁收而顶 很快他便传回了消息 在得知杀手正在赶来的路上时 灵秀却显得极其淡定 甚至还准备收了阿柯这个后宫 现在秦武已死 你可有去处 若是没有不如就留在我这儿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邀约 阿柯也是陷入了两难的抉择 他深知杀手本不该动情 可昔日那些美好的画面 也确实触动了他的心房 不过他明白若是留下 肯定会给灵秀带来麻烦 便迟迟没有给出答复 灵秀好似看穿了他的心思 便轻轻拍了下他的后背 无妨江湖险恶 若是累了我这儿永远是你的家 可就在这时 太子派出的杀手已经来到俩人身前 这大半夜孤男寡女的不睡觉 在这晒月亮吗 灵秀见状似乎并不畏惧 反而出言嘲讽 你总算来了 我们可是等你好久了 此时杀手似乎很有把握 因为他知道的信息是 灵秀只是舞蹈天赋好而已 然而阿柯虽然嘴上没有答复 但见灵秀遇险 他便立马一个剑步冲向对方 没想到昔日令人闻风丧胆的女杀手 终究还是动了情 可就在他要接近对方时 一股无力感瞬间蔓延全身 接着他便直接瘫倒在地 这时男子极其得意 没想到吧 从我进院子的那一刻 这里就已经被我的毒覆盖了 看着艰难起身的阿柯 灵秀也是满脸无奈 你瞧瞧你这个大笨蛋 若是这样行走江湖 让我怎么能够放得下心 见男子还在狗叫 只听喷的一声 他的身体直接被云铁长枪贯穿 作为一个刺客 你的话是真多呀 临死前男子这才意识到 尼玛 这个狗太子给的情报有无 原来灵秀之所以没中毒 是因为他一直在用治疗艺术治疗自己 次日一早 灵秀便来到了皇宫 经过昨夜之事 虽然向阿柯表明了心意 但他终究还是走了 于是便准备来宫里见见贵妃 没准心情就会变好 却送上门来了 随后便连忙上前打起了招呼 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看着在自己眼前活蹦乱跳的灵秀 太子着实有些惊慌 逗大的汗珠不停从额头低落 于是便自我POI起来 我不能锁我不能锁 明明是京城第一名记 却摇身一变成了城北的豆腐西施 原来女人叫海棠 虽处在红尘之中日夜煎熬 但她却有着一颗摆脱命运的决心 幸好在灵秀的帮助下 才成功为自己赎身 谁料刚走出牢笼 却碰上了蛮横的权贵子弟 由于不甘再次受辱 便一头撞向了门口的老槐树 本以为会遗憾而亡 可就在这时 她身前出现了一个黑色人影 不仅好心就吓了她 还帮她找了个安身之处 俩人再次见面 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就在刚刚 灵秀在恶心玩太子后 便来到了长春宫 在见到贵妃傲人的身材后 心情瞬间好了许多 只见她一边俯着哈吉米 嘴中一边询问 娘娘最近南南乖不乖 可贵妃听完后 却满脸羞红微微低下了头 樱桃小嘴吞吞吐吐的 蹦出了几个字 嗯挺乖的 看着贵妃异常的举动 灵秀心想 娘娘这脸怎么这么红 难道是在宫里待太久了 看来得找个时间 带她出去玩玩才行 殊不知南南其实是她的乳名 就在俩人闲聊之际 只见爱昆一号匆匆飞来 并告诉灵秀太子 从永明宫出来 得知此消息后 灵秀便借机告别的贵妃 而另一边 刚走出永明宫的太子表情 极其争议 嘴中还不停怒骂 这该死的灵秀 可真是打不死的小强 昨晚的刺客竟没能弄死他 难不成是卷钱跑路了 然而就在他遐想之际 灵秀却又突然冒了出来 太子殿下 我俩还真是有缘 这都能遇见 不如一起出宫 可心虚的太子又扭头 向宫里走去 本宫突然想起跟父皇 还有点事 我就先过去了 看着逐渐远去的太子 灵秀也是得意不已 你小子派人杀我好几次 我先恶心你两次不过分吧 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完 太子殿下 走出皇宫后 灵秀就变成了无头苍蝇 不过很快他便想起 阿科走之前提到过一家豆腐店 于是便准备前去看看 可城中全是小街小巷的 又该去拿找卖豆腐了吗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身旁的老汉告诉他 如果想吃豆腐的话 可以去这条路 尽头二牛家的豆腐 告别老汉后 灵秀很快便找到了铺子 接着便点了一份豆腐 片刻后 只见一位身材极好的女人走了出来 当俩人四目相对后 纷纷露出大惊之色 灵秀也是不自觉地 换出了女人名字 海棠 我不 是陈玉姑娘 介于自己额头上的伤疤 女人并没有选择相认 公子 你认错人了 我不叫海棠 也不叫陈玉 见对方这般言语 灵秀也只能无奈表示 可能是自己认错了 那就来碗豆腐脑就在这吃 虽然对方并不承认 但灵秀却极其确定 眼前之人正是尸体消失的海棠 见女人迟迟没有动作 二牛便从连后钻了出来 这位公子实在不好意思 我家娘子今天身子有些不适 您要甜的还是咸的 我来给你尝 灵秀见状心中不有吐槽 故人重逢怎么还被喂起了狗粮 于是连忙表示 自己想吃辣的 二牛闻言连忙看向一旁女人 这家伙是不是脑子有点不正常 而女人却扑呲笑出了声 放心吧 这位公子一看就不是坏人 很快女人便端来了一份豆腐 灵秀为了更加确认女人就是海棠 于是便出言询问 姑娘是怎么来这儿的 女人沉默了片刻 但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是 一位侠女带我来这儿 不知公子为何会来城外吃豆腐 灵秀听完则更加确定 眼前的女人就是心中猜想之人 于是便大笑起来 我同样也是一位侠女推荐来的 没想到困了自己这么久的心结 竟被阿柯给打开了 不过灵秀并没有拆穿她 因为罪魁祸首还剩下一个黄套 只要把她除掉 到时候再用治疗艺术将她的脸修复好 海棠才能真正的重获新生 今天能得知她过得很好 自己也算能心安了 本来心情甚好的灵秀 刚回到家门口 却发现赵灵音正死死的盯着自己 看着刚刚还在嬉皮笑脸的灵秀 她瞬间血压飙升 灵秀你刚刚很开心吗 还有屋里的女人是怎么回事 面对郑主的这般询问 灵秀立马变得心虚起来 我哪有笑啊 我只是想起了开心的事 还有我这根本就没住过其他女人 谁料她刚说完 秦婉就闻声赶来 赵灵音你刚刚还叫我名字 怎么一见到灵秀 就装作不认识我了 看着眼前的修罗场 灵秀甚至现在多说一句都是错的 可看着争锋相对的俩人 她还是选择要解释一番 其实我看秦婉姑娘无家可归 便收留了她一下 你也知道 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心善 其实就是好色 但正在气头上的赵灵音哪管那么多 我不管 我也要搬进来住 她不能待在这 若是传出去都不严 然而秦婉也不惯着她 小姨子住进姐夫家里就行了 这消息传出去 才会被人笑掉大牙巴 看着即将打起来的俩人 灵秀只好表示 要不都在这睡吧 我们就先进去再说 若是吵到邻居可就不好吧 就这样 灵秀也是好不容易 才将俩人安顿好 这时艾坤二号传来讯息 最近黄国公府多了两名护卫 一个用土一个大权 灵秀得之后也是不禁感叹 黄涛你这是不想让我休息啊 看来保护你的至少是地阶吧 就先让你在嚣张会 等我踏入玄阶上镜 就是你的死期 是京城最出名的绝艳美人 却唯独对同一个男人死心塌地 如今更是齐聚一桌 面对这样的修罗场 灵秀又该如何应对呢 秀在刚刚 他好不容易才哄好灵音和婉儿 可又收到了个不好的消息 黄涛身边竟又多了两名地阶护卫 此时灵秀深知只有当自己踏入玄阶 才有击杀他的机会 于是便暂且割下了刺杀计划 灵秀却递给了他一个包子 诺 这是婉儿姑娘做的 味道真是好极了 快来尝一个 接过包子后灵音便开始吐槽 婉儿叫得挺熟练嘛 一大早我就看见他忙里忙外了 怎么 却是把自己当丫鬟了 听到这般话术 灵秀也只能无奈解释 瞧你说的 秦婉姑娘算是我的租客吧 她又没钱 忙里忙外的就当底房租了 灵音文言立马给了她一个白眼 你可真是一个大好人了 那我也要常住在你这 保证你的安全 而灵秀却扭头表示 那我可谢谢你哦 对了你记得跟明和说下 修炼改成下午 听闻此言 灵音不禁感叹 灵秀这是怎么了 为何突然变得这么勤奋了 谁料这时秦婉走了过来 也是不由心疼起了这个男人 昨晚他只睡了半个时间 就是为了尽快提升实力 不过这也正常 谁让他摊上了赵灵俊这样的妻子 然而单纯的灵音 压根就不明白他话中之意 反而好奇地询问 有我姐姐这样的妻子怎么了 说来好像也没什么 也就是大婚之夜 抛下丈夫跑而已 灵秀不努力修行 还能怎么办 总不能一辈子 被自己的妻子看不起 灵音瞬间被怼得哑口无言 他虽想争论 但这毕竟是事实 也就只能在心中暗骂几句 这个讨厌的女人 他怎么就不是个哑巴呢 然而此时的灵秀 已和贵妃在长王中散起了步 限于他昨日怪异的举动 灵秀便盘算着带他出宫逛逛 于是便和南南小生密谋起来 弱小无助的他也只能任凭灵秀 不一会贵妃便被成功说服 并表示我马上让朱锦安排出宫 而身为狗腿子的他 便立马将这消息告知了夏皇 陛下贵妃娘娘又要出宫 这次要不要老奴提醒一下 可夏皇却表示 随他去吧 他那灵宠这么娇弱 以后就让贵妃半个月出宫一次 也省得他在我面前闹了 实则他还是挺怕这个皇妹的 只因他一闹就要去太皇太后妹告状 而最终结果就是 每次夏皇都要挨板 出宫后的贵妃 仿佛似的没见过世面的小村姑 见到啥都要买一样 不一会灵秀就成了的工具人 幸好这时贵妃觉得有些累了 便提议去上次听取的地方 可就在采姨一番深情的演唱后 贵妃又提议 要不然就让她进宫吧 我可以保证让她一辈子富贵安康 然而灵秀却小脸羞红地表示 这恐怕不行 采姨她其实是我的人 贵妃文言后不禁偷笑了起来 原来是你的 那我就不拆散你了 事后由于太古无聊 灵秀便将贵妃带回了自己的新宅子 刚进入院子她便夸赞到 虽说小了点 但看着很是整洁啊 想必这经常有人打理吧 而灵秀却怕太多人知道自己分居 便准备出言糊弄一下 没有没有 这房子我也是偶尔来住 可就在这时 秦婉却突然探出了小脑袋 并表示自己的东西都已经翻过来 灵秀见状连忙介绍起来 好不容易才圆了过去 贵妃在见其慌张的模样后 也是扑撕笑出了声 待会应该没人了吧 灵秀刚想说没有了 谁都要只听喷的一声 只见明和就带着灵音闯了进来 嘴里还大声嚷着 灵秀我来找你了 我倒要看看 有什么事能比修炼还重了 可在见到贵妃后 便又立马乖巧地醒起来 而就在俩人打过招呼后 薛灵儿又赶了过来 于是就有了 五大后宫同桌的画面 而灵秀也只能躲在一旁瑟瑟发抖 好在活泼的薛灵儿 打破了这死寂的场面 灵秀你怎么不吃 秦婉姑娘的手艺可真不错呢 还有贵妃娘娘亲手做的桂花糕 可灵秀却深怕她误会 便连忙解释 灵音是来保护我的 灵和公主是跟着她来的 至于秦婉算是我的租客 而彩衣和贵妃娘娘她们也都知道 恋爱脑的薛灵儿听完却自责了起来 我理解 我不能经常陪你 也没想着能够独占 自从祖父晋升天阶之后 就说要指点我修行 恐怕以后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 每天都能来找你了 不过我一定会努力 让我们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看着如此腻歪的俩人 灵和连忙偏向一旁的灵音 怎么你不去管管 她虽然有些恼火 但也只默默回了句 我没资格 这梦想以雷霆击碎黑暗的中二少年 放着绝艳的后宫团不宠 却偏偏跑进山沟被雷劈 原来她拥有万中无一的雷霆肢体 只要被劈就能变强 随着一道惊雷的落下 只见灵秀猛然睁开了双眼 无数紫色电弧围绕在其左右 显然她已成功踏入了玄阶 于是为了测试威能 便立马在掌尖凝出了一道紫色电弧 接着直接劈向远处树干 看着硬生炸裂的大树 灵秀对此也十分满意 随后她便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以现在自己的实力 去看看名义上老婆怎么修炼的 想必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在飞行和影迷艺术的加持下 她很快便来到了赵灵俊的院子 看着诸多巨石围绕在她头顶 灵俊也是不禁感叹 这念力艺术果真恐怖如斯 不过比起我的雷霆还是逊色了点 谁料就在她得意之际 只见赵灵俊双眸猛然睁开 接着便死死盯着灵俊所在的方向 显然她能意识到什么 但也不能确定 在其左顾右盼的观望下 灵俊吓得直接捂住了嘴巴 心想念力艺术这么夸张的吗 这都能被她感知到 还好她是我名面上的老婆 找找机会念力也只是囊中之物吧 不过改模之后的赵灵俊 可真是个人间有物啊 在观望片刻后 灵俊便准备先战术性撤退 虽然现在武道修为已至玄间上进 但艺术方面还是差了一点 看来想要提升还得靠超能力 我不曾想等她回家筹完钱后 却发现整个王都的四间元金 都被神秘人一扫而空 正当她郁闷之际 艾坤一号给她带来个好消息 老大老大 太子府有心动静 有人送给了太子好多亮闪闪的元金 灵俊一听元金二字 眼睛瞬间瞪得如同灵般大小 随后在其询问下得知 原来太子房间内有个花瓶 转动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密档 里面也是藏了不少好东西 得知此事的灵修连连大呼 我去 这下可要发大财了 接着也是掏出了一碗酒肠大门 好好奖励了一番艾坤一号 但犯之际她又告诉灵修 太子今晚要去参加什么宴会 现有如此良机 灵修立马打起元金的主意 既然如此 那就休要怪我先去收点利息了 很快便到了傍晚 太子也是如约前去赴宴 在两人的谈话间 灵修得知原来送给太子元金的 正是当朝的定伯公 他也很是震惊 没想到为了皇位 这老家伙也是挺拼的 在其走后 灵修便溜进了太子房内 也是很快找到了 艾坤一号所说的花瓶 在将其扭动后 只见一旁书架缓缓打开 最后一个密道赫然出现在其眼前 在进入密室后 灵修看着满地的宝物 瞬间傻眼 不仅遍地都是四阶元金 而且还有几箱五阶的 看来这下晋级递街也有望了 我得赶紧干活 不能给太子这小子留一点好东西 深夜只见太子醉醺醺醺地回到了屋外 可以想到定国公酒桌上的话语 他立马气得咬牙切齿 这老东西就是明摆着看不起我 要不是看在你是我的舅舅 我早就找人弄你了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修炼 嘿嘿 连京我来了 可当他满心欢喜地来到密室后 看着其中连根毛都没有了 直接人傻啊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是真的 随后太子凄惨地叫声 响彻整个东宫久久不能散去 究竟是哪个老六 偷了老子的家当 是王都最危险的女人 如今却偏要给男人做丫鬟 不仅每天为他洗内裤 甚至还动用神秘艺术 让他享受帝王般的沉沦之乐 只因在他极度落魄之时 男人好心收留了他 并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 而就在刚刚 灵秀直接搬空了太子多年的积蓄 经过一夜刻苦地修炼 伴随着轰隆的炸响声 他成功完成了第四次崛起 实力也来到了玄间上镜 虽然现在艺术的威力大大提升 但他还是不能确定 以现在的自己能不能征服赵灵俊 不过好在又能复制四个艺术 如此大好心情可不能破坏 得去彩衣那听听曲 画面一转 只见两人又腻歪在了一起 此时灵秀想着给彩衣一个名分 这样他们就能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了 于是便准备去找赵灵俊商量商量 可恋爱脑的彩衣却表示 有公子这句话就够了 彩衣不求什么名分 只想一直陪在公子身旁 看着眼前如此懂事的女人 灵俊心中也莫名地感动起来 殊不知随着两人身体的接触 复制异能的进度条也在不断加载 可现在他哪还顾得上这个 你说什么胡话呢 我还想和你一起白头偕老呢 谁料他刚说完 彩衣的小嘴就凑了上来 然而灵俊却连忙制止了他 彩衣 这种关乎你一生的事 我觉得还是留在洞房花竹叶吧 彩衣也十分懂事地表示 都听公子的 可就在这时 无数杂乱的声音 瞬间涌入了灵修的耳中 此时他也十分疑惑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突然能听到这么多的声音 难道是因为四次觉醒后 复制的艺术也会变成四觉后的状态 没想到这个状态下的音质艺术 竟已经变成了天街 可以将周围的声音 都化作原理为我所用 如今还剩下三个空位 赵灵俊的念力艺术是必须要拿下的 剩下的两个最好是具备攻击能力的 这样对敌也能多些手段 对了 秦婉既能被评为最危险的女人 想必她的艺术绝不简单 看来得回去找找机会了 与此同时 宅院厨房之中 赵灵俊只要逮到机会 也时不时会嘲讽秦婉一番 婉儿姑娘这是打算在这 做一辈子的丫鬟吗 秦婉也是满脸无奈 赵灵俊你是不是闲得慌 故意来找茬是吧 哪有我就是随便问问你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 我的事可用不着你来操心 就在这时 灵俊却突然钻了出来 婉儿姑娘跟我过来一下 我有事找你 灵俊这事不由惊呼 灵俊的声音怎么忽然变好听了 殊不知这全是因为音质艺术 秦婉见状自然也不会放过 这嘲讽回来的机会 你怎么这么关注 灵俊身上的变化 难不成你喜欢她 看着慌张的灵俊 她连忙加大火力 你看你急眼了吧 我只是随口说说 你反应那么大干什么 显然灵俊又再次落败 只能气鼓鼓地握紧了小拳头 事后 秦婉便来到了灵俊身前 而她也直言不会地询问 找你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想问问你的艺术是什么 面对这个问题 秦婉小嘴一撇迟疑了片刻 灵俊也只能在一旁 憨憨地傻笑着 心想着妮子不好搞啊 看来只能以后再慢慢找机会了 可出乎意料的是 秦婉竟表示 可以让灵俊见识一下 见有戏她连忙复合 我当然想见识见识 不然等以后中招了 还不知道怎么还手了 秦婉文言也不啰嗦 随着她双眸中紫光绽放 瞬间无数角色美女 出现在其身旁 灵俊也不禁感叹 我去这是幻术啊 而且连触感和香味都有 这未免也太厉害了吧 惊叹片刻后 她立马紧闭双眸 用出了目之艺术四角技能 破旺 随着双眼猛然睁开 幻境也随之瞬间破碎 这时秦婉得意地表示 怎么样 还想试试吗 灵俊连忙摆手拒绝 使不得使不得 秦婉姑娘还是先回去休息 心想要不是自己四次觉醒 可真就被她拿捏住了 秦婉走后 直接艾坤一号二号传来讯息 老大老大 太子今天忽然一病不起 灵俊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无病态才惯了 努力这么久屯的家庭 一招烟消云散 没风就算好的了 不过对付太子这种人 怎么过分怎么无耻都不为估 然而这时艾坤二号说 黄涛今天有点奇怪 说在家太无聊了 要去听一个有艺术的戏子唱起 灵俊一听瞬间慌了神 卧槽 他病态 不会是想偷老子家吧 人只是轻轻挥了挥手 静摇身一变成了个绝世美女 原来自从他四绝以后 他的艺容艺术也得到了史诗级的提升 不仅样貌性别可以随时切换 就连触感都特别真实 而就在刚刚 在艾坤二号的告知下 灵俊得知黄涛竟盯上了彩衣 这也让他不得不将计划提前 而不明所以的黄涛 正在前往梨花院的路上 嘴里还不停吩咐着手下 待会若是见到那个戏子 你们都给我温柔点 一旁小弟们连忙表示明白 顺便还提醒黄涛不要离开他们太远 因为上次的刺客还没抓到 一提到上次被刺的事 黄涛直接气得呲牙咧嘴 等本公子抓到他 定要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可当他刚说完 就立马面饭桃花呆愣在了原地 嘴里喃喃道 这世上怎会有如此佳人 简直就跟天仙一样 原来在他实不开外 只见一位样貌绝世的女子 正处在他的眼前 在一袭白色长裙的衬托下 女子凹凸有致的身材堪称一绝 剑王都竟有如此角色 他直接将彩衣抛到了脑后 心底并暗自发誓 我一定要得到他 于是便上前搭起了扇 请问姑娘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是否需要在下帮忙 可女人却直接扭过了头 不用 我娘从小就告诫我 像你们这种顽固子弟过来搭话 定是想对我图谋不轨 所以请你赶紧滚 听到这话 黄涛竟没有撕破脸 反而满脸笑意地回道 好了好了 姑娘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这就滚 可还没走多远 他就立马吩咐身旁手下 如此美人 两个半小时后 我要他出现在我的房间里 一旁下人们也十分躲视 随后便一直尾随在女人身后 静待时机 见他走进小巷时 他们果断出手击晕了女人 之后便准备扛着给黄涛送去 殊不知熟悉的复制进度条正不断加载 而女人也并未晕死 则是在心里感叹 没想到竟还有赠体 土制艺术也算不错 两个半小时后 黄国公府内的偏房中 黄涛正一脸猥琐地推开了房门 美人 这下就没人能打扰我们共度凉宵了 可在看到变回原样的灵秀后 黄涛瞬间慌了 逗大的汗珠不停从脑门低下 而灵秀也不准备装了 直接利用空间一手 掏出了一把锋利的长剑 随后屋里便传出了一阵凄惨的叫声 可当护卫们推开房门时 却发现只有黄涛倒在血泊之中 之前的女人也消失了 随后二人立马循迹追去 不久后便追上了女人 护卫也是直接将手搭在了女子肩上 可当他转过头来时 却发现是一个满脸麻子 长相奇丑的女子 这也把护卫吓了一跳 连忙朝他怒斥 你都长成这次样了 海尼玛学人家穿白裙子 赶紧给老子滚 看着骂骂咧咧的两人 灵秀心中也是十分得意 虽然变成这样 心里是有点隔夜 但确实是一个杀人越货的必备技能 可当灵秀刚回到家中 灵秀根本不信 甚至以为他有什么特殊癖好 而灵秀便立马岔开话题 我一个大老爷们 拿你裙子做什么 对了你赶紧收拾一下 待会我们去找你姐姐 灵秀文言瞬间眉飞色舞起来 你总算想起来你还有个媳妇了 不过你怎么突然想起找姐姐了 这不有段时间 没带着你姐回去看父母了 被怀疑可不太好 虽然他嘴上这么说 但实则是打起了念力艺术的主意 一想到如今黄涛已死 又意外获得了统治艺术 再加上即将到手的念力 此刻他人都要开心的飘了 很快灵秀便带着赵灵俊来到了丈母娘家 在双方的一阵寒暄后 灵音看着表面上如此恩爱的两人 她立马嘟起了小嘴 心里也是一阵感叹 这两口子演技真是一个比一个好 随后一家人在闲逛之余 岳父便想让灵秀再次留死 他本想拒绝 可赵灵俊却连忙硬了下来 灵秀也只好答应 然而这时灵音却提出 姐姐跟姐夫天天腻歪在一起 不如就让姐姐今晚跟我睡 没想到却被祈父出言怒斥 你跟你姐从小到大睡了这么久 这样是传出去 你还怎么嫁人 这时赵灵俊也在一旁附和 妹妹听话 后面有时间我在陪你 看着目的达到 灵音也在心里想着 灵秀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随后赵灵俊便挽着灵秀的胳膊 一脸谄媚的表示 夫居 我们回房吧 看着眼前的进度条 灵秀也相当的配合 娘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几日你也劳累得很 等回房我给你暗暗肩膀 这时身后岳母捂着脸 偷笑了起来 秀儿和灵俊感情可真好啊 还懂得暗肩膀不像某些人 而一旁岳父闻言咳了几声 随后表示 要不我们也回房 我给你好好暗暗 唯独一旁的灵音顿感浑身不适 天啊家人们谁懂啊 这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 是大家公认的劳魔夫妻 可被地里却犹如路人般陌生 不仅各自分居生活 甚至就连手都还没牵过 其实他们也只是黄泉的牺牲品吧 如果是你又会怎么做呢 就在刚刚 灵俊总算逮到机会 复制他基于依旧的念力艺术 可就在要复制成功时 却意外传来中断的提示声 原来是赵灵音松开了 原本挽着他的手 此时只见他冷漠地表示 今晚你就睡床上吧 我去修炼不用管我 而灵俊却还在为复制中断而懊恼 不过他很快便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于是便跟赵灵俊商量了起来 明日到了灵家 我们可不可以表现得更亲密一些 我娘心思缜密细密 若是看到我们现在的样子 难免会发现什么 到时候可就难办了 赵灵俊虽说冷漠了些 但毕竟也是身归中的小女子 听闻此话也是一脸猛逼 什么叫更亲密些 那要怎么做 于是就有了现在的画面 自打两人一出赵家 就亲密的腻歪在了一起 这可把街边的路人羡慕坏了 纷纷赞叹其狼貌女才 随着系统提示复制成功 灵俊虽成功获得了念力艺术 但心底还是蛮佩服赵灵俊的 即使面对这么多人 也能装得如此镇定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灵家 正在淡饭的老父亲 也是有些惊讶 你们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饭菜就只有这点了 而灵俊表示这点就够了 老父亲见其并没有介意 于是连忙附和 那就好那就好 谁料刚说完 就被其母拧着耳朵叫去了一顿 好个屁的好 还不快去通知厨房 多准备点好吃的 接着便看向自己的儿媳妇 灵俊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我让厨房准备准备 却完全忽略了自己的亲儿子 灵俊在一旁也是极其尴尬 看着老母亲意味生长的笑容 他心里也是有些发颤 生怕他看出些什么 于是吃过午饭后 两人便匆匆告别了二老 可还没走多远 赵灵俊就又挽起了灵俊的胳膊 看着眼前惊讶的男人 他连忙提醒别出声 你家的侍卫正跟在后面 于是灵俊也配合起来 灵俊 听说城里新开的家首饰店 待会我们就去逛逛给你买点 听到两人这话 大力便没再跟踪下去 可在将两人对话回去禀报后 灵俊立马沉思了起来 看着还在一旁说风凉话的灵俊 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你个大老粗懂什么 我只是觉得以前灵俊在秀儿身边时 他可比现在开心多了 然而当灵俊刚回到新家时 却发现晴婉被他两个好哥哥 躲在了门口 刚刚已经给过你们五十两了 怎么现在还来找我要钱 可其中一人却反驳道 这不是刚刚输出去了吗 再说你现在傍上了那个姓林的 要知道他可是王都出了名的有钱人 只要你没完表现得好一点 向他要个几十几百两的银子 还不轻而易举 听闻此言 秦婉已被气得浑身颤抖 但对方毕竟是自己的哥哥 他也只能无奈解释 我跟他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 可两人根本不信 什么不是 你都住进去了 还在这狡辩什么 谁料这时 灵俊却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 哎呀 这不是两位大舅哥吗 说这话未免有些重了 说吧想借多少我借给你们就是了 接着便掏出了一万两银票 这钱我这个当妹夫的就借给你们了 不过亲兄弟也要明算着 既然世界自然要打个借条 这不过分吧 在见到这么多钱后 两人哪管什么三七二十八 很快便写好了借条 事后他们还以为遇到了个蠢猪 妹妹都和他住一起了 向家人讨点银子花花 这也能叫借吗 看来以后还得多过来讨点 殊不知这完全在这个老六的计划之中 而易旁秦婉却很是不紧 其实你刚才不用给我解围的 你这么给钱 他们也会很快输光 到时候你可一分钱都要不回来 可灵秀却表示 这是你就别管了 还是赶紧回去修炼吧 实则心里想的是 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我灵秀是什么人 欠占还钱天经地义 倘若三天之后还不了钱 是卖宅子凑还是拿妹妹的 他们可得好好想想 不过让你哥哥们戒赌的工作 还是让我来吧 于是他便易容来到了赌方 假意的询问这一旁小丝 你们这玩什么最有意思 小丝见来了的小白 想着今天又能大捞一笔了 便连忙介绍道 这位公子不瞒您说 这里最刺激的就是猜大小 此时两位大舅哥 也注意到了易容后的灵秀 在见其易直连书后 便连忙来到他的身前 公子要不要和我们玩了 说不准再来一把就赢了 鉴于以上钩 灵秀也是欣然答应 在对方的放水下 他立马装作很开心的样子 接着又掏出了一千两 嘴里还嚷着 这次我要把我之前输的翻倍引回来 大舅哥健壮一脸邪笑 公子既然这么大气 那我们也就舍命陪君子了 殊不知他们已落入了 灵秀部的局中局之中 人只是掏出了一张欠条 结果老头反手就将女儿送了出去 而灵秀也成功抱得美人归 不得不说他是真的黑 人家备用金还有七天期限呢 结果他三天一到就找上了门 原来就在两天前 灵秀为了给大舅哥们借主 爽快地借给了他们一万两银子 并让对方写下了借条 接着便易容后来到了赌方 凭借一首八二年的演技 愣是给哥俩看傻眼了 以为灵秀就是个人傻钱多的大冤主 于是便借机和他对赌了起来 在赢下一局后 灵秀连忙掏出了一千两 准备把之前输的都赢回来 秦兽见大鱼以上钩连忙应声答应 公子果然大气 那我们也就舍命陪君子了 随着点数的落定 显然秦兽更胜一筹 而灵秀的演技也是夸张 在一番吐槽后 又拿出了五千两并大声嚷着 我尼玛脑子就不幸赢不了了 你敢不敢跟我来把大的 秦兽本想着好点羊毛就算了 但没想到对方竟要玩这么大 此刻他心里还是有些后怕的 可灵秀又怎会放过他 怎么这就怂了 没钱就立马滚蛋 赶紧换人 此话一出 一旁早已虎视眈眈的众人纷纷起红 就是 没钱就别赌了 少站着毛坑不拉屎 赶紧换我们上 秦兽随即也不再啰嗦 爽快地硬下了赌局 而灵秀早已迫不及待地握住了赛 可当他准备大力出奇迹时 意外却发生了 当他看着碗中的点数时 直接被惊得何不容嘴 我尼玛真就这么摔吗 一旁禽兽健壮愣是憋住没有笑出声来 心里想着这不是白给吗 想赢他有手就行 随后直接兴奋地甩出了赛 然而就在这时 只见灵秀双眸一阵 念力一束瞬间控制着旋转的赛 最后也是成功把点数控制在了四点 看着眼前的结果 禽兽直接惊呆了 口中连连大呼这怎么啃啊 缓过神后 指着灵秀就是一顿大骂 你这个王八蛋 是不是出老千了 而灵秀自然也不是个善茶 只见他直接薅住了禽兽的灵口 你有种再说一句试试 怎么你赢就是赢了 我赢就是出千 大家刚才可都看到了 我连桌脚都没碰到过 禽兽剑踢到了钢板 于是直接软了下来 大哥我错了 你快撒手我们认输就是了 谁知灵秀刚放开他 一旁的勤劳不乐意了 立马扬言要和灵秀再赌一波 但凡人又怎可和神动 此时灵秀怕暴露太多 便表示不赌啊 刚才可能只是运气好 若是继续玩骰子 一会又该全输回去了 然而勤劳却并不准备 放走眼前这个肥养 不赌赛子也行 我们去二楼斗鸡斗区区 哪有赢了钱就走得到 见对方如此投体 灵秀便也硬了下来 可勤劳却不自知 始终认为眼前的男人 就是个宋财童子 心里别提多得意了 可没过多久 灵秀就再下一程 看着一旁呆愣的勤劳 他心中满是得意 要知道老子可是会授予的 贿赂两只鸡还不是小意思 你拿什么跟我玩 之后的斗区区也没有任何意外 两兄弟最后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只能看着灵秀大摇大摆地离开 两天后 灵秀便带着秦婉来到了建安伯府 也就是秦婉的家 只见其嚣张地推开了屋门 朝着他的父母就是一顿大喝 秦家两兄弟给我滚出来 不明所以的二老先是一头雾水 然后老头连忙怒喝 你究竟是谁 胆敢在我建安伯面前狗叫 与此同时 心虚的俩兄弟闻声赶来 再见到灵秀后就是一顿猛拍 这不是我的好妹夫吗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想必赶路肯定累了吧 赶紧坐下来休息会 然而灵秀根本不了他们 直接掏出了之前的欠条 谁是你妹夫了 如今三天期限已到 赶紧还钱 对了您二老可能不知道 你这俩儿子欠了我一万两 我是来让他们还钱的 听到一万两句话 建安伯犹如晴天霹雳 要知道就算变卖所有家产 可能都还不起 而一旁的妇人再见到秦婉后 直接开始无能咆哮 这怎么可能 你带着秦婉这个贱女的 一定是和她串通好了的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借条 灵秀自然也不惯着她 我管你觉得可能不可能 如今证据都在这 要是你们还不了钱 用其他的东西敌也行 建安伯听完瞬间慌了神 他深知自己俩儿子是和秉姓 逗大的汉珠也在额头不停滴落 许久后他才开口 你想要什么东西 不过先说好我这个宅子可不停 灵秀见实际已到 连忙一把搂住身旁的秦婉 谁稀罕你这个宅子 不过你的这个女儿倒是有点滋涩 想来抵一万两应该刚刚好 见安伯闻言菊花一紧 心里恨不得生死了他的两个逆子 他本还指望着秦婉能换来更多的利益 可如今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咬牙硬下 见对方答应 灵秀便搂着秦婉潇洒离去 临走时还不忘提醒 从今以后 秦婉就是我的人了 你们和他在无瓜葛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杀人诛心吗 灵灵是俏皮可爱的王都四美之士 可其父却只把他当成谋取利益的工具 仅仅是因为男人掏出了一张戒举 结果他就直接将女儿拱手相送 原来秦婉虽生在观幻之家 但却是小妾所生 又因是女儿生 所以从小便受到家人排挤 经常露宿街头 而就在刚刚 灵秀利用两个大舅哥 也是成功抱得美人归 走在回家的路上 秦婉还是没能忍住率先开口 你为什么要帮我 然而灵秀却显得极其淡然 你就当作我是在可怜你吧 毕竟我这个人有个缺点 就是喜欢多管闲事 所以你也不用放在心上 只能说好一手欲擒募诵 可秦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 并一眼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我看你最大的缺点不是爱管闲事 而是好色吧 灵秀听完依旧面部红心不跳 我认为好色应该不算是缺点吧 再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就好比当今陛下 后宫家里三千 你能说他好色吗 当然也不排除我想通过这件事 来获取你的好感 毕竟对于一个低头不见脚尖的美人 又有哪个男人不想拥有呢 谁料灵秀刚说完 秦婉却俏皮的朝他吐了吐舌头 按理说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 那你想不想更进一步 看着秦婉出奇的举动 一股危机感在灵秀心中猛然而生 结果正如他所想 身后的灵鹰早已怒火中烧 随即便朝着两人怒喝 灵秀 你们光天化日在干什么呢 谁料秦婉这时还不忘加把火 你如果不想要的话 我可就先回房了 看着眼前诡计多端的女人 灵秀也是有苦难言 我尼玛就知道他没安什么好心思 接着他便心虚的挠了挠下巴道 灵鹰啊 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就是你能不能搬回赵府 我觉得你住这里 有些事情很不方便 听到这话灵鹰也是立马拒绝了灵秀 有什么不方便的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又没拦着你 再说我只是来着保护你的 你就当我不存在就好 说罢便扭头离开 可他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然而灵鹰当走 灵秀就又追上了秦婉 并表示自己只是拿他当做朋友 刚才说的都是玩笑话 随后并打算让秦婉在这 每天打扫打扫卫生做做饭啥的 一个月底一百两 可秦婉却觉得有点多 还是按市场医院两两名字算 还是十两名字吧 如果按两两你可要还四百年 十两的话你就只用还九十年 秦婉一听不禁吐槽 你这是要让我还一辈子吗 不过很快他就想到了另一种偿还方式 十两银子一次 我可以让你在幻境中跟赵灵鹰 还不等他说完灵秀立马出言打乱 为什么不能是你呢 煞时秦婉心头一惊 小脸忽然变得通红 不过很快便又恢复了原样 如果你想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 谁料这时灵秀却一把将其揽入怀中 好了 你就别装了 这时候就不用故作坚强了 想哭就哭吧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 毕竟被自己的家人抛弃 若你愿意可以把这里当成依靠 听到这秦婉也不装了 井井的依偎在灵秀怀中嚎啕大哭起来 殊不知幻术异能同时也在被复制着 次日一早 御书房中夏皇通过奏折 也是得知了灵秀的所作所为 朱景你快来看看 灵秀这小子还真有意思 竟把权贵子弟平常用来欺压百姓的手段 用在了建安伯身上 他算是将王杜王库的手段给完明白 不过他好色我能理解 但君子好色取之有道 用这些手段未免有点不堪了 而朱景也总算帮灵秀说了句好话 陛下可能有所不知 建安伯的女儿虽是权贵之女 但绅士却颇为凄惨 其母只是一个小妾 生他时就难产而死 从小不仅受尽了打骂 还经常被赶出家门露宿街头 如果不是因为身份低微 恐怕也会有不少人抢着求取 直到数年前觉醒能力 被艺术院发现才破格将他招入 夏皇一听便来了兴趣 破格莫非他很厉害 朱景连忙解释 其实只是一个玄间能力 但此女的天赋不错 或许假以时日能有所突破 她之所以被破格收入 完全是因为她的能力比较特殊 虽不能以一抵白 但在很多时候具有大用 之前蜜珍斯数次审讯他国的系组 都请她帮过忙 关键在不久后的诸国大笔中 她或许也能起到其用 听到诸国大笔 夏皇这才有所释怀 既然如此 那就随他们年轻人去吧 不用干预 另外让艺术院多多照顾这个骑兵 正式处理完了 现在该微服私房去了 朱景一听秒懂 陛下还是那家包子铺 那不是废话 朕乐了 与此同时 城内的包子铺前 灵秀也很是惊讶 如此普通之地 为何周围会遍布密真思之人 你看我身后的那家伙就是 不过现在伪装技术好像变好了 就在这时 伴随着一阵清禾声 朱景一来到灵秀身前 公子 您要吃包子 可不敢巧 下午的包子都被我家老爷包了 实则示意灵秀赶紧走 结果他刚扭头 就发现夏皇正虎是单单的看着自己 灵秀心中顿感不妙 这是怎么回事 在这个地方都能遇见偷寡妇的皇帝了 可真是倒了血眉 于是连忙拉着秦婉准备离开 谁料这时夏皇却叫住了他 小兄弟 你等会 在下有事问你 本是英姿煞爽的冰霜美 可如今却主动将男人扑倒 甚至还要和他玩拔罗宝 难道秀儿要除鹰起飞了吗 而就在刚刚 灵秀本想吃个包子 却不料碰见了偷寡妇的夏皇 于是刚想拉着秦婉火速离开 没想到竟被夏皇给叫了回去 还吩咐他给寡妇当保镖 灵秀表面虽硬了下来 但心里还是极其不爽的 你嘛 我就知道这个狗皇帝没安好心 如今把柄在手 看我以后怎么坑你的 可事后一想起 就这么白白当了冤大头 便气不打一出来 于是连忙吩咐一旁手下 给我打起精神认真巡逻 有违法犯罪的疑虑都给我抓起来 今天老子心情不好 可别让我逮荡什么顽固子弟 当街欺负人 与此同时 街角一顽固正怒骂着老人 老东西 走路不长眼睛啊 刚准备上前教训 却被赶来的柳如旭及时拦下 够了蟑螂 明明是你先撞了这老人的 你若是再不住手 就休要怪我不客气了 可蟑螂见来者是柳如旭 反而更加嚣张起来 我说是谁呢 原来就是个被未婚妻抛弃的废物 来往这里打 我要是躲一下我就是你儿子 看着眼前如此嚣张的男人 柳如旭犹豫了 他虽很想成奸除恶 但对方毕竟是个权贵之子 若是冲动丢了官职 到时候老母亲又该如何是好 可就在他准备忍气吞声之时 闻声赶来的灵袖 可不管什么三七二十八 对着他的菊花就是一脚 你真是好大的狗胆 天子脚下竟敢当街行凶 还敢羞辱清立司官员 真当我清立司是软狮子吗 然而蟑螂却依旧有恃无恐 我爹归归 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 竟敢殴打一等安化博之子 不过他今天可算是踢到了钢化膜 你少在这狗叫 就你爹是一等伯 不瞧我爹也是 来人给我绑了带回去 事后柳如旭在一旁提醒 这人是当朝权贵之子 且与国公府有些关系 实在不应该冲动行事 然而灵袖却极其不屑 柳大人 你有你的难处我理解 但恶人还需恶人魔 你就在一旁看好吧 画面一转 你来到清立司公堂 随着一声清脆的拍案声 只见灵袖悠哉的表示 安化博之子张狼 你当街殴打老人 还阻碍清立司官员办案 本主是现在派你仗刑三十 求十五日罚银十两 你可有不服 张狼闻言瞬间慌了 可嘴里却不停嚷着你打一个试试 但为时已晚 灵袖已经下令行刑 谁料手下见对方是权贵之子 纷纷愣在原地迟迟不敢动手 这可把灵袖气坏了 诸位同僚都先去休息吧 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看着一步步逼近的灵袖 张狼心想完了 随后清立司遍布着他凄惨的叫声 事后刚回到家中 他便向秦婉炫耀自己又做了件好事 不过现在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恰巧发现他手中端着一碗面条 还不等他反应 面丸已经被夺了过去 他看着狂血面条的灵袖 想发火却又心疼 只能在一旁埋怨了几句 你想吃 等我给你做不可以吗 干嘛非得抢我呢 然而灵袖却表示 自己有天香楼的贵宾卡 待会给你补偿一顿好了 听到这秦婉便没再多说 他似乎明白 眼前这个男人 只是不想让自己天天吃面条 这些算我请你的 可没一会秦婉脸上已满是红韵 这么多山珍海味 肯定花了你不少钱吧 我也给你点报酬吧 灵袖刚想询问什么报酬 只见秦双某已被秦婉同化 而他眼前灵灵正义脸柔情地扑向自己 他试图说服自己这是幻景 可奈何还是沉静其中 什么幻景 这才是真正的我 人间不一样的烟火 可现实中他正痴呆地躺在床上 哈拉子更是浸湿了枕头 这一幕却恰巧被正主撞见 看着举止怪异的灵袖 灵音也很是好奇 这家伙在干嘛呢 而秦婉却扭头表示 我也不知道 没准是做了一个好梦 另一边 只见一下人正向蟑螂禀报 大人已经打听好了 那个灵袖这几天 一直在一个撬寡妇的包子铺逗留 想必那寡妇定然是他养的外事 不然不可能天天带着人在那边晃悠 还经常去照顾那寡妇的声音 听到这蟑螂满脸得意 灵袖 我这就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马上去通知定国公府二公子 说我明天送他一个极品美人 也许这也应了一句古话 不做死就不会死 灵灵是毫无感情的表面夫妻 可真当秀儿遇到危险时 没想到他竟会第一时间赶来救场 人味道仅仅是一声怒喝 我看谁敢动我赵灵俊的夫君 便把两名地阶强者 吓得愣在原地久久不敢动他 而就在刚刚 蟑螂为了报复灵袖 便准备将他一直保护的翘宝腹 绑了送给定国公的三公子 殊不知整个王都都在灵秀的监视下 次日一早 游击小队成员便传来情报 老大大事不好了 那个蟑螂竟打起了翘寡妇的主意 听闻此言 灵秀先是十分诧异 可随后又开始担心起来 这个大傻叉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要是他出了什么意外 盗狗皇帝那就算有十张组 可都说不清了 而就在他遐想之际 门外却突然传来灵鹰的催促声 灵秀 你在里面干嘛呢 还不快出来 再不去找冥鹤修炼 他怕是又要炸毛了 此时他转念一想 就算现在去告诉夏皇 恐怕到时候也解释不清消息来源 如今看来也只能先进观其变了 走在长街之上 灵秀也是没忍住询问起了灵秀 你好像有段时间没带姐姐回家了吧 要不就这几天 可他现在哪有心思想这些 便随意找了个借口敷衍过去 实则心里一直在想着寡妇之事 看来待会得让大皇他们也去盯着 要是他真出了什么事 这狗皇帝不得要疯了 可还不等他多想 只见东城令慌张的来到两人身前 林大人不好了 包子店的老板娘出事了 灵秀一听连忙告别了灵姨 立马带着东城令前去调查 途中在其询问下这才得知 原来他们只负责外围警戒 可没想到一群人驾着马车 直接冲进来就把人绑走了 得知事情原委后 灵秀也是被气得咬牙切齿 都怪那个狗皇帝怕被人知道 要不然派密针的人来护着多好 快追一定不能让贼子得手 早上才刚得到消息 没想到这么快他就动手了 看来这个蟑螂也是个狠人了 很快灵秀便通过情报 来到了他所住的私宅 看着傻站在原地的牙医们 灵秀也很是懊恼 都傻站在这干什么呢 还不赶紧破门救人 里面除了那个寡妇 都给我通通抓起来 这时东城令却很是不敬 灵大人你说这个寡妇到底是什么人 值得这么大费周章吗 灵秀看着这个呆头鹅也很是无奈 不该问的别问抓人就行 无论对面是什么人抓了就行 这寡妇若是出了事 恐怕你我都得掉脑袋 与此同时 蟑螂正惬意地介绍着眼前的寡妇 三少爷 不是我吹嘘 这次的美人很有风韵 一定是您喜欢的类型 见眼前的男人很是喜欢 蟑螂也很是失去 春宵苦短 小的就不打扰您了 见奸计得逞他此刻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灵秀 我惹不起你 总有人惹得起你 就算你是赵灵俊的丈夫又如何 跟定国公家比就是一坨答辩 可就在他得意之际 听喷的一声 房门突然被人踹开 看着带人闯入的灵秀 蟑螂立马飙起了眼计 你是个什么牛马 不知道三公子在干正事呢吗 还不赶紧滚 谁料这是男人却打断的 等等 我倒要看看 一个小小的清丽丝小官 能对我做什么 此话一出 有如续连忙小声提起 林大人 这人可抓不得 他可是定国公府的公子 太子是他的表兄 皇后娘娘是他的亲姑姑 后台极硬 然而灵秀却极其不屑 作为清丽丝主事 我与罪恶不共戴天 什么身在也都压不住我 那么张三公子 请你跟我走一趟吧 实则心里想的是 以目前对狗皇帝的了解 别说是他了 哪怕今天是定国公来了 这个事我也得管 再应他能有当今皇帝因 张三看着眼前不知死活的男人 也是瞬间来了兴趣 你小子有点意思 我就跟你走这一趟了 我倒要看看你能奈我何 此时灵秀也深知清丽丝是审不了他的 于是便准备将他带到刑部 看着如此强硬的灵秀 柳如旭和东成令纷纷惭愧不已 虽然知道可能会因此掉脑袋 但他们还是选择一同前往 很快刑部门前 大家看着被抓的张三 便立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这人是灵秀吧 听说不久前才抓了安化伯的儿子 今天怎么连张三也敢抓了 这下难了 怕不是小命都难保了 你赶紧回去告诉明儿 而此时张三显然有些不耐烦了 我说了刑部也省不了我 你一个清丽丝小官 我也懒得和你计较 赶紧把人还给我 这件事也就这么算了 可灵秀哪能碎了他的意 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不可能还给你 此话一出 张三瞬间急眼 连忙吩咐一旁手下 恭喜你把我的耐心都耗完了 你们几个给我好好教训下他 然后再把那个女人给我带回去 灵秀看着眼前两位递接上镜打烧 心中也是十分慌张 心想这个狗皇帝还真是有恃无恐 怎么圆兵到现在还没到 可不曾想 两位打烧已经在摩拳擦掌 准备给灵秀好好上一课 而就在他们准备动手之际 只见一柄长剑突然拦住了两人 接着薛宁儿瞬间来到灵秀身前 嘴中并大声怒吓着 我看谁敢动他 若是再敢往前一步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可张三根本不鸟他 两位动手不必管他 而正当两人冲向灵秀之际 空中却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欺负人竟敢欺负到我相公头上 未免也太目中无人了吧 话音刚若只见一阵威压骤然降响 两名打手也被死死压制在了原地 他明明是大家口中的天骄之女 却偏偏要嫁给个废物为妻 只因这是个黄泉当道的世界 往往实力强大 都会分配给蔡姬当老婆 因为只有这样黄泉才会巩固 殊不知夏皇还是失算了 灵秀他可不是个废物 而就在刚刚 为了保护夏皇的翘广妇 灵秀也是不惜得罪了一等功的儿子张三 当然张三也不是失婚的 直接就要嘎了秀儿的妖子 可他老婆赵灵俊又怎会同意 仅仅是略微出手 便将两名地阶强者压他在地 此时只见他缓缓走到人前 朝着张三就是一阵怒合 我倒要看看 今天谁敢欺负我相公 张三见识赵灵俊 虽有些慌张但嘴依旧是硬的 姓赵的别以为你现在能对抗得了张家 实相点的话 就让你相公过来道歉 我夫君这是在承恶扬善 为何要向你道歉 你若是不服大可上前试试 眼看着就要打了起来 朱锦这才看看赶到 诸位还请稍安勿造 陛下有旨 命我将造成此次混乱的一干人等 全都带入宫中轻神 三少爷 林公子 还得劳烦你们跟咱家走一趟吧 赵灵俊见状也没再多说 只是满眼深情地看着灵俊 那我就在家静等夫君归来 而灵俊深知 这一切看似恩爱 实则都是他在演戏罢了 现在他真正担心的却是宁儿 因为平时两人约会 都会叫上李伯璋来当聊机 所以大家也看不出什么来 可如今他却为了自己的安危 打了个名牌 结果最后还被赵灵俊解决了 这可苦了他了 不知道这小妮子会不会多想 当众人走后 只见赵灵俊看着薛宁儿率先开口 灵俊的是我很抱歉 可这时宁儿却低下了头 默默回了句 不用抱歉 我知道是我实力不行 另一边 定国公在得知此事后 也是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陛下微臣来迟了 还望宁恕罪 妮子惹下祸事 没想到连宁都给惊动了 待他回复我定会好生管教一分 面对这一敷衍的说辞 没想到夏皇竟没有追究 反而三言两语就放了张三 看着离去的两人 灵俊心中也很是不解 不是把这狗皇帝向来很是记仇 这回怎么这么轻易就把人给放了 可还不等他多想 夏皇却又呵斥起了他 灵俊 你可知罪 听闻此言他连忙拱手回道 陛下 臣知罪 臣就是一个伯爵之子 不该以下犯上为难一等功之子 他强强明明 臣应该当作没看见才是 不过还请陛下放过吴大人和柳大人 他们皆是依照律法办事 对朝廷对陛下可都忠心耿耿 在看到灵俊这时候还为自己求情 两人并没有多言 反而连忙跪地领伐并表示 此时他们皆有参与 夏皇在思索一番后 竟然并没有惩罚他们 反而将东承令提为三等中永伯 有如旭封为三等安化伯 此时一旁蟑螂虽慌的一品 但心中也很失纳闷 我爹才是安化伯呀 封号怎么能有重复的呢 事后长王之中 夏皇闷声询问 这次是不是你倒的鬼 而灵修属实觉得有些冤枉 于是连忙哭诉起来 陛下此言 陈甚是惶恐啊 谁人不知张家乃是大厦第一大子 陈活得不耐烦了 才会去如此得罪张家 还不是为了救未来娘娘 夏皇也愣是给他整个不会了 只见他先前严肃的嘴脸 立马又变得随和起来 瞧你说的 看来是朕错怪你了 这次算你小子有功 不过朕只能给你巅峰三段红 剩下的爵位 你得靠自己去争取 他看着灵修惊讶的表情 于是接着说道 一是自己的实力 二是诸国大笔天交榜的排名 你要是能闯进天交榜前十 让我大厦不至于只有赵灵俊一人 正给你家封宫又如何 如此大饼灵修自然是消化不了 不过他现在很是担心 定国公事后会不会报复自己 可夏皇却让他把心放肚子里 从今天开始 没有人敢对你和你的家人下手 你的小娘子那么厉害 今晚恐怕不少人要难以入眠了 你也赶紧回去修炼吧 没事别来打扰阵 灵修刚走 朱瑾便立马凑了管 陛下 夫人已经安顿好吗 蟑螂一家子坐监饭磕的 也都抓起来了 剩下的该怎么办 抓来的随便找个地方买了 剩下的就流放岭南 毕竟这也不是什么暴局 还是要得调活路的 一旁朱瑾连忙拍手叫好 陛下大善 不过还有一事 经老奴的调查 发现赵家那位 现在确实已经步入地阶上镜了 夏皇文言很是感慨 十九岁的地阶上镜 加上他那个师尊 想必整个大厦 现在恐无人敢去 招惹赵家和林家了吧 刚出宫门的灵修也想到了这点 他虽觉得赵灵俊实力强大 但也不至于让张家忌惮 难道他背后还有靠山 想到这他这才发现 岂不是自己成了个吃卵饭呢 等他刚反应过来 却发现灵音正在一旁候着 原以为他是担心自己 才会在这边等着的 可不曾想他却指了指身旁 这两位是薛伯公府的公子 说要找你我便把他两眼带过来 灵修刚想问人去哪 结果两人却突然出现在其身后 你小子玩的花呀 家里有个天娇妻子 结果还来招惹我家小姐 你可知宁儿为了你 愣是将自己置于悠悠重口之下 你今天必须去薛府给个交代 可当他刚走进薛府 却被宁儿大伯拦了下来 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敢来 连我薛家的女儿都敢诳骗 今日必要让你站着静横着出 面对男人的呵斥 灵修连忙认错 毕竟以后也算是一家人 一切因小子而起 无论薛老国公有何惩罚 小子都应下便是 见灵修还算有点骨气 大伯也是说明了此次用意 别说薛家不给你机会 你面前有三道大门 都闯过去再谈其他的 或者你现在离开 发誓以后绝对不和宁儿见面 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既往不救 而灵修会选择往前走 还是会选择逃吗 本是一等国公的掌上明珠 却偏偏要给个海王做小气 甚至不惜背负世人的唾气 也要在他遇险时 第一时间挡在他的身前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吗 然而灵修自然也没让他失望 面对宁儿家人的刁难 他并没有选择退缩 反而选择迎难而上 在只用兵之异术的情况下 第一关先秒三哥 第二关再拜大哥 可到了第三关 事情就变得没那么简单了 而他要面对的 竟是宁儿的四叔薛李 此刻他正虎视眈眈的看着灵修 小子实力不错嘛 我是宁儿的四叔 已入地阶多年 你确定还要继续 灵修并没有多言 反而用行动告诉薛李 宁儿他今天必须要见到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行 与此同时 只见宁儿气冲冲的 跑到了薛老国公跟前 爷爷 我不许你为难他 可薛老国公却淡定地品着茶 我可没为难他 他若想走随时都可以 听闻此言 宁儿很是委屈 泪珠不自觉地从眼角低落 嘴里慢慢蹦出了几个字 他是不会走的 而薛老国公却是个过来人 他自然不会轻易松口 傻丫头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甜言蜜语不可信啊 可宁儿却又埋怨了起来 就算是试炼 也用不着让四叔上吧 要知道他多年前 就晋升地阶舞者了 而灵秀修习武道才一年 又怎会是四叔的对手 你们真是太欺负人了 另一边 果真如他所言 在薛李的连番攻击下 灵秀显然有些应接不暇 刚宁出的兵剑也被瞬间斩断 这时薛李提醒灵秀 若是想藏着不使出权力 你可能会死 而只能使用兵之异数的他 在面对地阶舞者时 显然是有些吃力的 当宁在身前的兵墙 仿佛如宝纸一般 转瞬之间就被戳破 此时薛李已将长剑 悬于灵秀身前 放弃吧 你很清楚现在的你 还不是我的对手 早点放弃 还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 可灵秀坚定的眼神 也是让他感慨万分 都伤成这样了 还不放弃 怪不得宁儿认定了他 想到这他又突然忌起 薛老伯公曾交代过 只要他的信念不曾动摇 就可以适当地放下水 不然以宁儿的性格 估计得闹翻天 而就在薛李愣神之际 只见灵秀一把 捏住了他手中的长剑 在兵之能力的加持下 兵慢迅速向他面文刺去 这也导致他不得不丢弃长剑 看着眼前硕大的冰锥 和手中残留的蓝色灵器 他连连赞叹 兵之艺术果然恐怖如斯 看来还是太小看你了 实则是在放水 毕竟未来都是一家人 灵秀也十分失去 连忙递过薛李的长剑 要不是四叔手下留情 小子可能就要不敌了 谁料这事 薛老国公走过来 就给薛李一记闷拳 与个小背镜打了这么久 可真是太丢人了 薛李也是一脸委屈 父亲是我输了 听闻此言 薛老国公血压极度飙升 你输给一个十九岁的小子 真当老夫老糊涂了吗 灵秀健壮也连连感叹 不愧是火之艺术觉醒者 这暴脾气也是没水了 面对老父亲这般指责 薛李连忙凑近小声解释 父亲不是您暗示我 只要他信念不曾动摇 就可以适当地放水了 这小子为了见宁儿 他要跟我玩命啊 就在两人闲聊之际 宁儿直接冲进了灵秀的怀中 询问着有没有受伤 薛老国公见状醋意大发 灵家小儿 赶紧撒开你的手 都有家事了 还敢觊予我家宁儿 是不是真当我薛家是好欺负的 还不等灵秀开口 宁儿就反驳道 爷爷 我喜欢他的时候 他可还没成亲呢 这下可把薛老气坏了 真是女大不中流 流来流去流成仇 乃本朝一等功 你既不是皇帝 又不是天骄榜榜首 有什么资格 让老夫把最疼爱的孙女给你做妾 灵秀文言连忙询问 若成为天骄榜榜首 您老就同意把宁儿嫁给我吗 世界很大 你和诸国天才相比 你那点天赋不算什么 别说天骄榜榜首 你若是能进前十 你和宁儿的事情 老夫就不阻拦了 灵秀一听很是兴奋 心想这不是白给吗 这是薛老又好奇的询问 如果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同意你跟宁儿的事 你又会怎么做 此刻灵秀眼神很是坚定 那就等我有了足够实力时 我再来说服您 直到您同意为止 如果说不服 那我就把你打服 说吧 宁儿便拉着灵秀 先行告退 看着离去的两人 薛老也是感慨不已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这样也好 至少说明她是真心带宁儿的 小小年纪就懂得藏着 有如此诚服 可比我薛家那些不成器的儿郎强多了 另一边 灵秀刚换好衣服 就又被宁儿拉着找薛老去了 只见他刚走进大门 薛老就表示 虽然我愿意给你机会 但不代表现在就同意了 在你做到答应的事之前 我希望你还是和宁儿保持点距离为好 可灵秀却觉得 就算要保持距离 但至少在天交榜重新排名的这一年中 我们也应该可以见面的吧 薛老也是懒得计较了 想见宁儿你就来薛府看他 就算你天天来老夫也不拦着 只要你不怕耽误休息 这时宁儿连忙嘱咐 你要好好休息 不要总想着来看我 一年而已我还等得起 灵秀连忙俯着宁儿的御守 安慰道放心吧 我有把握 说罢便告别了薛老 可他刚走 薛老面色却阴沉了下来 宁儿 你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爷爷不反对 但你想过日后别人提起他 只会想到他的妻子是赵灵俊 而不是你薛宁儿 你可甘心吗 宁儿听完迟疑了片刻 并没有回答 看着孙女这副表情 作为爷爷又怎会不懂 于是只见他起身俯着宁儿的额头 爷爷也不甘心我的好孙女 一辈子做别人的附庸 爷爷还能帮你最后一次 这次以后就得靠你自己了 你是爷爷的骄傲 也是薛家的未来 为了你爷爷做什么都可以 此话一出 宁儿似乎懂了什么 只见他瞬间泪流满面 连忙出言拒绝 爷爷不可以 那样您终生就无法再进一步了 可即便是这样 薛老还是选择了 为自己的好孙女做点什么 也许现在的你还不懂 等你慢慢长大就会发现 站在你身后的永远是你的家人 当灵秀刚走出薛府时 却发现灵鹰依旧在等着自己 他们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放心我通过了薛家的考验 他们不会对我做什么的 这时灵鹰却埋怨起来 让你别到处沾花惹草 你就是不听 这下好了被人心事问罪了吧 我倒是好奇 他们是怎么说的 薛老说只要我能进入天交榜前十 就让我和宁儿在一起 灵鹰听完一脸不屑 天交榜 前十 就你 别看你在武道院挺威风的 可现在你连天交榜前百都进不了 要知道前百之人就没有地阶以下的 灵秀见他这么不看好自己 便又动起了歪心思 既然你不相信我 不如我们打个赌吧 如果下一次诸国大的 我能进入前十 你就亲我一口 灵鹰文言脸颊瞬间煞红 许久没有开口 而灵秀自然不会放过此次机会 你也不必介意我和你姐的关系 就我俩这样以后肯定是要合理的 难道你觉得天交榜前十 换你一个稳不值 在灵秀的忽悠下 灵鹰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此事 如果我赢了 你就答应我五件事情 灵秀也顺势应了下来 随后心里又在研究 天交榜前十换一个稳 如果是天交榜第一呢 是不是就能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想到这他连忙询问 灵鹰你知道现在的天交榜榜首是谁吗 然而当他回到是赵灵俊后 灵秀就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 来了来了 彩衣终于要有名分了 她会是秀儿真正意义上的妻子吗 而谁又不想拥有一个 百依百顺的女人呢 可就在刚刚 灵秀虽和灵鹰定下了轻嘴的赌约 但这个老六还不知足 竟在想着若是夺得大赌第一 是不是可以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 然而在得知赵灵俊是天交榜榜首后 就又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就在两人回家之际 却遇到了一群讲的鸟语之人 此时灵鹰很是惊讶 下意识地说了句 真是奇怪 这些人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这也成功引起了灵秀的好奇心 于是连忙询问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他们说的鸟语像是乌鸡国的语言 要参加诸国大笔 就必要在小笔中取得资格 而大陆诸国中 只有五大王朝可以组织小笔 王朝周边的小国 要在大笔半年前 前往五大王朝参加小笔 得到参加大笔的资格 大厦周边的小国 有西域 南越 南兆这种听话的 也有乌鸡 扶桑这种表面顺从 背地里心怀鬼胎的 所以你先不要考虑明年的大笔 目前最重要的 就是在几个月后的小笔上 如何脱颖而出 获得大笔的资格 然而秀儿却信心满满 要知道他现在 可是有着十多种异能傍身 刚回到家 灵秀就夸起了秦婉的厨艺 而他却瞥了秀儿一眼 其实还可以更好 不过得加钱 可就在这时 只见朱锦慌张地闯了进来 灵秀 快别吃了 赶紧和杂家一同回宫 陛下找你有急事 画面一转升宫之中 只见夏皇极其不悦 灵秀 正有件事要你去办 但玩之地 乌鸡国出了一位武道天才 妄想挑战大夏 你明天去趟武道院 给我好好教育一下他们 养我大夏国威 但灵秀却很势不解 要知道天字院那天才众多 为何偏要派自己去呢 一提到这 夏皇也是被气得不轻 你说那帮饭桶 关键时候没一个能用什么 虽这个忙必须得帮 但灵秀可不会吃亏 陛下吩咐陈定当竭尽权力 可陈也有一件小事 想麻烦陛下成全 就是想要您下一道旨意 一道赐婚的圣旨 夏皇一听很是无奈 好小子竟敢和我讨价还价 你这是又想娶谁了 如果是薛家那位 定然是不可能的 灵秀连忙表示 不是宁儿 是采姨 夏皇健只是一个评女 便表示倘若这次比乌尼若能胜 以这个请求阵就远了 灵秀见目的已经达到 连忙拱手谢恩 次日武道院擂台 乌鸡国天才正疯狂地挑衅着 武道院学员 无论学员怎么攻击 都无法伤气分毫 而对方紧紧一脚便踹飞了他 看着倒地不起的学员 副院长不禁也是有点汗眼 面对弹丸小国的挑衅 居然无一人敢战 难道我大厦今日要颜面扫地了吗 就在他独自难难之际 对方的领队却挑衅了 我们为学习而来 不知贵院还有没有更厉害的学员 还请不吝刺脚 就在副院长难堪之际 只见灵秀一脚挑起长枪 毅然地走向了擂台 院长还是让我来吧 可他还是很担心的 毕竟灵秀只入院一年而已 虽武道天赋极佳 但目前未必是此人的对手啊 而此刻两人已来到擂台之上 随着铜锣一响 只见对方一个顺身 便已来到灵秀头顶 可他却疯狂地往肚子里吸气 片刻后指纹一声 只见无数白色气体迅速将对方包围 待他察觉危险之际 可惜为时已晚 人已被结结实实地冻在了原地 要说秀儿是真的秀 人家比的是武道 结果他反手就是兵之一数 又来了 秀儿未娶彩衣也是拼了 静不惜在人前暴露实力 仅一击便秒杀了乌鸡国的天才 周围众人纷纷震惊不已 唯有刚和灵秀打过赌的灵鹰忧心忡忡 看着眼前意气风发的男人 此刻他肠子都会轻了 心想完了完了 我这好像是要白给了呀 而擂台之下 学员们见灵秀轻松取胜 不仅对其连连夸赞 还顺带怒喷起了乌鸡国的天才 可他们的领队立马就不乐意了 只见他连连指责 你们这是在作弊 明明是舞蹈交流 可他却使用起了艺术 身后学员看着如此双标的老头 于是连忙出言回怼 放屁 你们难道就没使用艺术 不用艺术你们能打得过谁 你们到底还要不要脸了 可老头不仅没有理会 反而看向副院长 准备反咬一口 他已经觉醒了四次 但金灿却只觉醒三次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试 而副院长却并不准备鸟他 可灵秀为了让对方心服口服 连忙出言表示 臣复院长 无妨 刚才那一场不算 我不用艺术再和他比一场 这时金灿格局也顺势打开 既然你不用艺术 那我也不用 我们公平的站上一场 谁料灵秀却一脸不屑 我劝你还是用吧 不然结束的太快了 此言一出 可把他给气坏了 只见他纵身一跃 笔直的朝灵秀刺去 而灵秀则将长枪顺势插入地底 接着用力向其面门挑起 煞石滚滚烟雾夹杂的碎石 直接将其困在其中 就在他奋力格挡之际 而灵秀一个顺身 便已将长枪抵在了他的咽喉之处 我说过 你可以使用艺术 鸣和剑如此场景 连忙询问一旁灵鹰 你不会早就知道他的真正实力了 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后悔两次 我知道个屁啊 要是知道我还和他打什么斗 万一他真的进入天骄榜前时 我不是成了纯纯的大冤主 这时擂台之上 只见金灿意念一动 瞬间幻化出一具分身 分别从两侧向灵秀发起进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 他也是心头一惊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灵秀身体猛然一震 一道金色法像瞬间浮现在其周身 弹向他的木剑 仿佛如鸡蛋触碰石头一般 瞬间被其折断 随后一柄长枪又抵在了金灿的咽喉 即便他心中有万般不甘 但还是主动认起了书 谁料这时灵秀却尚且安慰起来 你的速度的确很快 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速度再快也是没用的 其实你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你的能力也很慢 可就在触碰之际 却弹出了异能复制的进度条 此时灵秀心中很是不解 灵灵上次突破后 就已经复制了四个艺术 为何体内的复制能力竟还会有反应 就在他遐想之际 台下学员们早已光不雀跃起来 灵师兄真是太强了 而且还是艺术武道双修 我现在总算知道 为什么赵姑娘会嫁给灵师兄了 放眼天下 除了灵师兄还有谁能配得上他 此事过后 夏皇也是立马召见了灵秀 刚见面就逮着他一顿猛夸 可灵秀却一直惦记着彩衣之势 陛下 您可别忘了之前答应过我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朕答应你的自然会做到 但你也别整天都顾着儿女私情 朕还指望你在明年大笔上给朕长脸呢 听闻此言 灵秀这才放心 臣一定不负陛下所欺 泡妞修行两不误 随后在两人畅谈一番后 已知深夜 此时两名守卫正在尽心尽职的巡逻 而这时突然有个不明物体 瞬间从两人身边掠过 可他们却以为是自己眼花 只不过是一阵风而已 殊不知这正是现在的灵秀 在诸多异能的加持下 他可是王中一霸了 明明已有家事 却还要求着夏皇给自己赐婚 可当赵灵俊得知后 非但没有生气 还提前把彩衣领进了家门 而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刚回到灵府 他便迫不及待地推开了灵俊房门 准备将陛下赐婚一事告知他 谁料他却发现彩衣竟也在这 此时灵俊一脸蒙圈 心想这个皇帝办事这么笑了 都给人安排到家里了 就在他疑惑之际 灵俊却一脸得意地表示 是我把他带回来的 随后彩衣连忙道出了实情 原来是定国公府的公子 逼他去府上唱曲 幸好赵姑娘及时出现 并替他解了围 但也因此得罪了定国公府 见此事已了 赵灵俊便准备离开 我曾欠你一个洞房 现在还你一个 从此你我两不相欠 然而灵俊现在眼里可全都是彩衣 在敷衍地说了句谢谢后 便连忙握住了他的御手 今日来离花院的 是定国公府的哪位公子 于是彩衣告诉他 我听别人都叫他三少爷 灵俊听完气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直接生死了那个扁奴子 张三你还真是贼心不死 看来你确实是不想活了 在安顿好彩衣后 他便趁着夜色偷偷潜入了定国公府 在艾坤的情报下 他很快便摸清了守卫情况 而屋内不知死神来临的张三 还在为上午吃扁的是愤怒不已 那个赵灵俊姑且就算了 结果现在连一个戏楼班主 都敢骑在我头上撒尿了 待会儿护卫把他人头带回 我定要荡成球梯 谁料就在这时 屋内烛火不停晃动 张三双眸瞬间失神 片刻后 只见他正拿着匕首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伴随着一阵刺破皮肤的声音 竹灭人死 另一边 张三派出的杀手已来到班主屋内 可他不仅丝毫不慌 甚至还调侃起了黑衣人 大家出来混都不容易 何必要赶尽杀绝呢 黑衣人为了让他瞑目 便回答了这个问题 要怪就怪你命不好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可班主只淡漠地回了巨室吗 只见黑衣人驳梗瞪瞬间出现一道裂缝 人也随着张三而去 看着窗外阴冷的月色 班主不由地叹了口气 看来今夜过后 王都注定不会太平了 次日一早 灵秀带着一脸倦意 刚来到屋外 就看到朱锦正在盘问着邻居 昨晚去了哪里 而他则回到 昨晚一直在房内修炼 府内的丫鬟都可以作证 灵秀见状赶忙上前询问 朱总管 是城内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邻公子有所不知 昨夜张家三少爷在府内遇刺身亡 咱家也是奉陛下之命 调查这些日子和他有过冲突之人 并非怀疑赵姑娘 还请勿怪 灵秀听完后瞬间一惊 什么 张三死了 要知道他可是定国公府的三公子 何人如此大胆 不过要说冲突 我和他貌似也有点 我昨天晚上在 还不等他说完 朱锦连忙出言打断 咱家可没有怀疑灵公子 您不必自证 我这就回宫复命 就在他临走之时 灵秀却又叫住了他 询问起了赐婚的事意 朱锦只回了句 你去找李布斯 便匆匆离去 可等他再次回头 却发现老母亲正握着灵俊的双手 而喜啊 我听说秀儿要内窃 你放心 娘不点头 谁也别想进我们灵家的门 而灵俊却解释 您误会了 我平日里忙于休息 没时间陪相公 所以这都是我的主意 这样也有个人替我照顾他 可话音刚落 只见采姨探着小脑袋走了出来 赵姐姐 我熬了些粥 可话刚说到一半 他竟发现灵秀父母也在 于是连忙上前行礼 见过伯父伯母 灵秀见其很是慌张 便也顺势介绍起来 这位就是我为过门的媳妇采姨 本以为其母会极其不悦 谁料她立马双眼泛光 如同见到了大宝贝一般 还不等灵秀反应 她就瞬间来到了采姨身前 并取下了手中的镯子递给她 初次见面 我也没有准备什么东西 这镯子你就收着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看着态度180度转弯的老母亲 灵秀也是满脸无奈 刚刚不是还要心事问罪吗 怎么转眼镯子就送上了 不过也难怪 以采姨的气质 长辈不喜欢她才是怪事 这时其母也顺势瞥了一眼灵秀 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我们做长辈的也不好过多干预 后面进门的可是一个都没有 而有人喜就会有人忧 另一边张家白布高高挂 定国公正在询问着 下人张三的死因 可下人却回复 当时少爷一个人在房间 门窗都是关着的 我们进去的时候 他已经自尽身亡了 听到这定国公大怒 把他们都给我拖出去超度了 这时身后管家提醒 能在不惊动任何护卫情况下 杀死少爷 想必这名刺客的实力 至少也是地阶上镜了 甚至更高 有没有可能是天道蒙的人做的 可定国公却否认了管家的说法 不 而真正的凶手 正在礼布斯悠闲地安排自己的婚室 林大人 那妾有那妾的规矩 小妾的花轿不能从正门进 而且嫁衣不能穿正骨 拜堂也不能拜天帝父母 可灵秀毕竟是现代人 他可不管什么古代的理解 你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 花轿就从正门进 嫁衣也必须穿正骨 天帝父母照办 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 他也只能照办 而灵秀也即将和彩衣修成正骨 就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的婚礼吧 明明彼此相爱 却因身份的差距久久不能完婚 好在经过秀儿的不懈努力 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而灵秀又何时才敢大胆一次呢 就在刚刚 灵秀在礼布斯打点好一切后 次日一早 只见一顶大红花轿 正穿梭在王都的大街上 围观男子纷纷羡慕不已 这小子命怎么这么好 娶了赵姑娘还能内妾 听说小妾也是个大美人 要知道这可是多少男人的梦想啊 而彩衣也是在万众瞩目下 正是成了灵秀的媳妇 夜晚两人相拥 并食指紧扣深情地看着彼此 随后下面的情节懂得都懂 不过房内发出的死动静 可把赵灵俊听得老脸羞红 次日一早 灵秀便给彩衣准备好了早饭 可她却慌张地道起歉来 都是我不好 这么晚才起床 还没给公公婆婆请安 也未去给姐姐敬茶 而灵秀则一边给她喂着早饭 一边安慰着 昨晚肯定累坏了吧 先吃点东西 灵俊昨晚出去了 也是刚刚才回来 片刻后 彩衣便来到灵俊房内 恭恭敬敬地给她敬起了茶 看着如此懂事的彩衣 灵俊自然也不会为难她 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 如今都是一家人 以后也不用再给我敬茶了 说吧便放下了手中茶杯 并表示打算先回家陪母亲住几天 灵秀文言嘴都笑歪了 我送你回去 顺便给岳父大人带几坛酒 再给岳母带几瓶最新款的香水 你在家多住几天多陪陪他们 这样我就能放心地过二人世界了 听到这话灵俊小脸叉红 昨晚闹出那么大动静 谁还能好好待在这 而照灵俊刚走 两人就又腻外在了一起 在没开二度后 灵俊这才有所意识 夏皇说的没错 现在还不是陈离儿女情长的时候 我还要参加大比 以现在的实力想进入天交榜前时 还差得很远呢 目前得先弄清楚复制能力变多的原因 这也决定了我的底牌有几张 看来眼下还得先找个精致艺术者 来验证我的猜测 四日一早 艺术院院长便召来了灵俊和灵音 再见到两人后 他便坎坎而谈起来 没想到老夫竟然看走了眼 从现在起你就是天资院的学生了 而几日后 会有一个前往北方极地修行的机会 那里蕴藏着冰之艺术突破地阶的契机 你们两个谁去 两人文言纷纷互指着对方 见此场景 灵俊连忙表示 我才刚刚成亲 微柔香里还没另外够呢 要去你去 此话一出 灵音连忙斥责 就你这副吊锅的样子 也还想进天交榜前十 而这时一旁的明和看不下去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这么简单还看不明白吗 他不这么说 怎么名正言顺地把机会让给你 真搞不明白 当初成亲的怎么不是你们 听着此话 灵音连忙回队 你们还天天一起修炼呢 你们怎么没成亲 而另一边 灵俊正询问着李伯章 你可知道我们艺术院 哪位同窗觉醒了精致艺术 李伯章则指了指身后 看到那边趴在桌子上 打盹的女孩没有 安康伯的女儿 她就是 事后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灵俊便用起了影异艺术 握住了女孩的御手 看着眼前的进度条 她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 飞行与念力算是同一系的能力 精神与精致艺术也属于同一系 而复制同一系的能力是不占格子的 所以我才能复制速度异能 在得知缘由后 她也是一阵感慨 还好自己不是什么好色之徒 不然不知道有多少姑娘 要惨遭毒手 深夜灵俊私宅中 灵音正和婉儿谈着心 你说如果一个男子 对一个女子很好 总是将很珍贵的东西送给她 这说明什么 婉儿听完脱口而出 当然说明这个男的喜欢她呗 灵音文言沉默了许久 她看着窗外的月色 喃喃地说了一句 可如果那个女子不喜欢她吗 灵灵是王都的权贵之女 可如今却给男人当起了丫鬟 不仅每天为她洗衣做饭 甚至还会变成她梦中情人的样子 每日陪她嬉戏 原来她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还债 只因她曾欠了男人一笔巨款 殊不知这一欠就是一辈子 而就在灵秀把晋升递接的机会 让给灵音后 她原本还斥责了灵秀一番 可在明和的一番提醒下 灵音这才明白她真正的用意 回祖后 她便找来了秦婉 准备和她说说心里话 虽然两人还算不上朋友 但经过多日的相处 也算形成了一种不算亲密 也并不疏离的关系 许久后灵音才缓缓开口 你说 如果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很好 总是将很珍贵的东西送给她 这说明什么 秦婉则瞥了她一眼 如果这个女子不是她的亲人 那就只能说明男子喜欢她 然而灵音在迟一片刻后 又默默回了句 可是她有欺欠 那又如何 天下男人不都是这样 他们会告诉你 他们的心碎成了很多片 每一片都喜欢上了不同的人 听闻此言 灵音连忙回道 那如果那个女子不喜欢她呢 此时秦婉似乎有点惊讶 难道你真的不喜欢她 灵音刻意躲避着她的眼神 扭过头以满脸羞红 但还是狡辩地回了句 我说的又不是我 谁料这是灵秀 却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 嘴中不自觉地来了句 今晚的月色可真大真美 可灵音在见到灵秀后 便连忙心虚地转身离开 然后指纹哐当一声 灵秀见状也很是郁闷 她这是怎么了 我可没招惹她呀 几日后王都城外 一行人正在给灵音送行 在与其母一番寒暄后 她便连忙扭头 看向一旁的灵秀 我告诉你 我的房间 你可要一直给我留着 不然等我回来后 你就完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询问 灵秀则挠着头尴尬地回了句 放心我不仅给你留着 还会经常给你打扫的 就在两人谈话之际 身后一劳者提醒 赵姑娘我们该走了 原来艺术院和朝廷都对她极其重视 所以特地派了一位地阶供奉随行 看着两人离去的身影 灵秀心中也是五味杂陈 因为这就意味着 几个月再也见不到灵音了 回到府邸后 走在长廊中的灵秀感慨万千 如今灵音走了 明河和李伯璋也都离开了王都 去了扶桑国的火火山 和号称雷都的爪国休息 身边一下子离开这么多人 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可就在她遐想之际 只见一头飘逸的长发在眼前掠步 这也把她看单数秒 而眼前之人正是灵音 她连忙兴奋地询问 灵音你没走吗 可就再要触碰到她之际 她的身形却直接消散在了原地 灵秀这才意识到 这是幻影 于是立马回头看去 果然如她所想是情婉所为 而这时她却眼面偷笑着 怎么样 心情好点了吗 如果加钱 可是还会有惊喜的用 话音刚落 她就又幻化成了灵音的样子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看着眼前段位极高的秦婉 灵秀也只能无奈地 抚着头回了去 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怎么不直接去抢 当然选择权在你手上 如果你想见赵灵音 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谁料她刚说完 腹部就传来一阵刺痛 灵秀连忙上前搀扶 确实又到日子了 去房间我帮你揉揉吧 房内秦婉一阵吐槽 下辈子 希望不要再让我做女儿了 然而灵秀却表示 你要是觉得每个月 这几天实在难受 我倒是有个办法 可以帮你免受这种痛苦 而且疗效至少十个月 秦婉则回了剧 你说的倒是个好办法 不然你帮帮我 听闻此言秀儿嘴都笑歪了 如此艰巨的任务 舍我其谁 谁料这是秦婉又来的剧 需要我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吗 此话一出 灵秀以汗流浃背 心想着妮子的级别还真是高啊 糟了糟了 面对秦婉这种高段位的女神 即便是如油龙般的秀儿 也怕是要顶不住了 只能看着送到嘴边的肥肉 却不能为所欲为 这种感觉家人们谁懂啊 谁料次日一早 采一静寻了过来 可她并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反而是给灵秀送早饭来了 就在她狼吞虎咽之际 却迎面走来了一位熟悉之人 灵秀顿时心中一惊 心想这个老匹夫朱景怎么来了 于是连忙询问 朱总管你怎么有空来我这 难道陛下又有事找我吗 可朱景却表示 你压得少臭美了 咱家这次是专门来找秦姑娘的 就在玩懵圈之际 只见朱景递给了她一个木盒并叮嘱她 这里面都是些四节元金 希望秦姑娘好好休息 尽快在大笔前突破到地阶 陛下可是十分看好你的 夏皇的这一操作 也是让灵秀很不理解 为何那么吝啬的狗皇帝 如今却这么大方 难道诸国大笔对国家而言 真就这么重要吗 谁料就在她遐想之际 却发现朱景正一脸邪魅的看着自己 林公子 其实陛下也有话让我带给你 他希望你不要荒废时光 得认真修炼 灵秀文言直接变脸 还请您回去让陛下宽心 我可是每天都在认真修炼呢 就是不知道陛下 有没有赐给我什么东西 然而得到的却是他的一个白眼 随后在送走朱景后 灵秀却陷入了沉思 现在不管是灵鹰 明河还是李伯璋都各有机缘 就连秦婉都有狗皇帝的扶持 看来真的得认真修炼了 大厦国内的矿脉 都被开采的差不多了 不过江南倒是有一条 储量丰富的金属矿脉 但那是张家所有 灵秀文言心想 金之艺术是依靠金属修行 如果能到储量丰富的矿脉之中修炼 想必定会事半功倍 不过还是得先找个借口 很快他便想到了办法 这不巧了吗 彩衣不就来自江南吗 于是连忙扭头看向他 你出来这么多年有没有想家 我们好像还没度蜜月呢 不如就去你家乡看看怎么样 彩衣文言很是开心 官人你对我可真好 画面一转已至山水江南 一夜周青 双脚红金 水天青 影战波平 而就在路过一家店铺时 彩衣忽然停住了脚步 而是回忆慢慢涌上心头 没想到这家店铺居然还在 记得小时候 我最喜欢他们家的桂花糕了 但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 才能和姐姐分一款 见彩衣很是神商 灵秀连忙安慰 你要是喜欢 我以后经常来买给你吃 当然他也不是在说空话 在飞行能力的加持下 来回也就两个半小时 不过这次主要目的还是休息 等晚上彩衣睡着了 再去张家的旷迈一探究竟 随后再穿过诸多小巷后 彩衣虽记忆很是模糊 但最后还是找到了 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家 可当两人来到门口时 却恰巧碰到了 一男子带着两娃 男人见到彩衣后很是震惊 你是二姐吗 灵秀见状也大概能猜到 眼前之人应该是彩衣的四弟 因为他跟自己说过 家中一共有姐弟四人 大姐去大户人家做了丫鬟 他进了戏班 三妹则当了人家的童养媳 而此时小舅子早已气不成声 二姐 你这些年都到哪里去了 爹娘临终的时候还在念着 彩衣听到这消息瞬间失神 眼角泪珠不停滑落 为了能让姐弟俩好好酗酒 灵秀也是掏出了一张银票 递给了两个孩子 让他们去买糖吃 可就在他俩开心的告别后 却不料迎头就撞上一位壮汉 他在看清来人后 也是被吓得愣在了原地 小舅子见状连忙将他们护在身后 黄大爷 这个月的庇护费用 不是已经交过了吗 谁料男人却反驳道 你今天穿了黄色的衣服 可大爷我撞衫了 得罚款 而小舅子却一脸懵 黄大爷您今天穿的不是红色的衣服吗 此话一出 愣是把他身后的小弟们逗笑了 就在男人准备上前五润之时 只见灵秀掏出了一张银票表示 我先替他们交一年的 男人见遇到的冤大头 连忙接过银票 还是你小子上路子 殊不知此时灵秀脸色已变得阴沉 没想到 你还真敢接啊 偶尔中不再隐藏实力 幼鸟也即将展示高飞 面对前来挑衅的恶霸 灵秀反手就是一张千两银票 对方以为遇到了个傻逼 开心的像个三岁巨鹰 可就在他美滋滋的接过银票时 却发现自己的手臂已被牢牢抓住 伴随着一阵寒意袭来 只见他的猪体转瞬之间 就变成了一块冰雕 刺骨的疼痛让恶霸连连求饶 还请公子饶命 是小弟有眼不识泰山 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 可灵秀自然不会轻易答应 想让我放了你也不是不行 现在让你的小弟去韩补快过来 再把你这些年收的钱十倍吐出来 不然就留着让你的家人烧给你吧 恶霸文言也只能认栽 事后为了不打扰姐弟两续酒 灵秀便准备去街上转转 结果告别两人后 立马就来到了一间糕点铺 好像贵妃娘娘也是出身江南 若是带些糕点回去 想必他一定会很开心吧 果然秀儿的心碎成了很多款 每一块都住着不同的女人 可就在他挑选糕点之际 只见几辆球车浩浩荡荡的迎面走来 围观群众纷纷开始议论 车里的好像都是天道蒙的反贼 因刺杀抚引公子失败被抓 现在要被押去刑场斩首示众了 听说连王都张家的一位公子 都死在了他们手里 这几个月来 张家的人在大肆搜捕天道蒙的人 这次的事情就是针对他们的陷阱 没想到还真抓到了几个 听完两人谈话 灵秀心中尴尬不已 张三可是我杀的 张家查不到凶手 便将这罪名安在了天道蒙身上 万万没想到这口黑锅 最后竟被天道蒙给接住了 刑场之上 三位好汉正等着死亡的将领 而这时浮影出声询问 你们三名反贼可有什么遗言 话音刚落 只见一壮汉扭头怒斥 狗官 杀我一个还有千千万万的我 天下意识和其之多 你们是杀不尽除不尽的 今日我们虽死 但迟早会有人替我们报仇 我们在黄泉路上等你 听闻此话浮影大怒 直接下令都给我找 可就在筷子手挥舞大刀时 台下竟又冲出了三名同步 壮汉剑撞连忙提醒 兄弟们别摆给啊 这是陷阱快走别管我 显然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一堵厚厚的墙壁 已将三人围住 就在他们惊慌之际 埋伏之人已赫然现身 没想到你们这帮逆贼 还真敢来接伐场 说罢便用扭头 看向愣住的筷子手 傻站在那干什么 还不继续行刑 这几个逆贼交给我处理就行 然而就在大刀再次砍下时 却突然停在了原地 接着高高跃起 静直刺向不远处的服役 幸好一名护卫及时赶来 只见其快速拔出手中长剑 紧紧挥出几道剑气 便将长刀斩碎成了竖节 能够操纵金属 难道是精细艺术师 这种浑身坚硬如铁 乌龟一样的家伙最难对付 随后对着四周就是一阵怒喝 躲在暗处算什么本事 何不出来与我堂堂正正的站上一番 本事人人唾弃的废材 就连他的老婆都不愿与他同房 可如今不仅收获一众迷媚 还赢得了父老乡亲们的爱戴 原来男人靠着无限复制的能力 一直默默地为百姓们除恶 可赢前些十日杀了定国公的三公子 对方没有找到凶手 便把这口黑锅安在了天道蒙身上 看着即将伸手一出的同胞 灵袖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用精致艺术夺过长刀 禁止朝服以面门刺去 虽被护卫及时挡下 但同时也让他产生了一丝忌惮 谁料就在他愣神之际 其余护卫竟朝他挥刀而来 在几番抵挡之下 男人甚是慌张 你们这是疯了吗 连自己人都想超度 片刻后 他这才发现几人神情呆滞双目无神 逗大的汉珠不停从他脑门低落 完了 他们这是被人控制了 看着眼前怪异的景象 前来营救之人很是不紧 舵主 这难道是您起来的高手 然而他也一脸猛逼 我也不知道是谁在出手相助 不过我们还是先救人再说 护卫舰囚犯被劫走连连高呼 快来人拦住他们 反则要跑啊 可就在他们要追击之时 一旁火盆却被念力突然推倒 转身间一道火焰停障 在追兵身前燃起 也是成功阻断了一众追兵 此时护卫头领很是不干 精致易术 控物火焰 还有一个能够影响他人神智的 天道蒙什么时候 竟多出了这么多怪物 与此同时 城外僻静的山林中 江南分舵舵主正义 正拱手感谢着前来相助之人 而灵袖则伸手道 诸位英雄不必客气 我等对于诸位舍身取义的做法 也是十分佩服的 今天恰巧遇到 自然不能看着诸位被那狗官所害 不过我的另外几位朋友 不愿意在人前露面 还请诸位谅解 多谢几位英雄出手相救 日后若有用得到的地方 纵使上刀山下火海 我等也不会推辞 而这时灵袖也道出了缘由 实不相瞒 惠蒙的阿柯姑娘 其实是我的好朋友 就算看在她的面子上 我也不会见死不救的 郑黎文言很是惊讶 没想到英雄还认识陈姑娘 那是当然她可不仅认识这么简单 她的三维还有身上有几颗痣 灵袖可都是一清二楚 随后她又接着询问 不知道阿柯姑娘现在何处 郑黎虽也不知道她的踪迹 但她确信陈姑娘在一个月后 一定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灵袖刚想询问是何处 却不料被郑黎无情拒绝 实在抱歉 这件事情是天道蒙的绝密 关系到无数兄弟的生死 树正某实在无法告知 还请英雄谅解 除非您愿意加入我天道蒙 郑黎本以为她会拒绝 却不曾想灵袖竟直接出言答应 其实在这之前 我们就杀过欺压百姓的权贵 和你们也算志同道合了 说吧她便扭头表示 还请诸位等我一回 我们先交个入火投名状 两个半小时后 伴随着几人倒地的声响 天道蒙之人连连惊呼 这竟是江南一脉的张氏父子 江南福尹还有他的儿子 其余俩人见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就在灵袖不知所措之际 他们道出了原因 原来其中一人的妹妹 曾被张氏侮辱 后英不甘受辱头和自尽 结果她去衙门报案 却被盗打一耙锒铛入狱 而另一人的父母 英得罪了福尹的儿子 结果第二天就被人活活打死 如今他们能报仇血恨 这一跪也是应当的 这时郑黎又出声询问 还不知英雄尊姓大名呢 而灵袖则白手回道 无名李逍遥 不过我很好奇 你们会怎么处置他们 郑黎表示 我们会让江南百姓 决定他们的生死 夜晚江南慕容家内 只见一老者正询问着 外面为何会这么乱哄哄的 他的儿子连忙回道 昨天失踪的张氏父子和王氏父子 被人发现死在了街市场 现在外面都在讨论这件事呢 老者听完缓缓放下茶杯 是天道蒙的人杀了他们 不是 听说起先他们还活着 后来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 等张家人赶到时 那四人已经一命乌乌 这也算是他们就有自取了 不过月儿的修行怎么样了 回复起 他这些日子进步很大 但距离地间应该还有些差距 老者文言表情瞬间凝重 这个世界很大 他不应该一辈子都留在这小小的江南 这次的小笔 便让他去试试吧 殊不知这一曲 可能就成了秀儿的后宫 咱就说他以后会不会后悔吧